王爷,王妃死了 嗯,喂狗吧,物尽其用 是 什么呀,喂狗 死而复生的云南月纵身一跃 趁其不备,一把夺过侍卫妖精的配刀 云南月,你莫要伤害王爷 小哥哥好狠的心哪 竟然舍得把我这么美的女人 喂狗 怎么办啊 小哥哥长得这么好看 害得姐姐都动了侧影之心哪 告诉姐姐你的目的 姐姐保证不杀你 昨夜的她还在她身下不断的颤抖 苦苦的哀求软弱的女子 怎么今天想换了个人 这云家的女人果然有诈呀 敢用刀指着本王的人 爱妃你是第一个 爱妃 姐姐可没时间跟你玩角色扮演 说是三个数之后不说实话 姐姐可是会杀了你哦 三 二 哎 可怜的小哥哥 下一世 别遇见我 可谁知 就在云南月手中的长当 即将结束夜军爵性命的时候 一阵剧烈的疼痛疯狂地涌上脑海 好疼 急冷与急热 剧痛交替着 生不如死的滋味 折磨着云南月 她痛苦地蜷缩在一起 而脑海中更是有着一幕幕 不属于她的陌生记忆 疯狂地涌落 不可言喻的嗡鸣 震痛着她每一寸的神经 谁 是谁 谁在我耳边说话 好疼 也不知过了多久 融合了全部记忆的云南月 瘫在地面上 虚弱地望着四周 原来我在现代真的死了 为了救那个倒霉孩子 重弹坠海身亡 这狗血的十八禁穿越 转过头去 看着身边居高临下 凝视自己的男人 爹 给个活下去的机会嘛 要说这云南月呀 作为二十一世纪顶尖的杀手 他除了有高超的暗杀技巧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屈能伸 就像现在 试图拿自己的美色 换取一条生路 毕竟嘛 活着才是王道子 原主的记忆中 眼前这半裸一身的美男 叫叶军爵 是叶北国的摄政王九皇叔 天下人眼中暴虐成性 杀人不眨眼的 风批男人 无人敢周扯的主 本王若是不想给爱飞这个机会 爱飞要对本王说什么 说什么 我还能说恭喜发财吗 眼前的一切越来越模糊 他再也抵抗不住昏尘的意识 云南月用尽了力气 抬起手 对着叶军爵竖竖起了钟指 我靠泥马 一声声国粹落下 云南月彻底昏死过去 相府抵女云南月 妄想盗取夜王府珍宝伺机行凶 即日起送入十八楼狱 没有本王命令 不得踏足都城半驳 是王爷 世人皆知 这十八楼狱里关押着无数的恶徒 那是修罗恶鬼遍地 一旦踏入这十八楼狱 那定是十死无生啊 五年后 幽冥河畔水森森 十八楼狱万鬼豪 被湍急的河水包围的孤岛上 一座十八层的巨型高楼 屹立在岛屿的中央 这儿啊 就是那恶罗遍布 汇集了天下间无数大奸大恶之人 生人莫尽 恶鬼难出的十八楼狱 可是此时呢 这孤岛的港口 恶人们是欢聚一堂 滥眼泪水 挥手说拜拜 终于滚蛋了 他们母子四人就是恶魔 是混蛋 是畜生 是啊 五年来 咱们十八楼狱的老少爷们 谁没遭过毒手 老天爷开眼 可他娘都走了 十八楼狱的恶人们 无一不是对着上天祈祷 运用自己五十年的阳寿 去换那云南月母子几人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再见 欧阳爷爷 白爷爷 叫叔叔 我们和娘亲 要上碗水后 一定会回来的 娘亲你看 欧阳爷爷 他们哭得好惨 好舍不得咱们呢 当然不舍了 小星星昨天才把你欧阳爷爷 珍藏十七年的九味鲨鱼 前天把你白爷爷的天元宝点叠了飞机 大前天 把你江叔叔的无双剑侠烧了火 云南月异装装一件件 竖着自家闺女干的好事 当然了 不止小星星一个 还有俩宝贝儿子呢 自从仨孩子能走能跳 那是把十八楼狱是上上下下霍霍个遍呢 她呢 是个户短的 所以嘞 这十八楼狱的全体老少 那是有一个算一个 纷纷是慷慨解囊 集资筹钱 把他们几个送走 哎呀 要说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 转眼间五年就过去了 从前截然一身的她 如今是撒孩子她妈了 娘亲亲 我们是要去找爹爹吗 江叔叔说 爹爹是叶北国的一个王爷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你们的爹爹被坏人追杀 一不小心扭到了脖子 从山崖上掉落下来 掉下来之后 几百辆马车 来来回回回回来来的 在你们爹爹尸体上 一遍遍的碾压 那个惨呐 你们的爹爹被碾压成片片后 几个路过的大爷大妈 以为是死耗子 就把片片用粪叉子 插回家喂了猪 就这样 你们那可怜的爹爹 连骨灰都没落下 娘亲可开心 可伤心了 五年前 云南月被送入十八楼屿之后 发现自己怀孕了 身为孤儿的他 最终决定把孩子生下了 至于孩儿他爹是谁 祝他英年早逝 坟头草三丈高 他可是个善良的女人 娘亲亲 娘亲亲就告诉我们 爹爹是谁 好不好嘛 娘亲亲最好了 就一个 但到了岸上 你们想要几个爹爹 娘亲就给你们找几个爹爹 园主已经够惨的了 他可不想让宰宰 和那个疯子有任何的联系 乖 娘亲给你们做饭去 还是没问出来 我卖萌了也没用 叶北国有四个王爷 届时挨个问一遍就是了 找到后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好苦恼呀 咱们的渣爹爹到底是谁呀 他们找爹爹 那是要给娘亲报仇的 江叔叔说 爹爹是个大家男 不仅伤害了娘亲 还将娘亲流放到十八楼 鱼滋生自灭 哼 娘亲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但凡伤害娘亲亲的人 都是大坏蛋 渣男爹爹也是 王爷 为止有要事禀报 进来 禀王爷 幽冥和十八楼狱 发生暴动 不少恶人趁机逃离 据探子来报 已经证实 云南越 踏入夜北国境内 怕是一个月后 便会抵达京都 寻王爷报仇 侍卫贺东说着消息 他不明白 十八楼狱 那种恶罗遍地 十死无生的地方 这云南越 是怎么活下来的 卑职这就去处理了他 不需要 云南越 本王等着你 一个月后 叶军爵没有等到 云南越的复仇 因为他等的女人 迷路了 要不我们花钱找个车夫吧 娘亲亲又要照顾我们 又要驾车赶路 我心疼得紧 算一算 这离开十八楼狱 有一个多月了 本来早就应该到夜北国的都城 吃香的喝辣的 走炸爹了 可结果呢 当然还是他这个鼎鼎好的娘亲啊 方向感太差了 用娘亲自己的话来说 他就是个鹿痴 啊 不对 是鹿虾 我是真的心疼娘亲亲 只要有娘亲在 百事无忧 万事不愁 出发 云南越信心满满 就算是鹿虾 他也可以带着儿女们游遍七国 娘亲 路走返了 按照他娘这种走法 那十年八年也到不了夜北国的都城 我们的旅途是星辰大海 辽亮的口号再一次响起 云南越驾着马车调转方向 继续出发 他是谁 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杀手 云南越 他的名字是杀手界中独一无二的神话 被盯上的猎物没有一个能活下了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 但是鲜少有人知道 让人闻风丧胆 一无双绝的他 是个鹿虾 地图也救不了的那种 执行任务的时候 有高科技设备与他为伍 一通乱杀 可是在这儿呢 这他们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啊 没有卫先没有导航 没有可爱的小天使跟你说 前方一百米左转 不 我的个死 我怎么才能绕过叶北国 绕走些弯路游遍七国呢 丑死我了 没有想到啊 大名鼎鼎的陆家大公子会死在我们手中 上天对我们兄弟三人不薄啊 大哥 别和他废话了 堕了他的人头去领赏 咱们后半辈子可就吃喝不愁了 我去啊 几分 大哥 等等 等一下 看 来了辆马车 嘿嘿嘿嘿 陆家大公子的性命不接着取 不如咱们先解个色爽爽如何 这一娘们长得可真漂亮啊 就跟天仙下凡似的 你瞧瞧那眼睛 真真是啊 勾住了爷我心尖尖里去 大哥你先上 我和三弟帮你抓着他 等大哥爽完我们再来 平常每次都吃大哥先来 是我先看上小娘们的 当然是我第一个上他 我不管 我已经好几天没摸娘们了 说吧 这尖嘴猴腮的老三 几步上前 伸出狗爪子 就要拉扯云南月的衣服 可是下一秒呢 目见一招 就打碎了大汉的手腕骨 哼 敢对我娘亲独魔不轨 猪 看着平日里不苟言笑 却护他如命的二宝 云南月的心囊 那叫一个暖呢 哎呀 瞧瞧 这是我生的儿子 帅气吧 霸气吧 羡慕吧 臭小子 敢杀我兄弟 你们找死不成 老二上前 伸出爪子 向云南月母子抓过去 要将这二人 好好的收拾一顿 这位先生此言诧异 是你们行凶作恶在前 何必恶人先告状呢 说话间一把玉骨扇 飞了 扇面扇骨皆是利器 若非直扇之人不想杀生 此时的老二怕是已经人头落地了 玉骨扇 回旋了一圈 在击退了高个子老二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大宝 云岩的手里 娘亲亲 她还活着 我们救救她好不好 胖老大见状 转身几步走到她身边 大手抓住小新星作为人质 要挟着云南月 赶紧从了她的意 臭娘们 想让你女儿活着 就把咱们哥几个伺候好了 小不然 胖叔叔 你放开我好不好呀 我要去救那个叔叔呀 救人 也不瞧瞧你长得跟个矮萝卜成精似的 去救人 信不信 我先把你宰了炖萝卜汤啊 爱萝卜成精 人家 人家明明是高高哥 你是坏人 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你是坏叔叔 她一边哭 一边从身边的小垮包里 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毒药了 人家才不是矮萝卜青 人家不要当矮萝卜青 人家 人家是高高哥 小胖手 从小垮包里拿着药粉 不要钱似的 就向这胖老大撒过去 你就见那胖老大的脸 那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一会儿青一会儿紫 反正啊 就没有一个正常人该有的颜色 碰了一声 被毒翻了的庞然大物 倒地不起 更是生死不迟了 杨倩倩 她 她说我是爱萝卜 哎呀 怪怪怪哭啊 我们家小星星是天下间最可爱的女孩子 又漂亮又可爱 又是个高高个儿 才不是什么矮萝卜成金 煤气罐成金呢 哼 你们哥三个也是闲的 找死也不必这么刻意送人头吧 看着地上或是死去 或是吓得贪作不起 或是转身逃跑的三个倒霉蛋 云南月的眼底 更多的是同情 哎呀 别看他们家撒宝贝只有五岁 那可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是 没有一个擅长 大宝云言 师承十八楼玉 温天道 这温天道是谁呢 是文明七国的文圣人 门徒数十万之众 更是自创独门绝学 天道阵法 决绝天下 二宝云叶 师承十八楼玉 江陵南 江陵南是剑神山庄 江家的嫡长子 她是天下第一剑客 也许是过于无敌 在击败了自己轻爹之后 就看淡人生 去往十八楼玉顿世了 三宝云星辰 师承十八楼玉 白墨仙 没有人知道这个白墨仙 是从那来的 只知道她是天下第一的用读高手 挥挥手 就能让你死于不知不觉界 小星星从小围着她师父 除了学习用读的高数 还成就了一副百毒不清的体制 所以说呢 三个娃 一个师承文圣 一个师承贱圣 一个师承独圣 而她呢 作为这三个小小圣 她妈 倍感教 那骄傲是直冲天际呀 娘亲亲 我们 救救那个叔叔好不好吗 他真的好可怜 小星星啊 娘亲跟你商量点事呗 嗯 娘亲亲说吧 我听着呢 我们出门在外 不比十八楼玉 咱们别见什么见什么 万一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要怎么办呢 嗯 娘亲亲 还有比十八楼玉 更是恶不赦的人吗 这 这个嘛 一日 夜北国 边境城市 凌峰城客栈 你们乖乖的 待着不准乱跑 娘亲去买些日常用品 就回来 嗯 知道了 娘亲 我要吃桃葫芦 云南月一走 三小只 开了个例会 会议的主题是 书名号 关于如何让娘亲 顺理成章的前往夜北国都城这件事 逗号 第七版 惊叹号 书名号 娘亲虽然是路痴 但是可以避开前往夜北国都城的路 所以说 三妹做了那个男人 目的便是让她代替娘亲 驾车去往夜北国都城 聪明 但问题是 那个男人若是不同意 该怎么办呀 这十八楼屿 在夜北国境外的幽冥河 是一处四面环河的孤岛 想要彻底的离开 唯有从夜北边境的城市临风城穿过 去往七国各地 以娘亲的性格呢 定会在采买之后毫不犹豫的离开夜北国 去明南国也好 去龙溪国也罢 总之一旦离开了这儿 他们就很难去都城 找到他那个渣爹了 小星星正说着话呢 一道声音打断了三小只的临时会议 也许是千栋身上的伤口 苍白的菌脸上冒出一层层的汗 可即便是这样 阳光大在他身上 那美人出狱才有的朦胧感 让大家是惊呼天人呢 美人出狱 小星星的脑海里 疑问自己这个成语用的对不对 哎呀不管了 反正这个叔叔长得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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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就是了 多谢几位小友昨日相救 等到都城之后 陆某必定中线 在听到都城俩字时 云言 云叶 云星辰之六目相对 最后齐刷刷向这男子看过去 站着说话腰疼 说说您坐 嘿嘿 方才听你说要去都城 是 在下叶北国陆家陆泽谦 此次刑伤遭人算计落了难 说非几位小友相救 怕是早已事故无存了 库胡 关于如何让娘亲顺理成章前往叶北国这件事 豆豪 第八版 出炉 库胡 库回来 真正救了你的是我娘亲亲 没有我娘亲亲彻夜守着陆叔叔 怕是早就发生不幸的事情了 他问出了一个并不是问题 但是又比问题还要有问题的问题 所以陆叔叔接不接一身相许 做我们的二爹爹 啊 突如其来的问题 问得陆泽谦有些茫然 小有何意 是这样的 我娘亲云南月 人长得非常漂亮 厨一好 五一高 是个能玩能武 能骂人 且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奇女子 但是 人无完人嘛 我娘亲唯一的缺点就是陆斥 下面这位穿白衣服的儒雅小美男 是我大哥哥 云言 这位身穿蓝衣服的冷酷小大侠 是我二哥哥 云叶 而美丽温柔可爱的我 叫云星辰 我们今年都五岁了 娘亲亲说我们三兄妹 就是她的日月星辰 是世界上最帅气 最酷 最可爱的宝贝 哎呀 我好笨呀 差点给忘了 对了 二爹爹成家了吗 我娘亲亲说过 她只一生一世 只一双人哟 陆某至今一人 未曾魂配 二爹爹还没重魂 太好了 说着 小星星从上衣的兜兜里 逃呀 逃呀逃 逃出了一定小小的银元宝 将它放在陆泽谦的手中 这是 聘礼呀 既然二爹爹要以身相许 我们女方当然要背下聘礼啦 呵呵 看着小家伙认真的表情 陆泽谦好看得眉头皱起 唇角也浮现出一丝笑 不过 前一秒还在陆泽谦手中的聘礼 下一秒就被折回的云南月拿走了 我才出去一会儿的时间 你们三个小崽子就把七娘给卖了 小兔崽子 还好我回来得及时啊 就不然被卖到深山老林都不知道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把娘亲亲给卖了 是娘亲亲娶了一个二爹爹 是不是 二爹爹 小星星扯着陆泽谦的衣袖 试图让当事人解释说明 听到身后的声音 陆泽谦站起身 正面对着云南月想要道谢 可是当他回身的一瞬间 当一双如玉的墨眸 倒映着紫色长裙女子身影时 他看呆了 昨夜意识模糊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神明听到了他的恨 于是心声怜悯 派了仙女让他起死回生呢 可当他看到云南月的这一刻 他才明白 原来梦中的仙女是真实存在的 儿爹爹 我娘亲亲是不是超级漂亮 嫁一走三绝对不亏哦 云星辰 别以为你长得可爱老娘就不敢收拾你啊 还有 你们两个小帮兄 等一会儿再收拾你们 家里的三个小人精 一定没安好心 想来面前病弱的美男子 定是被算计了 公子莫要见拐 童言无忌 在 在下陆泽谦 多谢云夫人救命之恩 陆某无以为报 只有以身相许 哦 不不不 唯有重金相谢 一时望神说错了话 陆泽谦 并太苍白的俊脸 是修红碑 陆泽谦是谁呢 他是叶北国首富 陆家的嫡长子 典型的美强产 那 家是好 长得俊 可是身世悲惨 父母早亡 从小在儿与我诈 勾心斗角的富豪家庭长大 数月前刑伤的途中 遭到家族的阴谋暗算 被信任的唐叔下毒 废去了一身武功 又打落悬崖 大胆不死之后 又遇到那三个倒霉鬼 云夫人的救命之恩 陆某 陆泽谦又一次起身行礼 用行动表达自己的谢意 该说不说 兄弟你挺惨的呀 云南月致以最深刻的同情 又是被下毒 又是被废悟空 又是被打落悬崖 又是遇到劫匪 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 这不糟蹋人吗 二爹爹不怕 有娘亲亲在 有我们在 明儿咱们就动身去夜北国都城 找那些害你的人报仇 去打掉他们的大门牙 虽然我娘亲亲是个鹿痴 但是她可是打遍了十八楼鱼的决定高手 为什么打我呀 我又没说错嘛 第一 感谢云星辰小朋友再次提醒 为娘是个路痴 第二 为娘怎么不知道你们何时多了个二爹爹 第三 老娘从未说过要去夜北国都城 一连三问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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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决了三小只去往夜北国的想法 娘亲亲不是说过要遵老爱又互相帮助吗 再说咱们聘礼都下了 二爹爹还身受重伤 咱们自家人当然要帮二爹爹去打大坏蛋了 而且娘亲亲说过 等上了岸我们要几个爹爹都可以 我现在就想要个二爹爹 虽然需要二爹爹做工具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小猩猩的仙脏也是很惭愧呢 但是为了能去夜北国都城去找家爹爹报仇 我要做一个凶狠独赖的小朋友 阿娃娃超凶的那种 娘亲 陆公子的事情暂且不提 儿子记得外公的六十大数应该快到了 作为外孙 我们兄妹三人礼当给外公准备受礼尽孝 娘亲 我们去夜北国都城吧 唉 罢了 既然三小宝执疑要去夜北都城 那便从夜北国开始游玩吧 再说了 五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夜君爵怕是早就忘了我姓氏名谁了 到时候面纱一戴谁也不爱 顺道去夜北云家拿原主娘亲的遗物 既然如此 陆公子便随我们一起去都城吧 钱不钱得无所谓 主要是我这个人嘛 设心城 云夫人放心 等到了陆家 陆母定会重金感谢 儿爹爹不是以身相许了吗 那陆家的前妾就是娘亲的前妾 娘亲的前妾就是我们的前妾啦 一提到犬 小星星的眼睛闪烁着哔哔哔的光啊 当天晚上 一行人在临风城的客栈落脚休整 打算明日出发前往夜北国的都城 半夜时分 几道黑影 藏于夜色中是急速地而过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将这陆泽谦 战杀于刀下 黑衣杀手奔着床铺走去 二话不说举起胸气 咔咔咔 一刀一刀地砍下去 陆泽谦呢 这砍了好一会儿 黑衣杀手才发现 呀 他们砍的是被褥棉花 不好 准埋伏了 哟 才发觉啊 晚了 看了好一会儿猴戏了 身形藏在暗中的云南月 一步一步地走出来 每走一步 就有一个黑衣人杀手 被斩于堂横刀死 得知中了圈套的黑衣杀手们 既逃不出房间 又无法靠近云南月的身 这能做的 就只有躺在地上 化作一具死不明目的冰冷尸体 当最后的一名杀手即将到地之时 发出了来自灵魂的疑问 你究竟是谁 那是 神 杀手一共十三人 十一人被云南月解决 另外两个在门外望风 杀手叔叔 快看快看 我手里的东西会发光呀 零星辰颠不颠 跑到杀手面前 捂着一双小手手 怕手里的东西飞了 守在院子外的黑衣杀手 不仅没有将小粉团当成威胁 反倒被蒙化了 还心想着 等到杀了陆泽谦 找个麻袋 把这小团子装走 带回家养着 是可惜 杀手的愿望落空了 落得空空的 当零星辰张开小手的一瞬间 一道粉色的烟尘飞起 吸入烟尘的杀手 头一歪 就倒在地上昏睡不起 小娃娃 你做了什么 另一个看门的黑衣杀手 见同半倒地 于是拔了刀 要杀了零星辰 可是还没等他刀出鞘呢 就突然被出现在 眼前的身影机中 低头看去 一把刻着花纹的木剑 击中了他的腹部 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 蹿遍了全身 云夜仅仅一招 就让这杀手 失去了行动能力 下次不准再鲁莽了 知道了 二哥哥 下次人家 会小心小心 再小心的 好在娘亲亲和大哥 料是如神 猜到会有杀手 来杀二爹爹 二哥哥也超级厉害的 宝宝的 然而云星辰 给黑衣杀手下的毒 云炎一招击败黑衣杀手 已经看似什么都没做 实则准备随时出手的云炎 三人的种种举动 却落入了他人的眼中 客栈小院的对面 是一栋三层的 私人小楼 坐在三楼窗边 饮茶的叶军爵 将这一切收入眼底 虽然看不清 这仨孩子的模样 可是小小年纪 就有这样的手段 倒是让人赞赏啊 王爷 这三个孩子下手 也忒利落了 一看他们的父母 就不是什么 正经的好玩意儿 俗话说 三岁看到老 将来这三个孩子 一定会成为 一方祸害的 一定 我用脑袋抱着 叶军爵的目光 随着云星辰兄妹 三人而动 他不知道是 错觉还是啥 他怎么一眼看过去 对这仨孩子 生出了一种 特别的感情 王爷 这次咱们来凌封城 捉拿叛军首领有功 圣上 怕是又要给您赐婚了呀 不 自从云南月 被送到了十八楼屿 五年的时间呢 圣上来来回回 光赐婚都赐了十多次了 但是王爷总是以 等王妃出狱为借口 拒绝赐婚 可是谁都知道 这十八楼屿 是个什么地方啊 那进去的 哪有活着出来的呀 是 就算是活着出来 那也死半道上了 要不然 要找王爷寻仇的云南月 又怎么可能没有阴心呢 如今这外界 可是传开了 说是夜北国的夜王 是个断绣龙羊 真是让人气 此时一只信鸽 盘旋在窗边 贺东伸手将他抓住 拆开绑在信鸽脚上的密函 您瞧卑职说什么来着 圣上这一次要给王爷赐婚的女子 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 何嫣然呢 退了 告诉圣上 本王心念王妃 其他女子 胆敢踏入夜王府半步 杀旨 是 卑职领命 贺东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虽然王爷退婚的借口用了很多次 但是 每一次都能下退被赐婚的女子 处理完杀手尸体的云南月 是困意连连 可还是拉着兄妹撒进了房间 准备了热水 给崽子们洗澡 娘亲 儿子已经长大了 我也是 房间里两个光溜溜的小男子汉表示 他们是男子汉 可以自己洗 害羞什么吗 你们是娘亲的宅宅 娘亲什么没见过 娘亲亲 我有一个问题 大哥哥 儿哥哥和我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呀 是很多孩子都会问的问题 大多数的父母的回答 都是你是捡的 你是冲花飞送的 你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你是从河里捞的 你是观音菩萨送的 你是抽奖重的 可是云南月不一样 她的回答是 你们呢 是为娘和黑山老妖血战数百个回合 从万恶的黑山老妖手中救下来的 哇 娘亲亲好棒 以后我们遇上黑山老妖 也要呵呵地揍她 保护娘亲亲 同一时间 隔壁三层高的雅尖里 正在喝茶的叶军爵 没来由地打了个阿弦 凌封城夜里寒 王爷要添衣吗 不须 明日启程 回京都 或许那个女人 已经到了 云南月 你莫要让本王失望啊 一日 凌封城的客栈 云南月收拾完行李 给美墙踩 重新检查了一下伤口 以防路上发生感染 小月的客栈 云岩在尘毒 云夜在练功 就只有小行星 一个人咸出个屁 跑出小月放风筝 哇 飞得好高呀 我的风筝 眼见着风筝 掉到了小月的另一侧 小行星急了 找了一棵靠墙的大树 双手双脚 并用 咕咕咕 爬上了树盖 然后再从树盖 翻上了墙头 好高呀 要下去很痛吧 不管了 那是娘亲亲亲手 给我做的风筝 一定要拿回来 云星辰 心底一横 闭着眼睛往下跳 小心 叶军爵低头 看着怀中 粉雕玉器的小女娃 眉宇间 有着莫名的关切 你是何人 为何要闯入叶宅 小行星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看到一张帅脸 出现在她面前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小心脏 一咎一咎 觉着难受 然后痘大的眼泪 噼里啪啦的掉下来 那是纸都纸不住啊 一向冰冷暴力的 叶北国王爷 此时心底是莫名的慌乱 是伤到哪里了吗 不是 不是伤到了 只看到叔叔 想爹爹了 叶军爵 心都碎了 虽然他也不知道 自己心碎的毛线 哦 乖 不哭了 本王带你去找爹爹可好 我没见过爹爹 在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 扎爹爹就抛弃了娘亲 是娘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们长大的 我 我虽然没有见过爹爹 但是看到叔叔 就像见到了爹爹一样 所以 所以才哭了 能告诉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云星辰 我娘叫云 小星星 我们要出发咯 还没等云星辰 说出云南月三个字 墙头的另一边 响起了云岩的声音 来了来了 大哥哥你等等我 我再捡风筝 从身前的小包里 拿出了一颗蓝色的小水晶吊坠 带在了叶军爵的身上 谢谢叔叔的救命之恩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这是我最爱的小星星 送给叔叔了 这是一颗很普通 雕刻成星星形状的蓝色水晶 和任何名贵的珠宝都不能比 可是在叶军爵的眼底 这颗小星星 异常的温暖和耀眼 本王会好好珍惜你送的礼物 叔叔 你能不能举高高 把我放回墙头上去呀 我娘亲亲知道我乱跑的话 一定会责罚我一个月不准吃糖的 要是吃不到好吃的糖糖 她的心情会很差的 好 抓紧本王 叶军爵将她抱起 纵身一跃 来到了强另一侧的客栈 稳稳地落地 叔叔再见 她拿着风筝 颠不颠跑回了客栈小院 小兔崽子 老娘给人换药的功夫 你就跑没影了 也不怕被大灰狼抓了去 哇塞 娘亲亲生气起来都这么漂亮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娘亲亲呀 别来这一趟 拍彩虹屁是没用的 没有没有 我的娘亲亲 简直是天下一顶一的女子 上得天堂下得厨房 打得过流氓 让娘亲亲的女儿最幸福了 就你嘴甜 这一次就饶了你 赶紧上车 咱们出发了 站在原地 未曾离去的叶军爵 只觉得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眼前更是闪过五年前的一幕幕 忽然一种不切实际的可能性 用上心来 叶军爵抬起脚步 欲要走向客栈 王爷 王爷 王爷您在哪儿啊 被知刚刚收到飞鸽传书 宫里来了信 让王爷您尽快赶回去 墙的另一头 响起了贺东破罗一样的嗓子 见眉微调 叶军爵脚步又落下 最终还是转身 回了夜宅 王爷 您这是去哪里了 王爷 您带着的是什么呀 王爷 自领时军棍 啊 贺东也不知道 自己哪有犯错这的 王爷不高兴了 难道说 王爷是因为 圣上赐婚的事情不开心吗 可上次王爷举婚 心情挺好的呀 这次是为了点啥呀 两辆马车 分别从乡邻的客栈和夜宅出发 一个去往夜北国的都城 一个 还是去往夜北国的都城 但是同样去往夜北国都城的马车 却是背道而驰 一直到走出了两里地外 云夫人 还是陆某那家车吧 为何 看不起我 哼 开玩笑啊 哎 他云南月客是杀手界的神话 那别说开车了 飞机他都开股 我们走差路了 去往夜北国都城的关道上 一辆马车 咯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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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悠悠地前进着 盯着连日的暴雨 地面有些坑洼 使得行程放慢了许多 二爹爹 京都是什么样子的 京都车水马龙 各自商品琳琅满目 等到了京都后 二爹爹给小行星 买最好吃的糖果 给银儿买各种绝版书锦 给叶儿买天灵剑侠 可喜欢 哇 二爹爹太好了 超爱二爹爹的 马车里 云岩和云叶 再听到绝版书籍 和天灵剑侠 眼神纷纷亮起 只有云南月 一个人叹了口气 陆泽谦 你能不能别太宠溺他吗 这样显得我 我很穷啊 也许是被小行星 一口一个二爹爹地叫着 陆泽谦 早已将自己带入了一个 欲备意二爹爹的角色 再加之谦谦君子的儒雅 随和温柔的性格 博学的知识 和对各家功法独特的见解 使得三个孩子对他的好感 那是如直冲云霄啊 可以说 陆泽谦对于三个孩子的宠溺 比他这个亲妈 还要亲 小行星既然叫我二爹爹 云家一时下了聘礼 那作为南月的未婚夫 或宠溺自己的孩子 何错之由呢 童言无忌别当真嘛 等把你送到了陆家 我们在京都待上几时 终是要离开的 来到叶北国的都城 一是护送陆泽谦 二十道云家 拿回原主生母的东西 最多十天 十天之后 他们就要离开京都 去往下一站 此生此世 永不再踏入叶北国半步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了 我们先去前面客栈躲躲吧 哒 空啊 快请快请 您几位要点什么呀 是打尖还是住店呀 两间上房 好嘞 要了两间上房 原本云南岳和三个小娃住一间 陆泽谦自己住一间 可是为了方便下棋和切磋 云岩和云叶 选择和陆泽谦住一间 哎 为娘也会下棋啊 看着走入对面房间的俩儿子 云南岳觉得自己被嫌弃了 娘亲起意高超 儿子自愧不如 便只能找陆叔叔决意高下了 大哥的意思是 娘亲经常毁气耍赖 南岳放心便是 我会照顾好银儿和叶儿 若是夜里想吃什么 就叫我 总是那么温柔的陆泽谦 好像真的自己是云家的上门女婿 听南岳挑了挑眉 傲娇的傲 把门关上 是夜 倾盆大雨 变成了绵绵小雨 推开窗 窗外有一片浅浅的竹林 配上稀稀粒粒的小雨 倒是别有一番意境 娘亲 我这有一把琵琶耶 我想听娘亲亲弹琵琶 小星星想听娘亲谈什么 向王行 兰陵王入阵曲 阳春白雪 欢气 我都听过了 看娘亲亲的心情 无论娘亲亲谈什么 都是最好听的 闲来无事 也为了顺女儿的意 云南岳抱着琵琶入怀 调了调音准 食指波动 开始弹起了 一声声琵琶音响 回荡在房间 弥漫在雨夜 小星星坐在椅子上 小脚严是荡来荡去 双手拖着腮 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同样的 也因为琵琶声声入耳 竹林对面的房间 正在处理密函的夜军爵 行着声音起身 朦胧的夜雨中 透过稀疏的竹林 叶军爵看向对面 同样开着窗的房间 可是 正当叶军爵 听曲儿听得入神 那琵琶声戛然而止 雨夜寒暴 莫要染了风寒 琵琴啊 我没那么娇气 他们娘四个 被陆泽谦照顾得无微不至 感觉四肢都要退化了 唉 明明是那么俊美 那么温柔 又那么优秀的男子 偏偏要让他经历 人世间种种的悲痛 云南月真是替他感到心疼啊 听着小曲儿的小星星 不知何时睡过去 小手枕着脑袋 流着口水 陆泽谦轻轻轻地将他抱起 放在床上椰好被子 若是这一幕让外人看见 一定会误以为 他们是真正的妇女 时间不早了 南月早早休息 明天雨停了 还要赶路 唉 等等 南月 嘘 别出车 房间上有人 嘻嘻嘻嘻的声音 从房檐上传进了 脚步极轻 对方既是高手 又来者不善 带着小星星去另外一个房间 这里我来处理 陆泽谦说了一句小星 就抱着睡梦中 还在吃糖糊入的小星星 离开了房间 他知道 如今自己武功尽废 对于云南月来说 只能是个雷坠 那果不其然 陆泽谦前脚刚走 黑衣杀手就错窗而入 手中长刀是不留分说 就砍向云南月 狗贼 拿命来 黑衣杀手 一刀刀砍下去 伴随着一声声的叫骂 我靠什么 想杀我就算了怎么还骂人呢 一点职业素质都没有 小心我投诉给你差评 去死吧狗贼 又是一声狗贼 杀手们势必要将对方碎尸万段 才甘心呢 随时 云南月所在的房间对面 又一波黑衣杀手出现 又要刺杀房间里的男人 就算你有神明必有 今天也是你的死期 受死吧 忽明忽暗的烛火下 泛着森寒光芒的长刀袭来 眼看着一把长刀利刃 将要刺穿夜军爵的心脏 一瞬间 破人的威压骤然而起 无法形容的强大气息 似乎要将这天地间万物 全都压制在脚下 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弥漫在杀手的心间 逼迫着他 急忙收招 后退束 更是心生不及 情报中不是说 陆家大公子陆泽谦 身重巨夺 武功尽尸马 为何还这般强大 何人派你们来刺杀本王 本王 等等 你不是陆泽谦 那你是谁 当今摄政王的名讳 也是你们配叫的 得知眼前的人是夜军爵 这可比十八层炼狱的妖魔鬼怪 还要恐怖的名字 搞错了目标的杀手们 连丝毫求生的欲望 也消失得荡然无存 杀光的最后的一个人 贺东江长剑 从杀手的心脏里拔出 就十分嫌弃的 在他们衣服上是蹭过来蹭过去 这才收回救票 王爷 他们要杀的陆泽谦 是不是 京都首富陆家的敌张子 真是奇了怪了呀 杀手的目标是陆泽谦 怎么会错将王爷 当成了陆家的人啊 狗贼 你图我唐家满门 回我唐家百年纪 今日 即便是我变成厉鬼 也要将你拉入地狱 永世不得吵生 杀手大哥 你是不是搞错任务目标了 我是一个已婚丧妇 带着三个娃的 倾国倾城小妙人 啥时候图了 你们唐家满门 他什么时候杀了 唐家满门了 园主就是一个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菜鸡 那别说杀人了 踩死一只蚂蚁 都要哭昏过去 穿越过来的他 那更不可能做出 杀人满门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五年来他可是安安稳稳 在十八牢狱过着生活呢 那退一万步讲 就算图门 也图不到八竿打不着的唐家 他要图 也是图云家满门 和那个谁谁谁啊 你不是狗贼的鹰爪 莫也骗我 我们已经得知 狗贼就住在清越客栈 天子一号房 你不是狗贼的狗 还是什么 喂喂 能不能文明点 素质点 除了狗贼 你还会说别的字吗 还有 睁大你的喘气的窟窿眼 听好了 这儿是清越客栈 天子二号房 是二号房 就你这文化水平 还想当杀手 一和二都分不清 你二到什么程度了 天子一号房 在那边 真是 他觉得自己这个鹿痴 能当杀手 已经是杀手界的奇迹了 嘿 没想到穿越到了古代 他竟然看到了白痴 也能当杀手 哎呦 这奇迹在线呢 即便如此 你也逃不了干系 和狗贼住得这么近 你一定是他的狗女人 你这样子很让人火大哦 哦 赶你赶啊 人可以蠢 但不能不讲道理啊 那照你这个道理啊 我和你爹都是人 那我岂不是 你的好大爹了 狗女人 你在羞辱我 你看你 说话说得好好的 又发脾气了 哎呀 要不我吃点亏 我叫你杀手大哥 你叫我一声 好大爹 竹林对面的天子一号房 听着窗外传来的对话 贺东没忍住笑出声了 哎呀 虽然不知道 那个女人长什么模样 但这张嘴 那不是一般的损啊 不过从二人的对话 他也猜到了七七八八 今天晚上两批杀手 闯入青月客栈 想要杀王爷的那批 唐家杀手 误入了天子二号房 而想要杀天子二号房 陆泽谦的杀手 又勿将王爷当成了他 不知廉耻的狗女人 我先杀了你 再杀狗贼 气势汹汹的唐家杀手 直到再一次冲上去 言语间更是骂得难听 只不过 冲上去的唐家杀手 李明南远离 一巴掌呼在脸上 整个人被按在泥泞的地面 不停地摩擦 我他妈跟你说多少遍了 老娘的大冤种傻叉相公 死了多少年了 骨灰都让人养了个屁的 还他妈的狗女人狗女人的叫着 真当老娘没脾气吗 房间里听着那道口吐芬芳的女生 说到自己相公悲惨的遭遇时 叶军爵低垂的毛子微微抬起 眉头不自觉皱着 心生几分不悦 而且打了两个喷嚏 一个喷嚏是响 两个喷嚏是骂 谁这么胆大包天敢骂王爷啊 河东拧着粗眉 脑海中罗列着王爷的死敌名单 这王爷对头这么多 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呀 看清楚 天子一号房在对面 若是再来烦我 老娘弄死你个小智障 云南月并没有杀掉 唐家杀手的心 也无心恋战 只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 回到房间确保孩子的安全 你叫什么名字 纵然隔着细雨 隔着窗 可还是清清楚楚 传入他的耳朵里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么一句话 生生绊住了他的脚步 一股埋在心底最深的恐惧 呼 升了起来 是他出现幻听了吗 要不然怎么会听到 那个男人的声音 五年前 是云相府嫡女的他 被亲爹 当作利益权衡的棋子 送进了夜王府 大婚当晚 可怜的少女便屈辱地死在 叶军爵的鼓掌之间 成为他解读解欲的工具 也许是原主临死前的恐惧 刻在了骨子里 一直到现在 偶尔午夜梦回 男人无休止疯狂地索取 以及冰冷刺骨的蜂魔话语 仍像梦魇般 让人挥之不起 喂 小娘们 我们家爷问你话呢 你叫什么名字 他想看清楚对方 长得什么样子 来否定心中的疑虑和慌乱 看了好一会儿 也看不清对方是人是狗 第一 我不叫魏 第二 问别人的名字前 最好报上自己的姓名 第三 我帮你们清除了麻烦 公子不表示感谢 反而如此态度 不觉得很丧良心吗 哎 你这小娘们还挺横 告诉你 我们家爷可是京都有名的大善人 说出来都怕吓死你 才说了 我们爷也帮你清除了陆家的麻烦 咱们扯平了 喋喋不休的贺东 没有道出夜君觉真实的申问 只用了大善人三个字 含糊了过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 听到大善人三个字后 云南越紧绷的鞋 瞬间松了 许多人许多事 往往会因为一个绰号 甚至一个字 得到宽慰 得到解脱 此时此刻的他就是这样 那个男人是偏执 风批 又暴虐的 又怎么会和大善人三个字 扯上毛关系呢 吓死了 吓死了 还好 有惊无险 想想也是 远在京都的狗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穷乡僻壤的客栈 真是自己吓自己 那行吧 看在我们互相帮助的份上 咱们之间扯平了 小娘们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家里都有谁 父母是干什么的 家里几头牛几头猪 要不要来我们爷府上做小妾 保准你吃香喝辣 穿金带银 扯蒙大善人台爱 夫君刚死八年 唯一丧夫带着三个五岁娃娃的寡妇 只想平淡渡室 无缘不见 声音消散 人也随之消失在夜色里 只剩下贺东扒拉着手指头 一脸认真地算计着 夫君死了八年 孩子五岁 这个难题 这 这后想不对吧 他咋这么懵呢 当日临风城客栈小院的女子 小粉团的娘亲 会是五年前的她吗 王爷 大事不好了 圣证玉子受伤 还请王爷速速回宫 干 又他娘的是这个梦 抬手遮挡窗外的阳光 醒来的云南月 浅骂了一句梦中所见 哦 又是那个善而不宜的梦 而且越往都城走 这个梦就越来越平凡 梦里所见也越来越真切 该死的云年昌 该死的叶君爵 云年昌就是原主的生父 叶北国的相爷 更是将云南月送下地狱的罪魁祸首 按照很多穿越小说和电视剧的套路 占据原主身体的穿越者们一定会为她讨回公道报仇雪恨 拳打扎跌脚踩白莲花 撕破出一条爽文的血路了 同样 她差哪了 但是她并不打算这么做 一句老话说的好呀 王奶奶为什么活了九十九啊 哎 因为她不管闲事呗 前世作为杀手 她更是秉承着人死占消这个理念 获得了夜内外一致的五星好评 穿越过来的她 也是秉承着如此心静 享受着崭新的自我 带着三小只 吃吃喝喝油油玩玩它不香吗 干嘛瞎掺和公斗宅斗各种斗啊 这不给自己造麻烦吗 娘亲亲 谁是夜君爵呀 是一个小傻瓜 小星星知道 她为什么变成小傻瓜了吗 因为啊 她吃了好多好多的汤 人呆呆傻傻不说 还掉了好几个牙齿呢 变得丑丑的 小星星想变成 没有牙齿的小傻瓜吗 不要不要 我不要变成没有牙齿的小傻瓜 走进房间的云颜云夜两兄弟 听到娘亲和妹妹的对话 娘亲 妹妹还小 但您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长子的语气中 多少有些无奈啊 就似乎已经习惯了 知道了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吃完了早饭 收拾行囊 一行人准备出发 大哥 你也听到了吗 听到了 他们都听到了娘亲口中 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叶君爵 这个名字一听 就让人讨厌 你们两个做什么呢 还不上车去 一个笑咪咪 一副要算计人的架势 一个眼睛里像是藏了刀片 要嘎了谁 哪个到了八辈子血霉的人 又惹得自家俩小祖宗了 不想活了 不得谦 驾着马车离开客栈 顺着预定的方向 向着都城行进 想什么呢 昨天晚上就见你心事重重的 戴身上 可以压制住你身体里的毒 南岳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是挺麻烦的 人们想着解了毒就好 但你家那群缺了大德的杂碎 下了不一般的毒 想要解毒 怕是要费一番功夫了 本想着来都城 停留十日就走 可现在看起来 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二爹爹你放心 我娘亲医术超级厉害的 你要相信我娘亲亲 说到这儿 云星辰从山前的小胯包 拿出一条绿色的小星星水晶吊坠 我把最爱的小星星送给二爹爹 他一定会保佑二爹爹长命百岁的 一个月后 陆泽谦驾着马车 带着云氏母子四人 终于到了叶北城的都城了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 提前半个月就可以到陆家的 可是半途着陆泽谦独性发作 服药后昏迷了几天 作为代驾的云南月 就挑起了驾车的重任 于是 不用猜也知道 都走错了呗 要不是苍天有眼呢 保佑陆泽谦提前一天醒过来 这两大三小五个人怕是 不提了不提了 娘亲亲 我想吃糖葫芦 要最大的那个 不行 你刚早晨吃的糖 不准吃糖葫芦了 娘亲亲 娘亲亲 人家就吃一串 就真的就吃一串就好了 可她娘呢 真她娘的稳如 泰山一动不动啊 冰星辰立刻转移目标 二爹爹 人家想吃糖葫芦 好想吃好想吃 好 二爹爹给你买 咱们吃最大最甜的糖葫芦 好耶 二爹爹最好了 超爱二爹爹的 你们敢 二爹爹你不能怂 拿出你的男人本色 告诉我娘亲 今儿这糖葫芦 我吃定了 不可 二爹爹也惧内 听到惧内 小星星一脸的笑嫌弃 先停车 我去药铺瞧一瞧 你们四个乖乖等着我 尤其是你 陆泽谦 不准给小星星 买糖葫芦吃 早起早回 知道了娘亲 嗯 乖 嗯 放心吧 娘亲亲 我绝对不会吃糖葫芦的 嗯 擦了擦口水 云星辰幽黑的双眼里 窃窃期盼着娘亲赶紧去药铺 这样他就可以拉着二爹爹去买糖葫芦了 我很快就会出来 你别妄想了 即便是这样 小家伙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看到云南月踏入药铺的那一刻 他抓住陆泽谦的手 就杀下那卖糖葫芦的大叔 小杂状 敢偷东西 哪试着寻寻boss打吧 此时 顾远处想起了一声叫骂声 伴随着哭声回荡在众人的耳畔 围观的人士指指点点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手上前解围 不要打我哥哥 帮我还给你们 我不要了 求你们不要再打了 魂蜜大爱的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状 也不瞧瞧你们偷吃的是谁家的饭食 说着 这大汉揪住小女孩的衣领 将其从少年的怀中揪出来 提在半空中 抬手一个巴掌打下去 这小女孩当场就昏了过去 可这大汉呢 还觉得不解气 更是轮圆的力气 要将这小女孩扔到对面的河里淹死 不要 不要 本该被大汉扔到河里淹死的小女孩 被一道飞跃在半空的蓝色身影叫死 原以为是哪位露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呢 可定睛一看 是一个冷面的五六岁的小公子 偷盗固然有罪 但罪不至死 两位又何必下此中手 你他娘的是谁家小娃娃 不管回去喝奶 管老子闲事 信不信老子把你们也扔河里喂鱼 听一见 这蓝衣小公子就将他身前 数倍身心于他的大汉 打倒在地上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鬼 竟然敢动云家的侍卫 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 云家 是云年昌的云家吗 正是 这偌大的京都除了咱们相爷 谁他妈敢相爷 怕了吧 晚了 听到大汉口中提到云家 云年深邃的眼眸 微微地抬起 看似温和的笑意藏着运弄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叶王府马车 耳等速速退去 当听到叶王府三个字 百姓们是面色大变呢 有一个算一个 咕咚咕咚跪在地上 那是爬 也得爬开一条路啊 大胆 胆敢扰了叶王尊家 找死 不是 叶王饶命 叶王饶命 是那两个小子使坏 我才冲撞了王爷的马车 叶王饶命 我是无辜的 是他们暗中出手伤人 他们 他们是刺客 对 他们是派来 暗杀王爷的刺客 为求自保 大汉扯出云言和云夜 是刺客的说辞 可就算是如此 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了保障叶王的安全 叶王府的侍卫 也将目光投过去 看向一蓝一白 两个小东西 毕竟从前 也是有骨骼惊奇的人 冒充过孩子 欲要对王爷行刺的 只是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们怎么觉得 这小哥俩 长得很眼熟呢 越看越眼熟 就像 嗯 缩小版的王爷 一毛一样 贺东大哥 王爷在外面 是不是有私生子呀 我的国家 贺东早就凑到兄弟俩面前 那时上上下下 左右又前前后后的看 像 臣像了 王爷 你看 贺东伸出双手 想要一左一右 抓住云言云夜的衣领子 送到叶军爵的面前 瞧个仔细 可抓了个空不说 左右手一阵酸麻 疼痛在一瞬间遍布全身各大惊络 疼得他险些 没瘫在地上 很优位 这俩小家伙有趣啊 本想着再一次上前 抓俩兄弟 王爷看 可谁知这二人主动地走上前 你就是叶王 叶军爵 正是本王 这心底里生出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 这像极了当日在凌风城客栈 见到的小粉团子 本王既然告诉了你们名字 礼尚往来 你们也需将名字告知本王才是 与你无关 江叔叔说的王爷 必定是娘亲口中憎恨的那个名字 也是害得娘亲落入十八楼宇的罪魁祸首 伤害他娘亲的人 必须灭了他 但是在云夜直见 甚至要叨了叶军爵的那一瞬间 只听咔嚓一声 一道惊天的天雷从天而降 吓得众人一个机灵 云层中 雷声如恶龙咆哮翻涌着 零言抬起头 深邃温润的眼底 有着极许猜不透的笑意 不知是在嘲笑苍天的不公 还是笑着什么呢 我们只是无名小辈而已 不劳烦夜王挂念名字 后会有期 想要为娘亲讨回公道 现在不是最佳时机 娘亲所受的委屈 当儿子的必定会依依讨要回来 哥 他 我们走 回去晚了 娘亲会担心的 再次相见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稚嫩的狠话落下 云夜跟在云岩身后 不甘心地走了 消失在人群里 位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百姓 一个个除了本能的恐惧 就只剩下一脑子疑问 话说这俩孩子 是谁的小祖宗啊 还是说天上下凡的小神仙 敢对夜王拔剑 还敢这么说话 威胁他 就算是圣上 也不敢轻而易举 做出这些事吧 不仅仅是百姓们不解 就连回过神的夜王府侍卫 也是一脸的懵逼啊 咱们家王爷被俩小崽子给 贺东找不到合适的词 来形容自己看到的这幅画面 羞辱 威胁 骂了 还是啥 反之王爷不仅没有当众 宰了这俩小王的独自几天 更是少有的耐心询问 人家叫什么名字 不过该说不说呀 真他娘的像啊 简直一毛一样啊 这两小王不独自 简直就是王爷的拓印缩小版 任谁看上一眼都会觉得 他们是一家子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这五年他家王爷那是过得比和尚 还清心挂欲 除了五年前大婚的那一天 让人下了药 和相府送来的棋子云南月 疯狂了一晚 他就再也没进过别的女子的身呢 奇怪 真是奇了怪了呀 陆家 灵堂的中央 一口上好的棺材 摆得方方正正 两边跪着穿校服的族人 我可怜 我可怜有苦命的真儿啊 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还说吓不得你呀 二爷您节哀啊 大公子已经走了 大公子已经走了 这个家就只能靠您撑着了 您若是爱上过度 大公子在天之灵 也会难过的 泽谦啊 二叔的好侄儿啊 你怎么忍心 你带着二叔一起走吧 陆家二爷 陆远方 惨痛地哭泣着 那模样 恨不得真要和死去的陆泽谦 肩并肩上西天 隐没在人群中看戏的云南月 一个没忍住 笑出声了 这陆家二爷的演技真心不错啊 看得我都跟着伤感起来了 这要是放在二十一世纪 奥斯卡金宗里妥妥的呀 大胆 竟敢在大公子的葬礼上笑 来人 将这无知的妇人拉下去乱棍打死 不可以打我娘亲亲 你才是无知妇人呢 我娘亲亲可是能玩能武 能打流氓的情女子 还有 二爹爹你明明还活着 他们为什么说你死了呀 二爹爹 谁二爹爹 灵堂中人们顺着小粉团子的视线看过去 去看他口中所谓的二爹爹 可是看到人群中穿着白衣的公子 众人表情是足足愣了十个喘息的功夫 陆泽谦 他不是死了吗 他不是应该躺在棺材里吗 一瞬间前来吊咽的宾客回过神火 林堂是炸了火 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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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二叔 一定想不到我会活着回来吧 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 你能回来 二叔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个坏蛋 你是大坏蛋 你趁着二爹爹行伤 在他身边安插了坏蛋 让坏蛋给二爹爹下毒 要不是我娘亲亲神医盖世 二爹爹早就化作白骨了 二爷是大公子的亲叔叔 才不会做出谋害大公子的事 你个小王八糕子 别信口开河 我才不是什么小王八糕子 我是娘亲亲的宝贝女儿 我也没有信口开河 娘亲亲 什么是信口开河呀 我只知道信口最的合了面 可好吃了 二叔那么心疼你 怎么会害你呀 定是这中间生了误会 都怪那些下人 误报了你的事情 害得二叔还以为你遭了难呢 这才为你办了丧事 回来就好 都说了 苦什么苦 会去死了 喜事生了误会吧 还要多谢二叔心中挂念 泽谦心中甚是感动 陆泽谦没有继续揭穿 陆方远做的好事 不是因为他心善 而是要让这陆方远 下场更加的悲惨 大哥哥 明明是他下毒魔害二爹爹 二爹爹爹为什么 还有感动呢 陆叔打算请君入瓦 在瓮中捉憋 又知道 就是小王八 原来二爹爹的叔叔 是个小王八呀 二爹爹要把大坏蛋 做成小王八套 一旁的陆远方 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脸上的假笑 藏着恶狠狠的印度 小兔崽子 到时候老子倒要看看 谁先成王八套 陆泽谦 为云南岳母子四人 安排的住处 叫厅语楼 独门独洞 各种设施都很齐全 厨房浴池应有尽有 院子里的小桥流水 是花花作响 各色花草 景色美不胜收 云南岳走进了院子 一边看 一边忍不住羡慕嫉妒恨 这陆家不愧是首富之家 瞧瞧这高床软枕 这玲珑醉玉 瞧瞧这奢华到了极致的一切 有钱好 真的娘的好 你们三个就在院子里玩 别乱跑 娘亲去煎药 或许我们找到了 害娘亲的人 啊 什么时候的事情 叫什么名字 存在哪 下午娘亲买药的时候 如果一切都如我们所想 夜君爵便是 害娘亲入狱的罪魁祸首 大哥哥的意思是说 那个叫夜君爵的大坏蛋 就是咱们的渣爹爹 明言点点头 虽然很不想承认 可事实他就是这样 娘亲之所以一直推脱来夜北国都城 必然和夜君爵有干系 想来是不愿意让夜君爵发现我们的存在 因而做出伤害我们兄妹三人的事情来 所以我们既要帮娘亲报了仇 就不能让娘亲知晓咱们的计划 心生担忧 与夜君爵的一个照面 让灵言明白了 那个强大到让人恐惧的男人绝非善类 所以要用的法子也并非寻常之法 可即便是这样 他们也一定要为娘亲讨回公道 承旨扎爹 咱们的计划就叫 关于如何蛮姑娘亲戚 走向报复扎爹爹的正义之路 第一版 你们几个爹爹姑姑说什么呢 刚刚煎好了药 从厨房出来的云南月 一眼就看到三小枝站在桥上 小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 我们在说娘亲亲超级漂亮 我们怎么会有一个既温柔又贤惠 还总会给我买糖糖吃的娘亲亲呀 打住 温柔贤惠我承诚 扣一个反对 我去买药的时候 吃了几根糖葫芦 没 没有 人家才没有吃芝麻豆沙 小的糖葫芦呢 没有的 赶紧干了这碗药 我还要回去给宰子们做饭呢 劳烦南月亲自送药 不劳烦 陆大公子花了大价钱请我治病 身为医师 我定是要尽职尽责才是 今月夜里都城有花卉 不知南月可否赏脸 带着三个宝贝与在家游湖赏月 一切消费由我负责 游湖的事情晚上在意 记住了 这一阶段 除了我给的药和食物之外 外人所给的一切都不准沾一滴 懂了吗 我会牢牢记下 辛苦南月了 不辛苦不辛苦啊 只要钱到位 一切都好说嘛 面纱之下 这云南月脸上那贪财的表情啊 那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也要吃饭 要养家糊口的 云言云叶长大了 那结婚要聘礼 小惺惺长大了 结婚送陪嫁 这都是钱 咱不能寒酸了不是 哎呦 又当爹又当妈 太容易嘛 可不得精大细算呗 事业 今夜是独成每个月一次的花卉 这花卉啊 不明思义 就是百花的集会 哇 二哥哥 你们看 天上好大好大一个花灯 娘亲娘亲 我们去放花灯好不好 走嘛 走嘛 云行尘 拉着云南月 来到了放花灯的地方 母女俩拿着笔 分别在花灯上写下字 将这灯放飞 许愿神明保佑男亲亲 大哥哥 二哥哥和二爹爹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王佑我有吃不完的糖果 王佑炸爹爹明天出门被仙人掌炸到 小家伙 用最恶毒的言语 诅咒某个渣男倒霉 相比云行尘 云南月的愿望就简单多了 两个花灯升到半空 可一阵不适的风吹过来 风吹灭了花灯里的明火 从半空中掉下来 正好挖在河岸西凤楼 三楼阳台的栏杆上 谁的花灯落在这儿了 诶 王爷 怎么还有你的名字呢 手欠搜搜的贺东 将写着夜君爵三个字的花灯提起来 从第一个字开始念 医院儿女身体康健 开心快乐 二愿钱多宝负 宝负钱多 三愿神明保佑 永远不要遇见狗逼 贺东急忙刹车 略过君爵两个字 王爷 有人骂你 大大包天 竟然敢骂王爷是狗逼 让我查出来 非多碎了他喂狗 云南月 本王找到你了 哇 好漂亮的烟花 娘亲亲你看 你看 那么大的烟花 云星辰指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绚烂的光彩 映在那有如星辰璀璨的眼眸中 一张小脸更是灵动可爱 云烟和云夜坐在一边下棋 好像这热闹和他们没关系 啊 小心点 莫要落了水 嘿嘿 男亲亲放心 我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 就在这时 对面一艘大船驶过来 开船的人 也不顾船上有没有别人 哼的一声 人走着就撞在一起 这一撞 直接将站在船头 看烟花的云星辰 震出好几米 隔头躲 撞在木板上 流了血了 好痛 星辰 小心心 妹妹 妹妹 泽谦哥哥 真的是你吗 泽谦哥哥 泽谦哥哥 我听他们说你出事了 还以为你死了呢 看到你活着 真是太好了 可是陆泽谦的目光 全都在受伤的云星辰的身上 完全无视耳畔叠叠不休的少女 小星星 二爹爹去找医师 二爹爹别担心 我娘亲亲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师呀 泽谦哥哥 你看看我 我是宁星呢 你的宁星妹妹 泽谦哥哥 是不是因为这个野女人 使用了狐媚之术 迷惑你的心神 你才没看到我的 你太过分了 泽谦哥哥 你 你居然为了一个掩护 立即吼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使用妖术 迷惑了泽谦哥哥 泽谦哥哥也不会对我这般态度 明言 带着弟弟妹妹进船苍 知道了 娘亲 就在仓门关上的那一刻 一道白色的身影 几乎是一瞬间出现在上官宁星的面前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清清楚楚回荡在众人的耳畔 但是这个巴掌只是开始哦 反手啊 叨叨叨叨叨 一巴掌一巴掌落下去 云南月 来来回回 结结实实 打了上官宁星十几个嘴巴子 然后过 一脚把她踹到船下了 一声 绿衣少女落入了水里 你最好祈祷 祈祷我闺女平安无事 说她有甚何不适 我会让你知道 身不如死的滋味 前女人 你敢打我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让你死无赠身之地 错骨扬灰 永不翻身啊 跟下人救下来的上官宁星 蹭了一声 拔出侍卫剑的大刀 呀哈哈 冲着云南月就冲了过去 她完全忘记了 刚才被打的 没有还手之力的事 在长刀即将 扎入云南月心脏之际 陆泽谦一步上前 将云南月护在身后 上官小姐自重 南月是我陆家的上兵 并非你口中的污秽之物 泽谦哥哥你让开 今天我必须杀了这个 隐狐狸精的剑女人 上官小姐若是听不清楚 本公子再重复一遍 南月是我陆家上兵 谁也懂不得一分 若有为之 我陆家将以举足之力 将其从世间抹杀 我不管 我就要杀了她 再次提到上前 她不管了 为了她的颜面 今天必须要宰了 这个贱女人 又是一巴掌 上官宁心直接被打愣了 这回云南月 没有把她踹下去 而是当着众人的面 单手掐住 上官宁心的脖子 把她举到了半分钟 陆泽谦 我若是杀了你的宁心妹妹 可会心疼 南月做什么都无妨 急气由我 陆泽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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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意识的上官宁心 又落入了水 三日后 被五十万两送到陆府赔罪 过世不后 不是五千两 也不是五万两 而是五十万两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 真当我上官家 怕了你们不成 谋杀大小姐又敲诈勒索 我要去告官 何事这般吵闹 敢惊扰了王爷尊驾 好好好 一艘皇家大船 欢欢地行驶过了 怎么会是夜晚啊 这火炎王上这干什么来 王爷 还请王爷给草民做主 他们陆家欺人太甚 伤了我们家大小姐不说 还要敲诈上官家 请王爷明见 回王爷 是上官姑娘动手伤人在先 陆磨出于自保 不得为之 陆泽谦有意无意的 挡在云南月的面前 辩驳着上官家所说的伪证 将人带上船 王爷有令 你 你 你 抬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人 都上船来 王爷明见 我家小姐心地善良 本要关心大公子的安危 可谁知那野狐狸精 信神嫉妒 欲要杀了我家大小姐 回夜王 此事与他人无关 是上官小姐 与在下之间的恩怨 你呢 有什么话想说 一句问话在别人看来 是问和上官宁心之间的争执 可其实不然 没有他的准许 私自离开十八楼狱 说他死了八年 捕灰被养了 现在更是和旁的男人 私混在一起 辱骂他是狗逼 云南月 本王倒要听听你如何解释 云南月调整好了心态 他千算万算 千房万房 可事实真的是应了 世道无常 大常包小常这句话呀 他是千想万想 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环境下 遇见他夜君绝 真他娘的造面 回王爷 你叫本王什么 你的声音很合本王胃口 告诉本王 你的名字 这是错觉还是什么 他竟然察觉出 夜君绝话语中 潜藏的笑意 难道说这狗东西 认出自己了 不能啊 五年未见 他又戴着面纱 那别说夜君绝了 就算是元主扎爹 云年昌那个老畜生 面对面看着他一个时辰 那也认不出来 回王爷的话 名妇叫南月 藤文北月思南月 可一如人各一方 嗯 是个不错的名字 听口音 你并非夜北国人 是 名妇是陵南国的医师 自次来夜北国 便是为大公子巧病 谁知 却被上官姑娘 误会了什么 云南月不想和夜君绝 继续自己户口本的事 只想尽快了结此事 岔开话题 王爷明鉴 是上官您先 伤了名妇的女儿在线 名妇这才迫不得已还手 而且在场许多人亲眼瞧见了 我被 你恶人嫌告状 明明是你这个狐狸精 伤了我家大小姐 这怎么就变成你是受害者了 再瞧瞧 瞧瞧你这骚狐狸样 带着三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 嘿 定不是好东西 来人 王爷 卑之在 上官一族教女无方 伤害无辜 拖出去 协 斩了 王爷 斩几个呀 贺东当然知道王爷的性子了 所以还是问明白的比较好 要不然 不知道哪一点惹得王爷不高兴 啪啪啪 就是几十军棍 那滋味绝了 是斩那个锅造的嬷嬷呀 还是算上这上官家的大小姐呢 但只是小小的片刻 不等叶军爵开口 贺东心领神辉 为之明白 贺东起身 大手一挥 示意叶王府的侍卫 将上官家大船上所有的人抓起 全部叛守侍卫 我又一时间的求饶声哭喊声是连天响啊 听得人毛骨损然啊 不要杀 我不想死 我不想 我的个怪怪 不愧是七国远近驰名的风皮王爷 说啥就啥呀 眼睛都不眨呀 二十八条人命啊 南越 本王与你清白 礼尚往来 你要如何报答本王啊 回王爷 罢了 本王罚了 这份恩情先欠着 以后本王自会讨要 我们将王爷罚了 大公子 南越夫人 请下船 皇家豪华巨轮 又驶向远方 这个王爷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南越 你与叶王认识吗 怎么会呢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而已 怎么会认识高高在上的叶王呢 上官宁心的事情 因我而起 明事 我便搬离陆家 南越安心住在听雪楼便是 万事有我在 既然云南越不想说 陆泽谦也不能追问 但是不管是谁 都伤不得他半分 上官家如此 那个男人 也是这样 今夜花卉 本想让南越放松下心情 不承想 会自生出种种麻烦事 是我的疏忽 大公子严重了 说大公子实在过意不去 赔偿个几千几百两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下早已以身相许 去去几百两几千两 又何妨呢 还记得这事呢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小孩子不懂事 随便说说的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吗 谢我 谢俊杰 让爹爹打败蛋 小星星奶胸奶胸 资着奶牙 要不是俩哥哥拦着 他非得出去 教训教训那大坏蛋 给娘亲出出恶气 哥哥 我 我好生气 他丢在眼前 可是 可是 做事万不可冲动 我们要顾忌着娘亲的感受 明白吗 嗯 知道了 回到陆府已是半夜了 我留下陪着他们吧 夜里也好有个照应 不用 谁招惹他们 谁倒霉 云南月 早就在房屋周围设下了禁制 但凡有不长眼的闯入房间 那下场会非常的惨 你回去的路上也小心一些 南月 好吧 陆泽谦很想流行 奈何他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理由流行 若是强行流行 会招来无端的闲话 毁了南月的亲吧 再等等 等到陆家的事情解决 他会亲自向南月提亲的 也许是因为身上沾染了血腥味 令南月决定去听雪楼配置的预防洗澡 这时一道悬色的身影 悄无声息 进入到院落里 糖葫芦 糖果 糖味 好甜呀 原来当日在凌峰城客栈 遇见的那个简风症的小娃娃 是她的女儿 怪不得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将来这一定是妇女之间 才有的血脉相连之情吧 哎 你猜对了 此时非法闯入明宅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夜王 夜君爵 也许是妇女间心意相通 又或者是让尿憋醒 你是谁 哦 本王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帮我捡风症的本王叔叔 本王叔叔 你怎么偷偷来我娘亲的房间呀 云星辰又问了一句 让夜君爵射死的问题 那他总不能说 夜里辗转反侧出来散心吧 然后走着走着走着 呀 就走到了陆府厅雪楼诸如此类蹩脚的理由 还有 且应该叫他爹 不是叔叔 本王有难言之隐 你放心 本王不会伤害你 难言之隐 那他说 我娘亲亲说过 一文钱别倒英雄好汉 本王叔叔那么温柔的人 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才做小偷的 那 这些钱 本王叔叔拿着 答应我 以后可千万不要偷东西了 好不好呀 望着女儿善良的大眼睛 望着他送来的银票 听着女儿温暖的关切 夜君爵真想现在就把女儿偷回王府 本王叔叔 你要不快走吧 我娘亲亲要是知道你来偷东西 你就会把你的屁股打开花的 本王叔叔 夜君爵方才就想问他 为何一直叫他本王叔叔 难道说 是他一直以本王自称 所以女儿误会 他的名字叫本王吗 本王可否与你娘亲一样 叫你小心下 哎呀 本王叔叔快走吧 我娘亲亲看到你的话 真的真的会生气气的 房门吱压一声 被人推开 洗碗澡的云南月 走进卧房时 先一步夺窗而出的夜君爵 站在房外 今日来的匆忙 等到下次见面 父王一定给你买 好多好多的糖果 云南月 你到底还有什么在瞒着本王 一日 你们三个乖乖听话 哪里也不准去 娘亲亲 回来的时候 给我买一串糖葫芦吧 好不好嘛 好吃 吃大块的 娘亲亲路上小心 娘亲放心 儿子会好好地照顾 弟弟妹妹们的 云南月要找一株草药 这种草药呢 寻常的药铺是没有的 陆家也没有 必须要用最新鲜的植株入药 也是解开陆泽谦余毒的关键的一味药 不许给人添麻烦 知道吗 南月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他人伤了三宝二蛋 显儿啊 那就麻烦你照顾三宝了 听陆泽谦的口气 云南月就知道 他向错方向了 他的意思是说呀 让家里那仨左腰小能手 都安定点 别给人添麻烦 当娘的怎么会不清楚 自家崽子什么秉姓啊 那人钱一个个乖宝宝 卖萌 嗯嗯 求抱抱 可这三小只算计起人来 嗯 那是一点不含糊呀 不说了 我出发了 趁着天黑前赶回来 林南月骑着白马 从陆家出发 咔哒咔哒咔哒 向着青云寺跑去 离去的他并没有注意 在他离开陆家的时候 身后的一辆马车 同样启动 好像也是去那个方向 王爷 陆大公子带回来的 那个女人的 三个孩子的双孙子 为何与王爷 长得如此小小 说是王爷 您的儿子 悲知多心 而且瞧着 那仨孩子五岁的模样 那总不能说 那蒙面女人 就是五年前 被送入十八楼域的 云南月吧 而且那三个孩子 也正是王爷和云南月 疯狂了一整晚的成 国 等等 假设 叫南月的面纱女人 当真是五年前的云南月 五年后逃离十八楼域 带着王爷的三个血脉 回来复仇 这 倒吸了一口凉气 贺东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王爷 他又干你 贺东一回头 更是惊恶万分 他 他竟然看到王爷笑了 那笑容 像老父亲一样的慈祥啊 王爷这是冲撞什么了吗 说话间 这马车停在了青云寺的山门外 叶军爵走下马车 阻止贺东的跟随 一个人踏入了青云寺 喂点啥呢 留在马车上的贺东是愁眉苦脸啊 来了啊 音音啊 我这个人呢 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就是希望两位大佬 能保佑我三个宅宅平安健康快乐长寿 顺便保佑他们 少作妖 来来啊 音音啊 我刚忘说了 等治好了陆泽谦以后 我们母子四人就离开独城 求两位大佬发发慈悲 别再让我遇到狗鼻叶军爵了 这伙真这么麻烦封闭 当年我就摸了他几下 他就把我扔十八楼玉去了 我靠 你说你不说你摸回来就是了 被一字一句骂了个遍体鳞伤的叶军爵 也没有走进去和这个女人对峙 也没有问问 什么叫狗鼻 偏执风提王爷 说的又是谁 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似乎等着某人自投罗网 等着云南越见到他时 脸上既慌乱又震惊的样子 可是 守树带兔的叶军爵 没有等来云南越 他等来了一个光头老和尚 叶王殿下 您怎么在这儿啊 老和尚就是青云寺的住持 和叶军爵有过几面之缘 看到依在门边 脸色不善的叶军爵 那蹭光瓦亮的老和尚 满心的不解呀 叶 叶王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二来 叶王眼底能映出水的阴沉 原因何为呀 难道说 人世间已经没有叶王的对手 他是要来找菩萨干架吗 阿弥陀佛不可不可呀 山里风寒 不远处就是劳那的住处 叶王若是不嫌弃 本王在等爱妃上香 王爷是和王妃一起寄香来了吗 哦 老和尚明白了 原来一口一个芬芳 骂着叶军爵的面纱女子 就是叶王妃呀 他就说嘛 这世间哪有人敢这么骂叶军爵呀 原来是自己人 是他王妃呀 可王妃早就从侧门走了 没有告知王爷吗 指着大雄宝殿的侧门 老和尚告诉叶军爵 云南月背着竹篓 上侧山采药去了 悬色身影闪过 老和尚只觉得自己的袈裟都被掀了起了 一个偏执丰批可欺 一个口吐芬芳可富 二人天生绝派呀 青云寺的周围 一个什么糖 背着竹篓的云南月弯着腰 哼着儿歌 到处寻找记忆中的草药 可是找了好一会儿 他也没有见到一株龙鳞鸢尾花 都哪去了呀 以前明明记得又来着 叶军爵盯着云南月的背影 看了很久 看着他从南面走向北面 又从北面走回南面 再从南面走到北面 这么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走了八九四 一脸苦恼 深邃的眼眸间生出了一抹疑问 这女人不认识鹿吗 为何会在原地转圈 叶军爵想的没有错 这云南月呀 她就是在原地打转 你们还记得不 就之前赶车的时候咱说过的 这个女人她是个鹿虾呀 可是她不自知 而且还疑问 从前明明见过龙鳞鸢尾花的 这怎么现在没有了呢 可是说来也奇怪呀 作为鹿痴的云南月 竟然独自一个人骑马 找到了青云寺 想来是因为循着脑海中原主残留的记忆 另一边 鹿家 听雪楼 以娘亲鹿痴的程度啊 怕是没有三个时辰回不来 夜王府在北城 我们坐马车抵达北城 需要大半个时辰的时间 一来一回足够了 大哥哥 二哥哥 我们走 云星辰 雄啾啾气昂昂走在前面 一身小粉裙走路带风 他们要去找扎爹报仇 让扎爹知道 他们兄妹三人的厉害 妹妹 走错路了 兄妹三人坐着马车 前往夜王府 路上 驾马车的中年男子 和仨孩子结伴 心中生起了恶命 这仨小兔崽子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主 这要是绑了换钱 那他后半辈子 那不是荣华富贵 享受不尽了吗 只是车夫刚想下手 云星辰的一句话 大消了他的举动 夜君举虽然是咱们的爹爹 但他对娘亲做的事情 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打掉他的大门牙 车夫叔叔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云夜闭目养神 可是不代表 他没有察觉到车夫的恶意 眼底寒意生起 蓝色的身影 俐落的八剑中 木剑文准狠 击中了车夫的头顶心 真一剑 自然是要不了车夫的命的 但是能给他掌掌教训 三位少侠 夜王府到了 车夫顶着满脑的包 乖乖的将他们仨送到了夜王府 等到三小只下了车 那是钱都没要啊 咻 一击绝尘 驾着马车逃 战场就在眼前 为了给娘亲亲报仇 我们上 站住 夜王府重地 闲人面金 我们要找夜王 劳烦侍卫叔叔通报一下 我们找夜王有重要的事情商业 守门侍卫看了看三小只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怎么觉得自己见到了缩小版的王爷呢 你们三个等一会儿 不久之后 郑主没有出现 反倒一个又一个夜王府的侍卫 来到了大门前 站在云烟云夜云星辰的面前 是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 瞧个不停 周延大哥 你说像不像 我看见他们就跟看见王爷似的 像 那一天我就觉得眼熟 你说他们是王爷的种 我都信 这还是那句话 那真像 一毛一样 小娃娃 告诉叔叔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 为什么来找王爷 哼 不告诉你们 你们来找王爷 又不告诉我们目的 那我们如何去禀告王爷呢 哼 就不告诉你们 他云星辰 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 哦 哈哈哈哈 周延终于忍不住了 被云星辰的举动 给萌的破防笑出声了 不许笑 不许笑 我生气了 他是来打架的 可是这些大坏蛋 竟然嘲笑他 可恶 我可是 我可是很凶很凶的 可是 某个自以为自己很凶的小朋友 非然没有得到尊重 反倒更是萌得在场的一众大老爷们 直男新囊 一万点的萌化暴击 哈哈哈哈 不行了 我被可爱到了 买糖买糖 快去 买糖买糕点 周延上前就想捏他的脸 就在他伸出狗爪子 即将捏到小星星脸蛋时 手中木剑 稳稳击中他的手腕 滚 揉着酸胀的手腕 周延并不生气 反倒更加笃定地点着头 这眼神 简直和王爷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认定了 眼前这三小只 是王爷的肿 小家伙大人挺疼的嘛 师从何美啊 哼 有趣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小孩子 练练招 搜炎拔出剑 不过 将拔出的剑插在地上 反手握住剑鞘 作为武器 小家伙 别说叔叔欺负你啊 你能抵得过我三招 你要什么 输给你埋什么 哼 可见这云叶 先发之人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周延 周延只是抱着玩的心态 和一个五岁的小孩过不招 就像是陪小孩玩家家酒 可是谁知道 当木剑和剑饼对接的一刹那 他握着剑饼的虎口 竟是被震得发麻 紧随其后的 林叶利用身形的优势 绕到周延的身后 手中的木剑 再一次击中成年男子的后心 疼得周延是呲牙咧嘴 嗷嗷直叫啊 等等等等 你这小子 下死手啊 哼 我手中若并非木剑 你早已密散黄泉 有意思 既然这样 叔叔我也要认真对待了 你 不是我的对手 小朋友 话别说得太早 叶王府的侍卫 在惊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有如此深不可测的武功之时 手里也忙着剥开糖果皮 一颗糖果一颗糖果 喂着云星辰 小可爱 你哥哥很猖狂啊 哼 我二哥哥超级厉害的 我要吃那个惨美美的糖果 还想吃什么口味的糖果 叔叔喂你 一边下 来 看书给你买了糖葫芦 花开两朵 个表一枝 还在山间转悠的云南月 完全不知道自家撒雄孩子 现在正在夜王府闹事呢 而且还受到了 怎样非一般的待遇 果然是迷路了 叶军爵笃定自己的想法 倒也不是说比 只是 这种地方都能迷路 也是各种翘楚了 此即此 他似乎想通了一件事 从十八楼玉离开的云南月 迟迟没有出现在叶北都城 也许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在于他自身方向感极差 没找对路 后来遇见了陆泽谦 这才顺利到了这儿 哎呀 可他妈找到你了 老娘找你这个必要人 要都找了一上午了 干 听着那又空灵 又柔又魅 又污糟糟的话 哎呦 一上午的时间 叶军爵 早已不记得自己皱了多少次眉了 哎呀 万象 找到了就好 将龙林渊尾花放在小竹篓 云南月转身就走 一边走一边还哼着小调 看着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 叶军爵第N加一次皱眉 哎呀 要是他没看错 这女人走的不是出路啊 她往这山林的更深处走了 对 事实就像某王也想的一样 云南月发现自己是越走越偏 走着走着 竟然走到了一处 从未见过的湖泊 哎 玩他们肚子 又走错地儿了 老天爷啊 你玩弱啊 想我肤白貌美大长腿 我能提笔空江山 我能马上定乾坤 尽可其身压正态 腿可提臀硬皱鸡 你便为给我加了个陆痴的人设 我尴尬呀 二十一世纪执行任务时 有高科技导航 你就是身处死亡沙漠 也能绝处风生 可是现在呢 难不成要等着陆泽谦 发现他走丢了 找人来捞他吗 太丢人了 我靠 让别人知道了一定不会觉得我是个陆痴 一定会认为我是个脑子有毛病的白痴 一声惊雷响起呀 万里无云的天空 不知何时阴云密布 看那天色 不久将有一场大爆了 果不其 电科之后狂风开始呼响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心盆大眼哗的一声 从天而起 万西 在湖泊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处洞穴 洞穴中还放着干柴和食物 应该是猎人进山打猎 临时休息的地方 哼 老娘虽然露痴 但老娘幸运值满满 用火石点燃木柴 云南月起身 脱下湿零零的外衣 搭在杆子上烤火 就在他解开那衣袋子 准备一起脱下来烤杆时 洞穴中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好与宽衣解带的他 四目相对 面纱还未来得及解香 带着面纱的云南月 和出现在洞穴里的夜君爵 四目相对 哇 深邃的眼眸 映着那具如杨之鱼般白皙的躯体 目光定格在云南月脱下 但为全脱的 嗯 云南月周深杀气大开 还没看清对方是人是鬼 也甭管得是神是魔 极具攻击性的 一掌拍出去 直击夜君爵的面门 就这一掌 要是真的被击中了 那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啊 也许是五年前的前车之剑 夜君爵本能的 哎呀 错善了 避开云南月这一击绝杀 可是紧随其后的 又是第一 第三招袭过来 每一次都直奔着他的命门 要将他杀之而后快 骨节分明的双手 钳住了云南月的手腕 高高举过头顶 高大修长的身影 更是将云南月 牢牢地笼罩在身上 南月夫人 可知刺杀本王的相长 噓 正要一记 段子绝孙腿奉上的时候 突然间耳边 想起那该死又熟悉的声音 夜君 王爷 夜君爵怎么在这儿 他不是在夜王府 过着奢靡的生活 出现在这鸟不拉屎的丛林 他干什么 谁能给他一个 合情合理的解释呀 本王与你不仅无冤无仇 反而有恩在身 可南月夫人 却要将本王置之死地 该当何罪 我并未看清是夜王殿下 我以为是哪里闯进来的狗熊 王爷能不能放开手啊 嗯 林南月这才发现 他们俩现在这姿势 那是相当的不正经 就像是在某个弹丸之地的 爱情动作片一样 将将尿尿 放手 若本王放开手 南月夫人又想着 灭了本王的口 该如何是好啊 我刚才勿将王爷 当成了狗熊 才下了杀手 还请王爷放手 云南月不知道 夜君爵怎么会出现 但是现在 他们必须分开 如果让他察觉到 自己是谁 正当云南月思考着 要怎样从他手中脱身时 钳指他的双手忽然松开 只是也不知道某王爷 是有心的呀 还是无意的 松手的时候 指尖碰到了云南月 光洁的腰身 哟 那一刹那的触碰 好像触动了什么开关 五年前一幕幕画面 无休止地蹦出来 在云南月的面前 南月夫人在想什么 没什么 王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打链 夜君爵脱下 湿漉漉的衣裳 将他架在火堆边 靠着 王爷 真是好兴致 话中有话 还带着嘲讽 云南月缓缓地 吐出一口浊气 压制住 要将夜君爵 毁食灭迹的冲动 不能生事 家里还有三宝在 不能因为一时冲动 做出不可估量的后果来 他妈的 上午刚刚起求如来观音 莫要让他遇见狗王爷 好家伙 这才多久 俩人 就在这儿遇上了 这以后出门可得看皇历 可千万不要像今天 到了十把辈子写霉 本王还不知 南月夫人家在何处 名妇家在零南国 是个医师 相公死了八年 娃三个 王爷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南月夫人的相公 是如何离世的 打猎从山上摔下去了 就被车来来回回 碾成了片片 被糞叉子 差去喂猪了 本王倒是有些 同情南月夫人 以及南月夫人 死去八年的相公 死就死了 就算她还活着 我们母子四人 也不想再见到她 为何 没有为何 孩子是我舍命生下来的 是我寒心如虎养大的 是我教孩子们 识文断字 是我岁岁年年 守在宰子们身边 他们那个毫无人性的 扎爹 不过是送了 几颗种子而已 笑意更冷 字字句句 回荡在洞穴内 云南月起身 穿上已经烤干的衣服 目光也看向夜君爵 倘若他们的爹地活着 想要与我争强我的孩子 作为母亲 即便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我也会保护自己的孩子无忧 洞穴外 倾盆大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 穿好衣服后 云南月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只留下夜君爵一个人拧着眉 看着那道身影 来来回回在洞穴外 一遍又一遍 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女人跟紧了本王 不行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云南月拒绝和夜君爵 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那至于山洞里的事 就当被狗咬了呗 临终甚是危险 即便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三个孩子考虑 劳烦王爷了 虽然说不想和他 处在同一个画面 可是再怎么转悠下去 不知何时又会下雨 再咱们久久不见他回来 是要担心的 来之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己不会再迷路 而且重复再重复 来往陆家和青云寺的路线 陆泽谦这才没有亲自跟过来 小半个时辰之后 两个人终于走了出去 本王送你回陆家 不劳烦王爷了 我自己开车来的 云南月再一次拒绝 叶军爵的好意 转过身却发现 原本应该拴在青云寺门前的马 不见了 就剩下一套马绳 他的马沙拉蒂呢 看样子 南月夫人还是要劳烦本王了 上车 多谢王爷好意 我自己走回去 打死云南月 都不会和夜军爵坐一辆马车回陆家的 可谁知下一秒 一道人影从马车上走下来 直直拽住云南月的手腕 霸道地将他抓了上去 去陆府 是 王爷 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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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成 王爷真的看上了个寡妇 王爷和南月两个人 头发凌乱 衣衫凌乱 一看就经历了 比较热情似火的动作 我的天哪 古男寡女两人 不会 那个那个了吧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贺东好奇的 敲咪咪回头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他 看到云南月 正在给自己做婢子妖的时候 更是确凿两人发生了 男女之间该发生的事 实锤了 真的实锤了 王爷被寡妇睡了 咱家王爷的清白没了 南马车里的云南月 可没这闲工夫 理会贺东那眼神 而是将猪楼里的植株 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将这花瓣 一片一片地摘下了 他做的药 也不是什么 乌气八糟的壁子药 那是给陆泽谦解毒的 南月夫人 似乎很关心陆家公子 坐在马车中央的夜军局 始终盯着云南月 看他一举一动 小心翼翼 都是为了陆泽谦 眼底生出一丝不悦 简简单单一个恩 就没了回应 云南月这一声恩子 惹得某王爷 渐眉微调 修长的大手 去拿桌上茶杯时 一个不小心 烫到了杯子边缘 这水呀 洒得哪哪都是 当然了 从杯中流出的茶水 也冲散了云南月 刚刚捏好的 龙铃鸳尾花药丸 本王手滑了 手滑了 你怎么不说 你脑子滑了 狗屁 老娘刚刚做好的 龙铃鸳尾花药丸废了 只想把你的狗爪子 给剁了喂狗 干 云南月调整呼吸 避免自己因为一时冲动 和这狗的王爷打起了 世界如此美好 我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终于 第二颗龙铃鸳尾花药丸捏好了 云南月转过头 翻找着装药的小瓷皮 用来保存刚刚捏好的药丸 可就这么一个回身的功夫 咚了一声 叶军觉得手中落写一本书 稳稳地扁在药丸上 厚厚的一本蓝色风皮的书啊 几乎将三维球形的药丸 排成了二维圆形的药渣渣 而且某王爷脸上 那是半点没有歉意 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笑 方才有只蚊子飞过 本王替你打死了扰人的蚊虫 不必沿线 那还真感谢王爷的 大恩大德 不用客气 为了防止某人在搞破坏 云南月制作第三枚药丸之后 就立刻把它塞到小瓶子里 南月是怎么认识陆泽谦的 就那么认识的呗 将装着药丸的小瓷瓶放在怀里 回了一句话 云南月闭上眼睛 心中默念着 别跟我说话 我烦你 当我是透明人 别跟我说话 就等我死了 可惜啊 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驾车的贺东 想自家王爷和云南月的事 想得出神 未曾注意到前方一个凸起的石块 车轮在压过的一瞬间 整个车身颠簸在半空 又重重地落下 由于惯性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以及量子力学的作用 原本靠在马车上 闭目养神的云南月 也跟着腾空而起 只是在落下之时 却不偏不倚 落在夜君爵的怀里 不仅如此 由于方才下了雨 道路上一片坑坑洼洼 两旁的石头 也被雨水冲到了道路上 以至于车轮每碾过一块石块 夜君爵怀中的云南月 都会随之颠簸起身 温热的唇角 更是隔着面纱 一下又一下 亲在了夜君爵的脸颊上 夜北国的都城很大 郊外下了雨 但是都城一直是艳阳天的 夜王府的门前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小娃娃 书可只用了三成的功力 周炎呲牙咧嘴 扭了扭生腾的后背 这臭小子 下手够狠的 专打痛楚 我只用了一成功力 所以 手下败将 你输了 话说的那叫一个狂傲 那叫一个无敌 好像天地间的万物 都被他踏在脚下 都要臣服于他 越是去看 这周炎就越发肯定 面前这个干翻一切的小男生 铁定是王爷的种 王爷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啊 王爷一早就离开了 赶紧去派人找啊 侍卫们可不单单是让小星星蒙住了这么简单 他们也是在拖时间 让王爷赶紧回来认亲 这对一万步讲 就算这仨孩子真的不是王爷的血脉 那让个刚儿子刚闺女也是可以的 侍卫说的话很小声 可还是让云言听到了耳朵里 既然王爷不在 我们也不便叨扰了 叶君爵不在 我也不知道王爷在没在呀 作为叶王府的侍卫 不知道王爷在不在府里 你偏小孩呢 走吧 谢谢叔叔的糖果 来 这些糖果都拿着 以后想吃糖了 就来咱们叶王府 吃多少 叔叔们给你买多少 叔叔再见 说到吃糖 云星辰是从来不客气 领着满满一兜子糖果 颠不颠追上俩哥哥 还不忘和侍卫们挥手说拜拜 大哥哥 咱爹爹不在家呀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去叶王府呀 这次是娘亲到郊外采药 他们才趁着午睡的借口溜达 那下次呢 放心 一定有机会的 同一时间 回京都的马车上 你是在勾引本王吗 没有 王爷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绝对没有勾引王爷的意思 哪怕一丢丢都没有 回过神 不 准确来说 是惊吓之后的云南月 一个大跳 从叶军爵的怀中跳出来 并且保证自己对他的心哪是干净 卫生又纯粹 绝不掺杂任何下流下作勾引等不正经的心理 我向天发誓 方才的一切都是无意为之 说行生半点对王爷不敬之心 我愿意丹生五十年 不 丹生一百年 回去的路我记得 多谢王爷的恩情 后悔无期啊 马车已经驶入京都了 跳下车的云南月 一流烟消失在人群里 贺东 看着早就没影的女人 转头看了看面色不善的王爷 王爷 都是卑职的错 卑职见那匹马场的郡下骑一下 没成想 那匹马竟然撩绝子跑了 这才害得王爷和那女人同乘一车 卑职甘愿受罚 贺东以为 是因为他手欠 要骑马的原因 才导致接下来一系列的事物 更是因为那女人的种种行为 惹得王爷不高兴了 所以说 罪魁祸首的他 赶紧主动认错 不就是实习军棍吗 你又不是没挨过 回去领赏 是 王爷 卑职领 领赏 为 为啥呀 去采药的云南月 回到了陆家听雪楼 虽说走错了几条街 可还是误打误撞 成功地回来了 对于一个陆痴来说 这相当不容易了 此处应有掌声啊 还想着派人去接你 累了吧 小看我 我可是云南月 你的小命还握在我手中呢 吃了 扔给陆泽谦一尊白色的瓷瓶 瓶子里装的 正是今日采摘的 龙林鸢尾花制作的药丸 原本有三例的 却让那狗王爷糟蹋了两例 为了我 南月辛苦了 路上可遇到了别的事情 没有啊 挺太平的 一旦陆泽谦的毒彻底解了 他们母子四人就要离开这儿了 告诉他 只会徒增麻烦 所以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大不了他在离开夜北国之前 放一把火 烧了夜王府 顺便将云甲也一并烧了 说到云甲 他也该是时候 去拿回原主娘亲的遗物了 哎 崽子们呢 南月走后不久 眼儿一耳 小星星便睡了午觉 这个时辰应该醒来了 睡午觉 哎呀 这当娘的还不知道 自家闺女什么德行 他们仨会乖乖睡午觉 太阳打稀本出来了 心存疑虑 云南月一步一步走向卧房 娘亲亲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我们家小可爱 梦到了什么呀 我梦到娘亲亲 大哥哥 还有二哥哥 都给我 好多好多的糖果吃 哦 还有 还有各种各样 口味的冰糖葫芦 嘿嘿嘿 嗯 梦境是很美好的 但现实呢 是很残酷的哦 另一边 夜王府 王爷 您的三个私生子 不对 是今日下午有三个小孩子来寻王爷 其中两个男孩 是那日与云家市委发生冲突的孩子 还有一个可蒙可蒙的小女孩 被只用一兜子糖 得知小可爱叫云星辰 继续说 另外两个孩子 不知道叫什么 但穿蓝衣服的小男孩 把背着给揍了 周延啪一下 撩开上衣 哎呦 那青一块紫一块 全是云叶给他揍的 这要是真刀真枪 哼 他周某人都成八段了 凌赏去吧 啊 周延和贺东那表情啊 一模一样 他们不是很理解 这赏 从何而来啊 因为 我把马放跑了 因为 我被小孩子揍了一段 话说这可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王爷不但不乏 还赏 为啥呢 这 这 为点啥呢 夜王府的书房 王爷 该用膳了 嗯 吃着吃着 眼前浮现出白日里洞穴里的一幕 马车里云南月慌乱的眼神 以及脸颊所处的那一抹温热 漠然 某王爷嘴角勾勒出一抹灰肠明显的弧度 看得贺东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打王爷和寡妇出了山林之后 心情看起来就特别的好 难道说是因为 王爷过了五年清心寡欲的生活 被一个寡妇强占后 尝到了各种滋味 刚才书拿到了都没有察觉 现在吃饭还开始走神了 哎哟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一个寡妇的魅力 竟然能迷惑到王爷 何东 呃 卑职在 去买一些糖 要最好的 是 卑职都带问王爷 是送哪位大臣吗 送本王的女儿 说到本王的女儿这几个字 哎哟 叶军爵冰冷的眼眸 浮现出了一抹老父亲的慈爱 女儿今天来看他 却让他扑了个空 作为父王 他定是要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糖果 等门道歉的 呃 贺东蒙了 他完全蒙了 王爷输拿反了 吃饭吃着吃着笑了 现在莫名其妙多出一个小郡主 你看你看看看 王爷脸上还散发着父爱的光辉 哦 我的天哪 谁能告诉他这一切到底是咋的啦 虽然不了解 可贺东还是买来了夜北国最好的糖果 这一颗糖果就得十两银子 不用跟着本王 并退了侍卫 叶军爵拎着一兜子糖果去往路去 亲自登门向女儿道歉 与此同时陆家听雪楼 等到确认女儿和儿子睡着了 云南月换上黑色的衣服 在房间四周不屑静置 飞身一跃 嗖 离开了听雪楼 向着云家搬去 而此时 从墙外跳进来的叶军爵和云南月 一个进一个出 俩人完美错过 推门而入 一只剑弩 飞了 叶军爵侧身躲避 这才没有被脆了剧毒的剑弩射中灭门 本王叔叔 本王叔叔 你别动 娘亲在中文剩下了禁止 跟着我的脚步 不要出错呀 好 本王跟着你 本王叔叔 你又来当小偷了吗 可是 我没有钱了 不是 这一次 本王来给你送糖果 糖果 对 糖果 小猩猩 喜欢吗 喜欢 太喜欢了 谢谢本王叔叔 可是 我不能拿 娘亲亲答应我 明天买糖葫芦 所以 我也答应娘亲亲不吃糖了 你娘亲呢 娘亲去云家了 这种外婆都一误了 小家伙其实什么都知道 所以乖乖闭着眼睛睡觉 让娘亲不要担心他们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云家 云年昌 嗯 就是 外公大坏蛋的家 我外公 超级超级超级坏的 江叔叔说 我外公当年把我娘亲 嫁给叶军爵那个大坏蛋 还威胁我娘亲亲偷东西 哼 更是要给娘亲亲下毒 本王叔叔 你是不知道 我娘亲 是世界上 最好 最好的娘亲了 可他们竟然为了利益 让我娘亲亲 嫁给一个不喜欢的 叶军爵大坏蛋 害得我娘亲亲 受尽苦楚 而那个大坏蛋 还把我娘亲亲 扔到了十八楼域 让他自生自灭 云星辰 念着云年昌的坏 念着叶军爵的坏 殊不知 被他一口一个大坏蛋 叫着的男人 正是蹲在他面前的 本王叔叔 小猩猩怎么会知道这些 看着女儿气鼓鼓的表情 叶军爵很是心疼啊 可是他所调查的一切 和女儿说的有些出入 五年前云南月 受云年昌所指 嫁入夜王府 并且以自身为毒 让他失去理智 为的就是夺取 夜王府的一件宝贝 只是可惜啊 后来计划败露 云南月便想着刺杀他 最终被送入十八楼域 可也正是因为 五年前的剧毒深入体内 导致他头痛剧烈 难以入眠 甚至 我当然知道了呀 要不是因为夜君爵 这个渣男爹爹大坏蛋 我娘亲亲 也不会在生我们的时候 险些出事了 渣男爹爹大坏蛋 听着女儿对自己的形容 夜君爵的心里不是滋爱 如果真的如小星星所说 云南月是被云年昌 胁迫向了毒 那当日他百般苦苦哀求 也是情有可原 可后来他再醒过来 却以剑相对 下手决绝 又要如何解释呢 何二行 如果此时此刻云南月 听到夜君爵这些话 一定会把他十八辈祖宗 都挨个问候一遍 还如何解释 一晚上疯狂的肆虐 让原主魂归西天 老娘刚刚穿越来就要被喂狗 换你你也得自保吧 还有逼脸说这样的话 夜君爵你良心都被狗吃了 对 夜君爵虽然是我们的爹爹 但他做出了伤害娘亲的事情 他便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坏蛋 哼 渣男爹爹大坏蛋 我们要给娘亲亲报仇 所以说 小星星今天去夜王府 便是要找本 呃 爹爹算账吗 夜君爵这才明白了 原来今日儿子女儿找上门 真正的目的是寻仇的 不是爹爹 是渣男爹爹 哼 小星星 本王想问你一件事情可好 本王叔叔你说吧 如果夜君爵也不知当年内情 无意间做出了伤害你娘亲亲的事情 但在得知一切的真相后 选择弥补 那小星星会原谅他吗 从女儿口中得知 五年前的那一夜 另有原因 看来他得重新调查一下 当年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如若当中真的有任何的误会 夜君爵看着云星辰 想从小星星口中听到好的结局 毕竟他夜君爵的女儿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 也必定是最善良的孩子 但是 哎呀 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龙生龙凤生凤 夜君爵和云南月生的孩子 又岂能是凡胎呢 原谅渣男爹爹是佛祖的事情 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渣男爹爹去见佛祖 爹爹放心 我一定会顺利嫁给夜王 并从夜王府拿到爹爹想要的东西 才不会像云南月那种又蠢又笨的女人一样 被送到十八楼宇 太难人难了 小绿茶标你骂谁又蠢又笨呢 云年昌和云思蕊父女俩并没有发现隐藏在暗处的云南月 早知道云南月什么也做不成 还被丢进了十八楼宇丢咱们云家的脸 当年我下毒的时候分量就该重一些 让他死了一了百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爹爹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了 爹爹放心 我有信心让夜王爱上我 我也一定会从夜王手里拿到爹爹一直都想要的宝物 至于父女俩口中所谓的宝贝是什么 五年前的云南月不知道 现在他当然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他算是明白了 啊 合着五年前那事 是这对父女联合起来陷害他呀 当年的园主虽然提防着云年昌 却是丝毫没有防备一个十岁的妹妹 可是没有想到 反倒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云思蕊 在天水里下了药 害得园主发了风似的 和同样发了风的夜军爵 打了一夜的架 最后打输了 嗝屁了 爹爹 我听旁人说 说是十八楼运有恶人逃了出来 云南月会不会也在其中逃回了都城啊 云南月已经死在了十八楼狱 我们云家只有蕊儿一个大小姐 知道了 爹爹 女儿一定要好好孝顺爹爹 曾几何时 园主也这般傻傻地相信云年昌充满父爱的话 可结果呢 就是他信任爱戴的父亲 联合最宠爱的妹妹 一起将他推向死亡的深渊 藏在黑暗中的云南月 他看着云年昌父女俩渐渐远去的背影 没有急着动手 不急 等找到原主娘亲的遗物 老娘再送你们云家一份大礼 转身寻着记忆 回到母女二人居住的宅院 当年这里也充满了温馨的笑意 可如今是杂草丛生 推开老旧的房门 寻着脑子里的记忆 云南月在房梁上 找到了一把蒙着厚厚灰的钥匙 以及一封泛黄的书信 你是何人 苏月儿 不 你不是苏月儿 你真是我娘亲 你是南月 云南月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老娘正是 要不是云南月躲得及时 这口老血就要溅在他身上了 过靠至于吗 我名字有这么下人吗 没想到你真的活着回来了 唉 别吐了 一会儿失血过多死了个球的 大哥 你要不先顺顺气场吗 云南月 你是苏月儿的女儿 啊 我知道啊 我不是我娘亲的女儿 我还能是谁的女儿啊 我的意思是 苏月儿的 我先给你施针 你安稳地睡上一觉 三日后我会再来 是好心吗 是玄虎济世吗 no 都不是 他就是想知道 这男子要说什么 毕竟当年原主的母亲 死得很离奇啊 云南月将钥匙和书信 揣入怀中 悄悄离开破旧的宅院 也离开了云家 但是他说过 会给云家一份大礼的 所以呢 临走前某个女人十分好心的 放了一把火 轻客间 这火是越来越大 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 琵琶啦烧了起来 一直到半个夜空都被照得透亮 哎呀 走水啦 救火呀 快 救火 快快快 这边 已经是夜晚入睡的时段 陵府那叫一个热闹 看着冲天的火光 云南月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 善良的笑 今天烧你们云家一半房子 三天后再来补齐另一半 回见 慌乱的人群下 只有他 迈着欢快的步子 离开了云家 而被侍女们围在身后的云丝蕊 朝着云家正门看过去 一双绣眉 紧紧地凑在一起 云 云南月 休有胡说 看着被大火吞噬的一座座厢房 林年昌没有理会云丝蕊的错觉 爹爹 女儿真的没有胡说 确实是云南月 他真的回来了 云丝蕊指着正门 他笃定 他就是看见了消失五年的云南月 他绝不会看错 那个贱女人 他真的回来了 云南月换回了寻常时候穿的白衣 他戴上面纱 向着陆家继续前进 但是 问题出现了 因为他明明记得回去的时候的街道 是一条笔直的大道 这怎么出现一左一右的分叉 要不是云南月知道自己是因为路痴才迷了路 他绝对会认为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 左边的路和右边的路像是双胞胎 那么到底哪一条才能让他回到路家呢 点点 点红点 红点绿 狗放屁 在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路之后 云南月采取了十分科学的方式 进行概率分化的选择 于是 他将选择权交给了一个 屁字 就你了 选择了左边那条路 某女人迈开步子 准备按照科学化抉择的道路回到路府 既不是左边 也不是右边 而是这里 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了几个朋友谈生意 回来的时候 正巧看到了南月一个人 杜泽谦本来想说 看到他一个人来来回回的晃悠 说是不知情的 定会觉得他遇到了鬼打墙 其实啊 他只是单纯的迷路 本王叔叔 怎么了 你说 渣男爹爹为什么要伤害我娘亲亲呀 我娘亲亲是天下间最好的女子 虽然她喝完酒后会耍酒疯 大家从来不讲武德 还总是会迷路 但是我娘亲亲武功好 一树高 除一棒 哼 等见到叶军爵那个大渣男爹爹 我一定要打掉他的大门牙 某王爷不自觉摸了摸尚且健在的牙齿 无奈地笑着 小猩猩不是要送他去见佛祖吗 怎么又要打他的门牙 那就先打掉他的大门牙 然后再送渣男爹爹见佛祖 云星辰聊着聊着 困了 小匪手拉着叶军爵的大手香香地摔过去 乖 父王一定会补偿你们 看着女儿那张熟睡的小脸 叶军爵心中那一抹 对家的期待更加浓烈了 时候不早了 你也倒点休息 记住了 明天早晨什么都不可以吃 好 麻烦南越来 下午才对他头怀送抱啊 更是连续签了他十三次 这才多久 就对别的男人有说有笑 云南越呀云南越 你好到他本事啊 这有什么麻烦的 陆大公子可是出了高价钱 我作为医师 当然要亲自熬药送货上门啦 算你实相 没有背着本王与他人做不轨之事 南越也早一些休息 明日下午我们去白宝喽 听说那里会贩卖一些珍奇的药材 我还真有点困了 明儿见 晚安 房间里某王爷在女人踏入房间的一瞬间 熟练的顺着窗户顿去 虽然说夜君觉也不清楚 他干嘛非得像做贼似的避开云南越 古有梁上君子 今有墙头王爷 夜色中夜君觉覆手而立 顺着窗户看向云南越脱衣服的背影 脑海中不自觉的浮现 在洞穴中出现的一幕 纵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却将他的美景一览无余 哦 要比新婚夜那天 嗯 磅礴多了 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 勾勒在嘴角 看样子某个狗王爷心情不错 陆家望月轩三楼 陆泽谦站在三楼的窗边 将听雪楼的一切尽收眼底 自然也包括黑暗中 那一抹离去的身影 夜君觉 调查的如何 回答公子 云南越便是五年前 被夜王送入十八楼域的夜王妃 亦是云相府的嫡女 按照时间推算 云炎云夜和云星辰 便是夜君觉的血脉 只是 属下 有一件事情不懂 既然 云南越为夜王生下了三个孩子 自然会母凭子贵 得到相应的名粉地位 可云南越 却以面杀世人 这是为何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云南越要是在这儿 只会回答黑衣侍卫一句 当然是为了夺狗逼夜君觉呗 还能为啥 为狗 一日 白宝楼 卖线 青神刚下回鱼 地华 我听说呀 那个白衣面纱的女子 就是大公子带回来的女人 还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寡妇呢 啊 怎么可以 我们大公子一表人才 寡妇怎么能配得上她 一定是那个寡妇用了特殊的狐媚手段 才迷住了大公子的心 姐妹们 咱们一定要把大公子 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喂 你的粉丝团要把你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呢 能将我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 唯有南岳细身 无端端的 哪个不长眼的祖宗又招惹王爷不高兴了 贺东点起脚尖 看了看窗外 这才明白 造成王爷不开心的原因 是那小寡妇和陆家公子走得太近了 哎 对 小寡妇 在贺东的心里 小寡妇已经成为云南岳的代名词了 嘿 你说说这伤奶说了一件 难道说是因为王爷过了五年清醒寡欲的和尚生活 这一小寡妇占了便宜之后 就变得 有些不正常了吗 不是他当侍卫的吐槽自家主子 哎 王爷的口味越来越掉了 不仅对一个小寡妇产生了异样的兴趣 还想着给小寡妇的三个孩子当爹 王爷 要不要不一直把小寡妇 把南岳夫人叫过来陪您 郭宗 从云南岳踏入百宝楼起 野军爵的目光就一直随着他移动 尤其是看到陆泽谦 向他伸出手的时候 那眼底更是不悦 好在云南岳拒绝了他 女人算你识相 要是敢当着本王的面挽别的男人的手 本王就将你重新争取十八楼宇 你等着 南岳在看什么 没什么 这应该是他的错觉吧 否则他怎么感应到叶军爵的气息了 不对不对 肯定是他想多了 小星星 不准再吃糖了 来这百宝楼的一路上 小家伙又是糖果又是糖葫芦 那小嘴就没停过 再吃下去 牙齿不要了 二爹爹 娘亲好凶凶啊 我就是想吃一块糖果 就这么一块 娘亲亲也不许 好 二爹爹准了 咱们就吃一颗糖 最后一颗糖 好不好 好业 二爹爹对我最好了 我超喜欢二爹爹的 但是 在陆泽谦 拔开糖果的糖衣时 云南月 一个眼神 就让头敌的陆泽谦 瞬间叛变 二爹爹想了想 你娘亲的话 不无道理 吃多了糖 对牙齿不好 咱们不吃了 不争馒头争口气 二爹爹 你是男子汉 不能收了娘亲亲 哦 那云星辰小朋友 你来告诉告诉维娘 你是怎么打算又争馒头 又争气呢 当然是 听我们 清国清城 能玩能武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打得了流氓的爵士 小妙人 娘亲亲的话啦 不让吃糖就不吃 爱娘亲亲哦 比心 比心 发射爱心 这做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 该怂就得怂 娘亲亲 我去看大哥哥孩儿哥哥下棋啦 好甜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好在昨天把本王叔叔拿来的糖果 躺在了床底下 哦 糖果呀 果然是天底下最好吃 最好吃的东西啦 好幸福 真的好幸福呀 叶军爵阴沉着脸 一手煮着下巴 一手轻轻敲击着砖 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这一声又一声 敲得贺东心里毛躁躁的 想问吧 就不敢 很显然 本就心情欠佳的王爷 在听到女娃娃 叫陆泽谦二爹爹的时候 心情更不好了 很荣幸 诸位爷赏脸 今儿咱们百宝楼 一共拍卖七件物品 还是老规矩 价高者得 诸位爷 别光顾着看我呀 这便是百宝楼 今日拍卖的第一件宝贝 离山玉翠屏风 底价五百两 三千两 五千两 一万两 七万两 老子出十五万两 最终一个负得流油的商人 以十五万两的高价 获得了百宝楼第一件拍品 那商人 拿丽山玉翠屏风的时候 还光明正大的 摸了一把红衣女子的腰身 哎呦 那笑容叫一个猥琐 娘亲亲 那个叔叔对漂亮小姐姐做了很不好的事情耶 那个胖胖的叔叔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漂亮小姐姐一直在拒绝你 你就不要做坏事了 你谁家的小兔崽子 敢管老子的事情 商人李大海 抬起头了 看向三楼雅尖的方向 可就这么一眼 吓得他当场怂得差点跪下 粉衣女娃娃身后 陆家大公子笑眯眯的看着他 可虽说是笑 那眼底可没有半点温度啊 愣得他后背嗖嗖的 但是隔壁男人的目光 更是让李大海死的心都有了 我的天哪 这啥运气啊 他怎么会在这儿 遇见陆家大公子和叶王两尊大神呢 杭叔叔你做了坏事 就要给漂亮小姐姐道歉 我 我不问道歉 李大海这是咋的了 中邪了 这怎么怕得比三孙子还三孙子呀 最终得到红衣女子的谅解 李大海连针玉翠屏风都不要了 连滚带爬离开了白宝楼 更是头也不回骑着马 离开了夜背锅的京都 虽然不知道夜王和这小女娃娃关系 但是他笃定 夜王定是宠爱极了这个小姑娘 再加上陆大公子在其身后 不行不行 这夜背国是再也不能呆了 他立刻举家迁移岭南国 诸位爷 下面来拍卖今天的第二件宝贝 沐月子时 整理好心情的红衣女子 介绍着沐月子时的来历 起拍价依旧是五百两 加价随意无上限 一万两 南岳可喜欢 我买给你 四万两 一块破石头你出家四万两 你疯了吧你 你钱都给我 我穷啊 我像年这种大善人接济啊 云南月本来要阻止陆泽谦 拍下沐月子时的 可是陆家一开口 要加价的人纷纷退让 笑会儿 你和陆家杠前 没这个资本 这沐月子时 注定是陆家的所有物 可就在红衣女子 即将落锤敲定之时 三楼的亚尖又有人加价 翻了一倍 八万零 谁呀 那是谁加的呀 真敢和陆家比钱多 庆他是条汉子 到底是谁呀 真想看看本人 众人抬起头 看向三楼的方向 可惜呀 以他们这角度 啥也看不见 十万 陆泽谦 把沐月什么玩意儿的石头 让给隔壁的渊大头 你敢出家试试 好 听南月的 陆泽谦放下手的同时 眼神若有若无 看了看隔壁 春角藏着几分胜利的笑 最终 这沐月子时 以八万两的价格落地 但是价值八万两的沐月子时 刚一到叶军爵的手里 某王爷立刻 捏得粉碎 看着一地的紫色镜石墨 贺东拧着眉咬着唇 一脸心疼到猝死的表情 那可是八万两 八万两啊 就这么没了 王爷呀 您和小寡妇生气 吃醋就吃醋 您别糟蹋钱呢 那可是真金白银 买来的宝贝呀 这隔壁的小寡妇 你也是的 都睡了我们家王爷了 怎么还和陆家大公子 不清不楚 暧昧不明 不仅如此 还说王爷是个冤大头 瞧把王爷给气了 那天天 什么是冤大头呀 冤大头就是说 花了冤枉的钱去做去买 不值当的事情和物品 枉费钱财的人 哦 我知道了 就是小笨蛋 隔壁某王爷 听到自己的女儿 说她是小笨蛋的时候 一张阴玉的脸 竟是泛起了一丝 委屈 白宝楼今日一共拍了 七件物品 陆陆续续 六件已经出手 今日剩下的是 压轴的拍品 那就是传说中 能起死回生的阴阳草 即便是将死之人 只需服下一片阴阳草的叶子 那立刻 精神抖擞 微震死风 神 神 神上腺素 云南越越发觉的 这什么阴阳 什么什么草的东西 堪比二十一世纪的 神上腺素啊 何为神上腺素 一种特效药 贫蔽痛觉 减少恐惧 增加亢奋感 无感反应神速 这么跟你说吧 可以让冰死状态的人 迅速活跃起来 顺便下去 山野望一巴掌 再回来 不过这个时代没有的 诸位客观 这一株阴阳草 便是白宝楼拍卖的最后一件宝贝 底价 依旧是五百两 无上限 一万两 十万两 二十万两 好家伙 前六件宝贝 都是几千几万的家 到了第七件宝贝阴阳草 那是十万十万的家呀 啥面额的钱啊 天地银行呗 五十万 陆泽谦起手拍 云南月虽然心疼钱 可是这个东西 可以做解毒的催化剂 加快解毒的进程 七十万 隔壁房间 贺东在叶军爵的示意下 加价二十万两 其实某东想问一句 王爷呀 您是不是钱多没地方花了呀 咱们叶王府不是有阴阳草吗 为啥还要花钱拍下阴阳草呢 卑职很是不理解呢 八十万 陆泽谦再一次加价 一百万两 贺东紧随其后 又加了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 一百四十万 一百六十万 两百万 两百 就在陆泽谦继续加价的时候 云南月一手捂着心脏 一手拦住他抬起的手 别加价了 阴阳草只是解你余毒的催化剂而已 而非必需品 南月想要的东西 我自然要为你争取到 两百四十万 三三百万两 隔壁房间的贺东也是和云南月一个表情 这东西虽然好 可是三百万是不是虚高了呀 那再说了 叶王府有这东西呀 我说王爷 咱们虽然背负这贪官奸臣的骂名 可也不能这么奢侈吧 陆泽谦 好 我听南月的 陆泽谦的目光又一次看向隔壁 胜利的笑容浮现出眼底 最终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王爷 以三百万两买下了这一次拍卖会压轴的物品 那今天隔壁的冤大头叔叔好有钱呀 冤大头叔叔 哼 又被女儿吐槽的某王爷 畏屈屈 白宝楼的拍卖会虽然结束了 但是精彩的戏剧表演才刚刚开始 这个呀 也是吸引诸多人没有离场的原因 清语般便是戏剧圈子里较为出名的一个剧团 所表演的戏剧浮生三梦 更是受到诸多戏迷的喜爱 花剧 我擦 啥自带特效啊 看着一楼高台上升起的烟雾 戏剧演员们仿佛行走在云端呢 任南越不禁感叹着古代五美道具的厉害之处 南越 我一直想问 这卧槽是何意啊 瞧这话问的 二爹爹 当我娘亲带着怒意说卧槽的时候 就是要干掉对方 若是带着疑问说卧槽 就是表示不解 感叹的说卧槽 就是表示惊奇 惊讶 若是挑着没说卧槽 就代表不服 挑衅 鄙视等等的意思 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 就等着二爹爹 自己劝声去体会了 无量银子减收费 谢谢二爹爹 摆明了 罪翁之计不再酒 再钱 陆泽谦也不含糊 将一打银票 放在小云星辰的手上 惊讶的小家伙连连挖赛 二爹爹 二爹爹好人一生平安 我超级爱二爹爹的 陆大公子好人一生平安 恭喜发财 怎么办 我今天带来的钱都给了小星星 若不然把我给你 可喜欢 也就是此时 戈壁压尖 传来砰的一声 当听到陆泽谦那句 把我给你的话时 某王爷脸一沉 一巴掌拍碎了桌子 好在贺东提前 将三百万两的阴阳草 搂在怀里 那要不然就成这儿了 戈壁这小寡妃也真是 你都把我家王爷睡了 你就老老实实 当野王妃多好 而且 甭管那仨孩子谁的肿 那以后都是夜王府的仔 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可这小寡妇 不守妇道 当着他们王爷的面 和陆家大公子 是勾勾搭搭眉来眼去 说着羞死人的情话 是个正常男人 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那都要生气的好吧 虽然说他家王爷 口味独特 贺东在心底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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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吐槽着王爷 喜欢一个寡妇的重口味 京都环飞燕收 啥样的美女没有 就拿圣上赐婚的 何家大小姐何嫣然来说 要财有财 要貌有貌 要挑有挑 最主要的是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更更重要的是 就算知道外界传闻 王爷不尽女色的 种种流言蜚语 何嫣然还是要义无反顾的 加入夜王府 哎 问题来了 若是王爷 想要去小寡府的话 那何嫣然要以什么身份 加入夜王府呢 郑王妃 侧王妃 还是妻侍姨娘 话说 这王爷 总不能让一小寡府 当咱们夜王府的 当家主母吧 难愿可知 这扶生三梦 讲的是什么故事 不知道 扶生三梦 一梦前是求不得 二梦亲生爱别离 三梦未来不可知 求不得 爱别离 不可知 人生八苦占了两苦 一听就是个又狗血又虐的戏剧 人生八苦 人生八苦啊 生老病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五音至圣 所以啊 人呢 就是要看得开 平平凡凡 开开心心 过一生多好啊 别总去惦记一些 不切实际的虚妄啊 听君一喜话 胜读十年书 南月言之有力 可是呢 下一秒 刚刚还一脸 世间一切 皆如浮云的女人 转过头 话说 像这种大剧团写剧本 很挣钱吧 南月方才不是说到 无欲无求 平淡一生方为真谛吗 为何转念 就变得这般实快 判入两人 陆公子误会了 我就是个庸俗的人 很庸 很俗 他也要吃饭的好吧 要养娃的 要给娃攒片礼 攒家装的 所以呢 多一个副业 就多挣一分钱 单身宝妈的苦 都在心里了 好 南月若是喜欢写剧本的话 我正巧 与情欲般班主相识 便为南月问上一问 好啊 我什么都会写 像什么修仙非生 废才爽文 家庭婆媳 伦理文 男女情感狗血文 智障小甜文 毕业论文 我也收到清来啊 哎哟 没想到啊 前世的小爱好 竟然能成为 精神赚钱的财路之一 南月 怎么了 啊 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感动而已 娘亲亲 我想去嬉嬉 好 走 我们去嬉嬉 云言云叶 你们去吗 娘亲带着妹妹去就好 我和小叶就不劳烦娘亲了 解决完人生三级的小猩猩 长长的说了口气 拉着云南月回到了白宝楼 不知从哪 飞来一只小绣球 稳稳的落在云南月的怀中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欢迎两位幸运儿登台 清语般惯例的中场休息 并且举办幸运儿活动 简单的说呢 谁接到了绣球 你就得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就能得到七国限量版糖果套装 而且可以和清语般的台柱子 玉三郎近距离的见面 娘亲亲 我们上 等 等到云星辰 论家里有一个社交牛逼症的女儿的尴尬 大家好 我叫云星辰 这是我最漂亮的娘亲亲 接下来 由我和娘亲亲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节目的名字叫 小毛鱼 娘亲亲 我们一起跳 我有一只小毛鱼 我从来也不起 有一天我心血来吵起它去感激 我手里那只小皮 让我心里真的已不知怎么 好吗 愣是把儿子开成远程度 哎呀 真不愧是她云南月的闺女儿 牛啊 清语班的班主 徐老板 早上前将双份的汤锅礼盒送上 娃娃呀 爷爷家 有个小孙儿 长得那叫一个好看 你要是喜欢的话 爷爷拉来给你瞧瞧 爷爷 为什么要把你的孙孙 拉上来给我瞧瞧 我不认识你的孙孙呀 不认识不要紧 肩上一面就认识了 小娃娃要是喜欢爷爷的孙儿啊 爷爷把孙儿一并送给你可好啊 不要了 我已经有糖了 谢谢爷爷 云星辰拒绝了徐老板的好意 因为他要吃糖 不是要吃人呢 站在一旁的云南月憋不住笑 女儿长得太可爱 也是一种麻烦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缓缓地走向云南月 男人伸出手 想要搭在云南月的肩上 忽然 本能条件反应的促使下 云南月一把抓住身后男子伸来的大手 沉落地一个过肩摔 将轻鱼般的台柱子玉三郎 从高台上摔到了观众席上 三 三郎 我的三郎 快 快去找医师 我的三郎受伤了 一时间乱成了一国肘 躺在冰冷地板上的玉三郎只觉得 从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在飞 然后两眼一翻 晕死过去 哇哦 娘亲亲 你惹事了呀 啊 云南月发誓 他绝对不知道身后的人是玉三郎 再说了 要给惊喜你正面给行不行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从背后偷袭一个杀手 哎 你活够了吗你 走走走 趁着许多人场面乱成一团 云南月拉着云星辰赶紧开流 回到三楼 云南月推开门准备进去 被云星辰拉住 哎呀 娘亲亲 不是这间 是那间了 忘了忘了 长得太像了 云南月也没有抬头 收回脚 调转了方向 向着陆泽谦所在的哑劲走去 若是他抬头看上一眼 就能看到某王爷脸上 莫名闪过的一丝惊慌 噓 一定是本王叔叔有重要的事 不想让人发现 他懂的 粉嘟嘟的小身影 颠颠的又跑到了叶军爵的身边 从兜里 拿出几颗刚刚得到的 限量版的糖果 放在叶军爵的手里 云星辰没有说话 女儿一定是感谢他昨天晚上 带去的糖果 所以在得到自己的糖果之后 就将糖果分给了他 哎哟 有女如此 老父亲感动啊 昨天晚上 本王叔叔送的糖果还没吃完 今天塞在了包包里偷偷吃 可是刚刚又得到了不少限量版糖果 两种糖果都放在包包里 就塞得满满的 一定会穿帮的 只要是被娘亲亲发现我偷吃糖果 一定会完蛋蛋的 啊 糖果之神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口令 才让本王叔叔出现了 小星星 我们要回去了 你又到哪里去了 来了来了 娘亲亲 你等等我 向着夜君爵挥了挥手 并在临走的时候 顺手塞给贺东几颗糖果 搞定 这样娘亲亲就不会发现多余的糖果了 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娘亲亲 我来了 小煤气罐 一蹦一跳 回到隔壁的房间 贺东又是唐僧附体 开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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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馆妃出手够狠的呀 轻语般的抬柱子被小馆妃一摔 怕是至少要躺个十天半个月 该说不说 小馆妃出手恶毒 可她女儿真真的可爱到没脾气啊 没知就没见过这么又可爱 又漂亮的小娃娃 说话的同时 她还不忘把小星星给的糖果 往嘴里散 可是一颗糖果刚刚进嘴 她就觉得脖子上 竟架了一把刀似的 王爷 这块糖 杯子已经咽下去了 真的吐不出来了 叶君爵收回目光 把女儿给的所有糖果 都宝贝在手里 将阴阳草送去陆府 啊 王爷 当真要送去陆家吗 还有 用什么身份送呢 是以看上小寡妇的叶王的身份 送阴阳草 还是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的身份呢 啊 大脑子好乱 真怀疑小寡妇是狐狸精修成的人 用魅惑的手段睡了王爷 害得王爷变得不正常 要不要找个道士或和尚 来做做驱邪的法术啊 等到陆泽谦和云南月母子四人 回到陆府厅雪楼时 第一眼就看到厅雪楼的庭院中 落着一抹浅绿色之物 暗放在石桌上 娘亲亲 是阴阳草耶 我靠 是怎么个情况 云南月不明所以 但是不代表陆泽谦不清楚 想让云南月尽早解开他身上的毒 离开陆家吗 夜王 你这算盘 注定要失算 一日 皇宫养心殿 朕就只有你一个亲叔叔了 父皇去世的时候 朕答应他 要让九皇叔您平安幸福 多姿多孙 您看人宁王 羽王 李王 王妃侧妃不说 小妾都三无成全 再看看您 外界已经流言蜚语了 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叔被肆意造谣 这样吧 何将军这门亲事 你暂且接下 挡了断袖的风头再说 可好 您是朕的亲叔叔 朕怎么能害你 九皇叔 你就听朕这一回吧 圣上说完了吗 你怎么可以吼朕 你是朕的亲叔叔啊 朕兢兢业业 朕爱戴子民 朕不吃不喝批乐奏折 朕百忙之中解决你的人生大事 可朕的九皇叔 却是这般惨无人道的对待朕 父皇母后 朕答应你们的事情没有做到 朕百年之后无言面对你们 也无言面对列祖列宗啊 叶天臣 要不是眼前这个男人 是他一手扶上皇位的侄子 他一定把他 随时万段 你若是再这么做下去 本王保证 以后便再也不会踏足皇宫半步 九皇叔 您一点也不幽默 朕要是不装病 您会进宫 朕将何家千金赐婚给您 一方面是让九皇叔您 把持何家的兵权 一方面也是看您一个人 孤单寂寞 您就不能学学 另外三个王爷 多许几房妾室 多生几个孩子 而且何家千金 是京都多少男儿郎 追求不得的女子 你若是 何家兵权的问题 本王会替你解决 娶妻生子这件事情 用不着皇上担忧 本王有妻一人 且儿女双全 若是娶了何家何妍然 等等 九皇叔你刚才说什么 谁家的女儿 姓甚名谁 何是生的孩子 云相府嫡女 云南月 五年前要刺杀你的云家女子 她不是被你丢到 十八楼狱了吗 回来了 带着本王的子嗣 回了京都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从十八楼狱活着出来 皇叔 不是这碎嘴子挑事 你确定从十八楼狱 回来的是云南月吗 这云南月不但活着回来了 还笃定他带回三个孩子 是叶家的血脉 好像这事可马虎不得呀 事业 路径 一 二 三 四 十个数之后 带到弥香扩散到整个房间 为首的黑衣人推开了门 寻找目标 人呢 根据可靠的情报 云南月和他的三个孩子 就是住在这儿的 可是找遍了 这也没人呢 仔细搜 圣上有命 务必要将母子四人活着带回皇宫 是 可是 就在黑衣人准备再一次搜捕之时 忽然间 一个个身形晃了晃 然后两条腿像软脚虾一样 咕咚咕咚跪在地上 全身无力是头晕目眩 恶心的想偷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闯入听学楼 你们两个黄口小二 在我们身上下了什么毒 黄口小二 只是这一剑 就让这男人失去了意识 两眼一翻 呃 晕了 既然不说 我便送你一程 月光之下 云叶浅吸了一口气 剑由心声 剑随眼动 小叶 你太急躁了 他们不说 哎呀 你也没给他们开口的机会啊 只听 炸裂声响起 一道又一道浓烈的烟雾 弥漫开来 模糊了视线 走 一个个口吐鲜血 却强忍着疼痛 将昏死过去的同伴扛在肩上 逃离听学楼 不转走 你们骂谁小兔甲就胡萝卜酒呢 来和我打挑呀 气死我了 好生气 好生气 伤到了没有 您放心 屋子周围有静置 那些黑衣人 踏入房间之时就中了毒 伤不了我们 黑衣人的事 惊动的陆泽谦了 放心 我会追查黑衣人的下落 儿爹爹 我和你说呀 这些人太过分了 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 他们 他们竟然 不行 这笔账我一定要记下来 说着 小家伙登登登 跑回屋子里 从小背包 拿出小本子和一只笔 在本本上 记下时间 地点 和事件的过程 一个没有风 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听学楼 一群大坏蛋 骂可爱的云星柴 是小兔甲之萝卜精 娘亲 罗布静的经怎么写呀 是 怕忘了 小本门记仇呢 事情黑衣人 不是冲着你来的 云南月笃定 这黑衣人的目标 是他们娘四个 除了上官宁星 那一件事之外 再也没有和别人 发起过纠纷呢 到底是谁要对他们下手 目的又是什么呢 卑职办事不力 甘愿受死 下去吧 好好养伤 云南月 九皇叔的女人 有意思 一日 卑职不明白 是什么人 想要动小寡妇 和她的三个孩子呢 小寡妇 他们母子四人 得罪谁了 是情傻 仇傻 还是财傻 正嘚嘚嘚的贺东 不经意地回头去看 好家伙 这瞬间吓得说不出话了 王爷那张脸 阴沉得都能滴出水来 一双深邃的毛子更是可怕 陆家到了 不知九皇叔驾到 陆某有失远迎 人呢 何人 陆某不知 九皇叔在说什么 陆泽谦 陆某在 云南月是本王的妃 看在南月为你医毒的份上 本王暂且不追究你庞杂的心思 陆某斗胆 有一句话 想问问九皇叔 五年前 您将南月亲手送到十八楼玉 如今又悄无声息地接近 陆某不明 九皇叔 是想再去前缘 还是要将南月母子四人 重新打入十八楼玉 还请九皇叔恕罪 陆某是以南月挚友 三个孩子二爹爹的身份 想问上一问 陆公子是否是南月的挚友 本王并不在乎 但本王是云南月的相公 是三个孩子的父王 陆公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即便本王的女儿叫你一声二爹爹 你终究也只能是二爹爹 没有见到母女四人的叶军爵 错身绕开陆泽谦 离开了这儿 看在身后的贺东 身既震惊又惊吓 先不说小寡妇就是云南月 就王爷训斥陆泽谦这幅画面 就特别向正宫教训小三呢 小寡妇就是云南月 贺东还被这消息震惊着呢 王爷 陆小三既然知道云南月的身份 那上次白宝楼还要上上司 上官宁心的事情 都是他故意的 贺东一口一个陆小三 叫着陆泽谦 你看他那架势 又是自称小王爷 小郡主 二爹爹 又说是南月挚友 要叫他说呀 那就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他没按好心 对 一天之内 本王要知道黑衣人的信息 是 王爷你放心 感动咱们野王府的宝贝疙瘩们 弄不死他 二爹爹 女儿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爹爹 却让别的男人杰族先登了 云南月 你竟然敢让本王的女儿 叫别人爹爹 二爹爹 你看我娘亲买的小铃铛好看吗 好看 我们家小星星 是天下最可爱的孩子 戴什么样的花花都好看 别傻笑了 大宝 带着弟弟妹妹去洗手 就会吃饭了 好 此时云南月从包中 拿出一打银票 送还给陆泽谦 这些钱是他带着三小只上街之前 陆泽谦悄悄塞在他背包里的 我虽然贪财 但花的都是心安理得的钱 不仅仅是手里的这些钱 还有百宝楼 陆泽谦给云星辰的那一打银票 也一并还给他 南月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正因为这样 我才更不能收你的钱了 等我医治好你身体里的鱼毒 你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拒绝他 云南月的用意 陆泽谦当然明白 他不想欠他的 也是再一次拒绝他的好意 孩子们嬉闹着叫他二爹爹 这无所谓 可是两个人之间只能是朋友 无法上升到更进一步的关系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夜君绝吗 事业 云南月哄着孩子们入睡之后 拜托陆泽谦 照顾三宝 他和药铺的老板约定了 晚上去拿几株药草 我派人去拿就是了 夜深了 你又记不得陆 记得 放心放心 药铺和陆家我还是记得的 况且药草 由陆家人接手 他不放心 当白草药堂四个大字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某女人眼底多多少少是有些得意的 谁说陆吃就找不到正确的地址了 你瞧瞧 他不是找到了吗 掌柜的 来 您拿好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这些药草是从我手里买的 您可记住了呀 倒不是说这四株草药是多么的违禁 只是这药用价值它太大了 药劲也大 用不好就会让人撒手人寰 所以京都禁止出售此类的药草 交了钱 云南月将它放在背包里 准备折回陆府 拾几道黑衣身影 从阴暗中现身把它团团围住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黑衣人 某女人的手紧紧地抓着衣巾 微微地猝着眉 你们想干什么 阴天暗月下 别逼我对你们劫财劫色 不对 别逼我对你们动手动脚 有事啊 别逼我对你们不怀好意 话说这劫财劫色 动手动脚和不怀好意 好像是一个意思吧 蒙着黑面镜的黑衣人 看着戴着白面纱的云南月 一个个眉头都皱成毛线了 他们实在是不理解 眼前看起来有些不正常 且弱不经风的弱鸡娘们 是怎么以异己之力 把他们黑衣卫 七个兄弟打骨折的 绑起来 昨夜的第一小队 你还记得不 全军覆没 于是这项任务 就落到了第二小队的头上 等等 各位英雄好汉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还是谁要抓我 不要抓我好不好吗 你没有必要知晓 等你 不等黑衣人说话 一记直拳 挂 直中男人的面门 邦的一声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立 生死不止 一旁拿绳子 要绑云南月的黑衣人 也回过神来 正要防御 还是被某女人 一顿 决孙腿送上 当下是一阵剧痛 送 窜上天灵盖 喂 教你们一个常识 千万别轻易相信女人的话 尤其是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女神的话 纵然黑羽卫 十死人奇迹上阵 可还是败给了云南月一个人 完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们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小哥哥 告诉我幕后凶手是谁 我可以让你活 不 不知道 哦 不知道 咔嚓一声 云南月利落地捏断男人的脖梗 他说 不知道幕后凶手是谁 小哥哥 一定知道吧 你要杀又寡随意 我是不会 好 我满足你的愿望 毒妇 不愧是野军绝的女人 出帝这般阴毒的女人 死后定入厄比地狱 我从地狱而来 又何惧再下地狱 刀没入男人的心脏 他狠毒吗 哎呀 随便了 他从来就没说过自己是个好人 只是当了五年的母亲 三个孩子 让他有了作为人的良知 两个都快忘了 他从前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机器了 活着不好吗 偏偏触及了我的逆鳞 那抱歉了 只能请你们去死吧 一只只箭 从黑暗中射出来 紧随其后的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那如雨点般密集的弩箭 向着云南月急射而止 说是吃那时快 就在箭雨落下的前几秒 一匹骏马 从黑夜中冲了出来 骑着马的男人 一手勒着缰绳 一手揽着云南月的腰 将其抱在怀中 有侧马飞去 不用追了 旧皇叔 你曾说过 人一旦有了弱点 就是他的死期 朕好像发现了你的弱点 抱着云南月的夜军爵 一路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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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马 停在了夜王府的门前 你又欠了本王一个人情 不等地开口说一个字 身后的男人 硬生坠马 借着夜王府门前的灯光 云南月这才清楚地发现 两只弩箭深深地扎入他的后背 王爷 王爷 您这是怎么了 快找一世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王爷 若是有任何闪事 夜王府与您不死不休 借君爵 为什么要救我 大人饶命啊 弩箭伤得坦慎 而且箭头上有刀刺 若是强行拔箭 定会赏击内藏 小老儿医术浅薄 不敢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你再说一次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此时一道本该离去的白色身影 踏入房中 他无视贺东等人凶狠的目光 静止向着血床走去 你做什么 老先生 麻烦您帮我打下手 拿开你的脏手 看东王爷一下试试 几名夜王府的侍卫冲上来 一个个 欲要将云南月拖出房间 想让夜君爵死的话 你们继续在这里好 不想让他死 所有人滚出房间 麻烦老先生了 姑娘 当真有法子医治王爷 横竖也是死 倒不如搏一搏 这最后活命的机会 姑娘 小老儿全听您的 建给我 做什么 杀了夜君爵 你敢 轻道云南月开口一句 就是杀了夜君爵 夜王府的侍卫们 再一次一拥而上 他们一个个恨不得 将他碎尸万段 才甘心呢 哼 莽夫 莽夫这两个字 送给夜王府所有的侍卫 云南月冷笑着 目光 像看笨猪一样 看着他们 随即一掌 击中鹤洞的尖 顺势夺过他手中的利刃 姑娘 要怎么做 王爷所中的弩箭 不满到死 若是强行拔出 定会伤及五脏六腑 解释 就算打落神仙 将士 也无力回天 云南月没有回答他的话 仔细检查了一番夜君爵的伤口 手起箭裸之计 两只弩箭的箭羽 齐刷刷被砍断 老医师的目光 随着云南月而动 看到他斩断箭羽 就从背包中拿出两株草药泡在水杯里 只是 未给夜君爵的药水迟迟送不下去 姑娘 王爷现在喝不下去任何药草 可是下一瞬间 哦天哪 他们看见什么了 众人的目光中 只见云南月撩开面纱 仰头将水杯中的药水含在嘴里 御手捏住他们家王爷的下巴 轻身上前 他 他 他竟然 竟然嘴对嘴的 将药水灌入了王爷的嘴里 更令人诧异的是 方才喝什么吐什么的王爷 不仅将云南月味的药 喝得一滴不剩 还奇迹般睁开了眼睛 服吻了 药效开始发作 屏蔽了无感和痛觉 就算叶军爵睁开眼睛 也看不清他是谁 老医师死死地扶着叶军爵 云南月却没有拔剑 反倒是将弩剑 往叶军爵的身体里推 直至整个剑头 穿透了皮肤 云南月 你竟敢伤了王爷 我杀了你 叶王府的侍卫剑状 想要上前拦着 却被贺东阻止 东哥 这娘们要加害王爷 他在绣王爷 贺东不懂医术 但是他明白云南月举动为何 针 线 消除了伤口上的杂物 云南月从老医师的手中 接过烈酒消毒后的针线 着手为其缝合 小老儿 我行一半辈子 从未见过姑娘这般行云流水的缝合这法 姑娘 年纪轻轻 就有这般医术造诣 小老儿佩服 老先生言中了 是九皇叔吉人自有天相 两支弩箭避开了要害 我的医术不敢在老先生面前搬门弄斧 云南月的这番话 不仅是给老医师开拓 更是在告诉贺东这群蟒夫 好人不偿命 特易军爵活千年 易军爵 你我之间恩怨已了 咱们谁也不欠谁了 这个时候啊 要是按照电影电视剧的剧情推动 他作为穿越后的云南月 定是要手撕扎男扎爹 为原主复仇才对 但是sorry 他不是那些正义感爆棚 有着良好三观的大女主 现在的这具身体里的灵魂 是二十一世纪的他 从前的云南月 和叶军爵之间的孽缘也好 和云年昌之间的恩怨也罢 都跟他没关系 最多呢 也就是烧个云降斧 替女主名不平 至于拳打渣男扎爹 脚踏绿茶白莲花的桥段 懒得去搞 撒孩子才是他的全部 至于别人的生死 看心情 走 王爷因为你受的伤 你想走哪里去 我想走 你们拦得住 你叫什么名字 赫 赫东 你问我名字做啥 小寡妇 我警告你 王爷因为你受伤 你理当照顾王爷无忧 别以为 你把王爷睡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我们 腰五和六 指手花脚 赫东依旧小寡妇小寡妇 叫着云南月 至少在王爷准许之前 他是不会揭穿 他真实的身份 但是呢 这伙是越说越怂 越说越小声 可是那句 你睡了王爷 惊得夜王府侍卫们 瞬间是目瞪口呆 表情说不出的惊恶 甚至是惊吓 啥事啊 啥情况啊 王爷让小寡妇睡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哦 他们明白了 对对对 一切都有了解释 怪不得武功卓绝的王爷 会因为这小寡妇受伤呢 原来是因为王爷和小寡妇之间 发生了酱酱酿酿的事 可问题是天下美女千千万 黄花闺女满地走 这王爷怎么就喜欢一个 有三个孩子的小寡妇呢 还为她挡箭 不顾自身的安危了 我什么时候睡了夜君觉 你什么时候睡了王爷 你自己心里明白 别想着提起裤子就不忍人 总之王爷因你受伤 于情于理于法 你都得照顾王爷 来来来 你走近点 咱俩好好老老 云南月都气笑了 他提起裤子不忍人 我不 凭啥你让我走近点 我就走近点 我是夜王府的侍卫 又不是你的侍卫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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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归还是怂了啊 贺东他怂了 反正一句话 王爷不醒过了 云南月不可以踏出夜王府半步 姑娘 您要不先别吵了 还是来看看王爷吧 王爷他吐血了 你们几个都他们在这等着 谁也别走 一会儿给我说清楚 重新给夜君爵检查了一番 云南月熬了一碗药 交给老医师 让老医师把药给他灌下去 他去找贺东这些狗东西算账 污蔑他睡了夜君爵 天底下这么多好男人他不睡 就睡他 他瞎呀 姑娘 管不下去 恐怕还得你来呀 我来 从老医师的手中接过药碗 云南月一手掐着夜君爵的脸 一手端着碗准备强冠 别别别 姑娘 你不能这么做 王爷会被枪死的 姑娘 要不你还是嘴对嘴的毒药吧 你也看到了 外面那群侍卫铁了心不让你离开 只有王爷 尽早醒来 你我二人才能离开夜王府啊 老先生 你也有嘴了 要不 您来吧 这房间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刚才迫于情急 才选择嘴对嘴的法子 给他喂药 现在情况松缓多了 干嘛还得他喂 是不得是不得是不得 小老儿 我年纪大了 又是男人 还是姑娘你 比较方便 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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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月被老医师的话说得不明所以 因为他是个女的才不方便的好吗 再说了 这古代不是最讲究男女有别吗 哎呦 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如今只有一个孙儿等着小老儿回去呀 姑娘 小老儿求你了 老先生 唉 好吧 您先起来 是圣母心泛滥吗 也不尽然 她本身就不是什么有爱心的玩意儿 一方面呢 是瞧着这老医师年纪大了 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叶君爵 这伙药师死了 他们年四个 就算离开了叶国 也会牵连路夫 算了 在他本就不多的良知里 那就是心一善吧 重新端起了药碗 云南月将药汁含在口里 走到叶君爵的身边 捏着他下巴 将口中的药汁渡过去 一起喝成行云流水 可是某女人转身之际 一只手却紧紧抓着他裙摆 趁本王昏睡 对本王行不轨之事 女人你要如何解释 呦 王爷多虑了 我还没有饥渴到 对您产生任何非分之想 方才所做的一切 只是非自愿喂药而已 非自愿这仨字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形象了 这房间 除了叶君爵 但凡能揪出第三个活人 他都不会亲自上阵 至于赌门的贺东 以及一干叶王府的侍卫 那就好像原地爆炸升天似的 消失不见了 王爷平安无事 我也该告辞了 他低下头 顺着那道力道看过去 抓住他裙摆的那只手 不曾有任何松开的意思 王爷 我要回去了 劳烦王爷您松手 本王的伤 以你所致 你得去照顾好本王 直指康复 劳烦王爷先放手 男女射受不亲 叶君爵就这么抓着 他的裙摆 往下拽 任由云南月 怎么说也是不撒手 明明刚刚被射中了两件 还不说从鬼门关走一遭吧 那也是原机大伤啊 这一货的力气 怎么这么大呀 云南月也抓着裙子往上踢 这一来二去 你拉我踢 好端端的裙子 硬生生撕了一个口子 本王 王爷救了我 我救了王爷 咱们之间扯平了 不论从前与现在 你我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 到此一笔勾销 我不想找王爷麻烦 王爷也别来烦我 咱们从此 末路再也不见 话音落下 云南月再一次转身 这回没有任何人阻拦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 他承认了 云南月 五年前你占了本王的身 五年后又带着本王的种回到京都 想要一笔勾销从此末路吗 哼 绝无可能 大人 慌什么 云南月呢 回答人 王爷醒了后 姑娘就要走 王爷不让要走的姑娘走 姑娘便要走 然后王爷就把姑娘的裙子扯坏了 那姑娘才体重重地走了 老医师说的呀 绕口律似的 可大致的内容 你睡了吧 累了便睡一会儿 等到了府上 我叫醒你 睡不着 你怎么会来夜王府啊 担心你 看到你无恙 我也就放心了 陆泽谦并没有说 自己被夜王府视为拒之门拜 一直等了他半夜才等到他 没什么大事 一群臭鱼烂虾 耍下三滥的手段而已 夜王正巧路过 帮我挡了一剑 出于人道主义呢 我替他医生 只是可惜了 我那几株药草了 本事要给你解毒的 结果被夜君觉节族先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有好运气遇到了 若不是因为我这个废人 南月也不用半夜出门买药 遭遇自杀 更不会被扣押在夜王府 低着头的陆泽谦 埋怨着自己的无能 明知道云南月就在夜王府 可是武功尽失的他 却无能为力去做任何的事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怎么总喜欢胡思乱想的 我记得陆家大公子 可不是一个自依自怜的人啊 即便再如何艰难困苦 那个儒雅又坚强的大公子 都会昂首挺胸迎接风雨 来 笑一个嘛 南月 最绝望的时候 你如一抹耀眼的阳光 冲破了黑暗 将我从深渊中救出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守在你身边 直至踏住死亡 一日 好好好 朕坦白 是朕干的 皇叔你先别瞪朕 朕可以狡辩 皇叔你也看到了 云相爷家的嫡女 南月 本是个手无负机制力的弱女子 可昨晚上 她却大杀四方 十几个黑羽卫在她手中 如同蚂蚁一样被轻松捏死 定是有人脸上贴了张人皮面具 假扮成云南月 意图刺杀皇叔 朕绝不能让皇叔你受伤 叶天臣 嘚巴嘚巴嘚巴说了半天 可是叶君爵 一脸的阴沉 眼眸中的寒意 冷冷地盯着某皇上 某皇上乖乖地闭嘴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刹那 也许有一百年这么长 云南月是本王唯一的妃 圣上无需再插手本王的事情 看着叶君爵远去的背影 叶天臣回到了龙椅上 翻开其中一本奏折 看着何将军奏请 将女儿嫁入叶王府的奏折 朕准糟 把小寡妇叫来 碰碟 抱歉 手滑了 没能打死你 你 小寡妇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用猪筐偷袭我 我不是偷袭你 我是要杀了你 王爷因为你受的伤 你不仅要负责医治王爷 还要承帮王爷一日三餐 直指王爷康复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既然你听到了 为何不回话 我不想 王爷因你受伤 你得负责照顾王爷直指无恙 若不然 若不然如何 若不然 我就天天去陆府闹 让世人都清楚 你一个小寡妇睡了我们家王爷 是乱中气的事情 让你的孩子们知道 他们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每天按时给王爷覆枕 每天做上三顿 一顿饭 照顾王爷到康复 我们不仅不会找你麻烦 你还能得到足够的枕金 或者 我们叶王府的侍卫 天天上门闹 选吧 别想着离开叶北国 他要是走了 他们就找陆家的麻烦 贺东 你早晚会死在我手里 小寡妇 咱们中午见 别管方法多恶劣 这王爷交代的事 总算是办成了不是 回去不用挨揍了 四娘们 彩带挺疼 娘亲亲 你要干啥去 娘亲要出去一趟 你们三个不准乱跑 不能给陆叔叔添麻烦 知道吗 尤其是你 鬼主意最多 要听哥哥们的话 娘亲亲 你放心吧 我一定听哥哥们的话 那娘亲亲回来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买糖葫芦呀 好 要乖乖的 南月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敷个诊喂个猪而已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云南月离开了听雪楼 此时三个学乖了的小家伙 不走正门了 从这后墙 咻 翻了进来 别走散了 夜王府不别陆府 告诉你们 就当自己是瞎子 王爷看到他们 一定会心情大好 董哥 三个小家伙 不像是来找王爷续交的呀 你懂个六啊 这三个可是咱们夜王府 正牌的小王爷小郡主 是万不可能做出 伤害王爷的事情 啥 东哥 你的意思是说 噓 这件事情先别告诉别人 你知我知 王爷知就行了 怪不得 啥时候的事 东哥 你给咱们说一说呗 这事啊 暂时不能说 小星星 你藏在这里不许动啊 我和小夜去另一座庭院看看 云烟不知道三兄妹 自己身在何处 找了几间院落 也没有发现夜君爵 大宝云烟 又担心妹妹累着 就让云星辰 蹲在屋檐的角落中休息 乖乖等我们 好 我会乖乖在这里 等着大哥哥二哥哥的 大哥哥二哥哥小心点 哇 好漂亮 些许荒凉的庭院中 云星辰起身 追着蝴蝶 小郡主好可爱啊 废话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种 咱王爷的闺女 能不可爱吗 哎 东哥 该不会 蒙面纱的小寡妇 就是云南月吧 平时看你二了八击的 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 没错 小寡妇就是五年前 被王爷送入 十八楼狱的云南月 记住了 王爷让咱们知道的时候 咱们才知道 王爷不让咱们知道的时候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若是坏了事 你们一个个 等着挨军棍去吧 明白明白 咱们绝对守口如瓶 小猩猩 本王叔叔 义军绝不曾想过 会在这儿遇见女儿 云星辰也没有想过 会在这儿遇见本王叔叔 云妍和云夜更没有想到 他们要找的扎爹 就在隔壁右手的院路 而不是他们去找的左边的院路 那可真是 巧了不是 小猩猩怎么来了 北王叔叔 你怎么受伤了 不哭 不疼 一点也不疼 一定是渣男爹爹杀了你 把你绑在这里的 渣男爹爹是个大坏蛋 云星辰 乃生乃气的凶悍模样 可爱至极 但话 多多少少 扎了夜军绝心脏一刀 无关夜王之事 是我自己受的伤 夜王叔叔 你不用听渣男爹爹说话 渣男爹爹杀了我娘亲戚 又杀了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夜军绝不知道是开心呢 还是难过呀 这开心的是 女儿愿意为了她 鸣不平 难过的是 女儿生气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 有些纠结 我来给你呼呼 不痛不痛 通通飞走了 不痛不痛 通通飞走了 每一次我肚肚疼的时候 娘亲亲都会念着 不痛不痛的咒语 我的肚肚就一点都不疼了 好神奇啊 我的伤口也不疼了 小猩猩真厉害 和你的娘亲亲一样厉害 我娘亲亲天底下第一厉害 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天底下第二厉害 我天底下第三厉害 白王叔叔 你能不能告诉我渣男爹爹在什么地方呀 我们找了好久 也没找到渣男爹爹 好不容易趁娘亲不再来找渣男爹爹报仇 可是我们找不到呀 原以为女儿翻山越岭是来看她的 可真相却是 她是来叨她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所认识的叶王倒是一个十分和蔼的男人 文桃武略 儒雅俊美 学富武车 年轻多金 是叶北国不可多得的温柔好男人 也必定是一个绝世好爹爹 王爷您自己听听 这话您信吗 白王叔叔 我虽然是小孩子 但我不是小傻子 又是一句一句 耐生耐气的话 像是斩了你的刀子 一刀一刀戳着野军爵的心 渣男爹爹亲手送我娘亲亲 入了十八楼居 江叔叔说 要不是当时娘亲亲咬着牙杀出一条血路来 早就被恶鬼生吞活泼了 江叔叔又是谁啊 为何又多出一个江叔叔 看女儿的小表情 似乎和口中的江叔叔走得很近 比他还要亲近 江叔叔就是江叔叔呀 是二哥哥的师父 江叔叔的剑术可厉害可厉害了 当然了 大哥哥的师父和我的师父也都是超级厉害的呢 但是娘亲亲才是十八楼居第一厉害的 小家伙说着说着就跑了题 念叨着十八楼居的家人们 说着云南月是如何将十八楼居的老少爷们走了个遍 叶军爵蹲在云星辰的边上 听着女儿说着没有她的回忆 心中是一阵阵的愧疚 本王叔叔 我跟你说江叔叔说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 十八楼居的人都想去我娘亲亲给我们当爹爹 但是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娘亲亲的 我大哥哥和二哥哥要回来了 本王叔叔你先回去吧 不要让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发现你 也不要让渣男爹爹发现你逃走了 大哥哥和二哥哥不知道本王叔叔的存在 一定会追问缘由的 若是知道本王叔叔是个小偷 还偷偷给他糖吃 一定会对叔叔不利的 这次匆忙没能准备礼物 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给你准备多多的糖果 好 那我们拉哥哥不许骗人 拉哥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无论是一百年还是一万年都不会变 好了好了 快走快走 要是让大哥哥和二哥哥看到你 你就遭殃了 但是 离开宅院可不代表就走了哟 某王爷的身影藏在墙后 目光看向从院落中走出来的兄妹三人 不愧是本王的血脉 娘亲亲 我的糖葫芦呢 哎呀 这娘亲回来得及 晚上急事 娘亲亲再给你买糖葫芦 好不好呀 好吧 晚上我要吃两根糖葫芦呀 云星辰并没有生小脾气 反倒有些小心虚 好险呢 就差那么一丢丢 就被娘亲抓包了 小星星 把你包包里的幽名巨蟒毒芽给娘亲 娘亲准备做成解药 给你露出解毒 好 我找一找 睡午觉的时候要把小包包摘下来 我记住了 云星辰心虚了一下 她回来得及 忘了把包挂起来 幸亏娘亲没有多疑 要不然 小屁股要遭殃了 一日 中午 陆泽谦带着仨宝宝上街了 此时的仙鹤楼三楼哑江 陆叔 你喜欢娘亲的话 便去追求 是啊 是啊 二爹爹 你喜欢我娘亲亲 就再大胆一点去追求呀 想来陆叔今天请他们吃饭逛街 那是想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吧 二爹爹 我们云家可是收了你的聘礼 严格意义上来说 二爹爹也是半个云家人了 虽说二爹爹被娘亲拒绝了几次 但人嘛 胜不交 败不奶 嘿嘿 哎爹爹 我看好你哦 陆叔 一旦你身上的毒解了 我娘亲便会带着我们离开夜北国都城 到那时 陆叔您就再也没有机会向娘亲表明心意了 撒宝宝 没有想到娘亲这么快就能研制出解药 按照娘亲的性格 解了陆叔身上的毒之后 就会带他们离开京都了 以后再也不会回到夜北国了 那么他们将彻底失去复仇的机会 不能向那扎爹讨回公道了 虽然说他们想利用陆叔拖延娘亲的脚步 这做法不道德 可是没办法呀 人笑鬼大 你们三个是怎么猜出来 二爹爹心愿你们娘亲的 二爹爹 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去猜呀 每次你见娘亲亲的时候 眼珠子恨不得掉在娘亲心身上 我们虽然是小孩子 都不是小傻子 二爹爹对娘亲亲的好 我们都看在眼里的 而且能让我大哥哥二哥哥一致认同 成为娘亲亲追求者的 二爹爹你是第一个哟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云南月的好 有了三个孩子的力挺之后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一日 贺东等在陆府的门前 看到云南月时哼了一声 他就知道 这娘们一定会晚一个时辰才出来 先去菜市场 去菜市场说什么 我们夜王府什么都有 买菜啊 都说了夜王府什么都有 天上飞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买菜你是龙还是侠 我忍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男不跟女斗 不就是买菜吗 买 而此时三小只 也顺利地从亭雪楼的后墙翻了出去 我们至少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先动 前两次去夜王府 什么收获也没有 今天一定要找到扎爹 小王爷小君主来了 全体装下钟笼 虽然说命令下达 但是有些侍卫 真的觉得云星辰太可爱了 看着看着入了神 王蛋蛋 我是被发现了吗 三小只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决定 把这俩侍卫迷晕 就在云夜即将抽出木剑 准备一击制敌的时候 一道道 从侍卫的口中传出来 大哥哥 二哥哥 你们看 好神奇 他们居然中着眼睛睡觉 睡着了 云眼挑着眉 几番试探 确定这俩侍卫的确是站着 中着眼睛睡着了 走 撒小宝宝 捏手捏脚 离开了别院 又到下矮的地方继续寻找 而装睡的侍卫 也恢复了正常 云眼小王爷更像王爷 别看俊美儒雅 可和王爷一样 深邃的小眼眸里 藏着腹黑 我倒觉得 云眼小王爷更像王爷 冰冷傲骨 一言不合就到了对方 咱俩刚才要不装睡 现在估计升天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小王爷小郡主 啥时候认祖归宗啊 你问我吧 哪知道啊 王爷都得配合 三个小主子演戏 可不光是咱们 刚才小郡主 夸咱们睡觉睁眼就神奇呢 对对对 小郡主太可爱了 天下间怎么会有 小郡主这么可爱的孩子 好萌啊 明明是冷酷无情的 夜王府侍卫 可此时 却像个没有见过 世面的娘炮似的 夜王府好大呀 渣男爹爹到底在哪里呀 王爷有命 让咱们吟小主三 去书房 咋吟倒 想办法呀 于是乎 夜王府的侍卫们 绞尽了脑汁 终于想到一个 合情合理的法子 王爷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书房 咱们王府有两个书房 哪一个书房啊 当然是南边的书房了 能看到山山水水 和百花的书房 王爷是不是得病了 自从在大街上 看到那两个孩子后 就经常失神 你说那两孩子 会不会是王爷的私生子啊 这话是周延 临时加上去的 果然 草丛中隐藏的小身眼 动了一下 待到周延和唐川 离开之后 三小只 咻 也消失了 向着夜王府的书房前行 你要问我 这堂堂夜北国的夜王 为何要戴面具啊 别问 问就是怂 在没有正式介绍 彼此身份之前 他既是小星星 口中的渣男爹 又是他口中 温柔相戴的本王叔叔 更是为了让三小宝不气馁 夜君爵戴上面具 以夜王的身份 和儿女进行第一次正式的会面 夜君爵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哎呀 哎呀呀 这该如何治好啊 此时晴朗的天空 忽然晶晶密布 云层中翻涌着雷电 如那恶龙啊 咆哮着 一道惊美是从天而降 你 你 你为什么会有 我送给本王叔叔的蓝色小星星 云星辰的小肥手 指着夜君爵的脖子 黑悠悠的眼睛瞪着他 一向以冰冷无情著称的某王爷 一下子心慌了 糟了 忘记拿下来了 你们三个小家伙 胆子不小啊 敢闯入夜王府 刺杀 故意岔开蓝色星星吊坠的话题 夜君爵本就低沉的声音 更是压着嗓子 以免被女儿认出来 所以话语的末尾 本王也及时停顿到了嘴边 有何不改 云夜手中的木剑更紧了一分 窗外的雷声也哼哼哼响个不停 又是有嘶嘶 从天而降 你身上 为什么会有我送给叔叔的小星星吊坠 难道说本王叔叔遇害了吗 想到这儿 泪水一下子涌上了 红红的眼睛 看得夜君爵万分的心疼 知道女儿这般的担心他 某王爷是很开心的 但是他现在的身份 是被三小宝复仇的渣男王爷 不能揭开面具 安慰女儿自己没事 又让他十分的纠结 当然 他可不承认 自己是渣男这个人设呀 闯入夜王府行刺 你们可知该当何罪 能越过重重阻碍出现在书房 小子 你很不错 叫什么名字 夜王不需要知道我们姓是名谁 只需知道 我们兄妹三人是向夜王你来讨债的 讨债 对 讨债 云言 拿出一串清单 白纸黑字上记录的 是云南月母子四人所耗费的花销 从云言决定来夜北国复仇之时 就记下母子四人吃穿用度种种种种烤不浪汤 这是王爷欠我娘亲的债 一共是一千三百二十一两百银 长子是打算和他清算一切 然后断绝关系 别乱动 即便是木剑 我也能置你于死地 你为啥会有叔叔的蓝色猩猩吊坠 云星辰第三次问 很明显 小家伙不耐烦了 攥着小拳头要冲上去 向他问个明白 就在大宝讨要赔偿清单 二宝威胁夜军决的命 三宝要问清楚蓝色吊坠之时的时候 院墙外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他们干嘛呢 小星星一下子慌了 娘亲亲怎么来了 完蛋了 娘亲亲要知道咱们在夜王府 小屁屁会被打的 听到云南月的声音 不但是云星辰 云言云夜 乃至夜军爵的眼底 都闪过了一抹慌乱 当然 除了屋子里一大三小之外 那趴在墙头上看戏的 更是乱成了一锅招物啊 云南月咋来了 你们干啥呢 绝个定看什么玩意儿呢 这贺东一脸 你们脑子净水的表情 看着夜王府的众兄弟 那咋一个个跟做贼似的呀 夜王呢 书房呗 王爷有伤不能上朝 不在房间里躺着 就只能在书房呗 还能在你被窝吗 贺东白了云南月一眼 最后一句在心里嘀咕着 没敢说出来 我时间紧急 给夜王重新包扎再做饭 不要赶回陆府了 王爷在书房呢 跟我进来吧 别 见贺东领着云南月 踏入书房小院 周延等人想要出言阻止 却为时已晚 晚肚子了 王爷 您自己要多福吧 还有东港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都烧一些纸 保证你在地下 左拥右傍 王爷 小广府要把您一 云南月一脚 踹趴下贺东 直接踩在他身上 走向书房 拿掉面具的夜君爵 低着头 深邃的眼眸微微低沉 对视着云南月 如同深海一般 幽兰不见底的凤眸 动心了吗 云南月 回给夜君爵一个眼神 仿佛在说 你是个 莫名其妙问他心不心动 他动个锤子 明父是来给王爷换药的 还请王爷别浪费时间 明父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书房里有三只可爱的小老鼠 不方便换药 我们去更大一些的房间 说着 夜君爵踏出书房 很自然牵着云南月的手 结果自然是被他甩开了 男女有别 还请王爷自重 有别无别又何妨 南月是医师 何必在乎这些繁文入节的规矩 看来王爷的心情不错 定是因为伤情也恢复得不错 既然如此 明日起 明父便不再来夜王府了 云南月话音刚落 刚刚还满嘴撩骚的某王爷 脚底气一软 那时说倒就倒 整个人向着云南月压过去 头晕 想吃南月亲手包的饺子 突如其来的重压 使得云南月猎切了一步 明知道他是故意的 可是无论如何也睁不开 他还在腰间的狗爪子 王爷 请您松开 不 除非南月答应包饺子 松开 妈蛋哪 这笔猪都沉得重量 压得他腰快断了 他脑子进水了吗 五年前的狗王爷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就是要人命灭就足 现在呢 这是吃了啥过期食品吃坏脑子了 暴虐风批高冷的人设呢 让狗吃了吗 答应本王包饺子 本王便松开手 包 我包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撒孩子还在家等着他呢 不能因为一个狗王也毁了前程 调整好呼吸的频率 云南月再一次转身 踏着鹤冬的身体 离开了书房小院 还好 没有被发现 父子四人平安度过这一劫呀 是男人 下一次便从正门踏入夜王府 我叶军爵随时恭候 哼 这次算你命大 下次我定取了你的性命 云炎则是半捏着毛子 看着叶军爵渐消失的视线 皱着眉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小星星 你想到了什么 云炎收回目光看向妹妹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叶军爵 虽然戴着面具 看不清容貌 同样叶军爵也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可是他表现出的样子 却不像是和他们出自见面 而且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当妹妹提起蓝色的吊坠 叶军爵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难道说妹妹察觉到什么端倪 渣男爹爵竟然让娘亲亲包饺子吃 我都三天没吃到饺子了 渣男爹爹好可恶 是啊是啊 果然呢 妹妹的关注点总是那么的特别 碰的一声 云南月将锅里的饺子捞出来 也不管熟了没熟 连盘子一起 跺在叶军爵的面前 他忍着已经抵达临界点的怒火 夺门而出 他发现 自从在遇叶军爵 作为杀手的冷静 总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跳跃 有几次就差那么一丢丢 他就爆发了 够王爷 离开厨房的云南月 静止走向叶王府的大门 而此时 从马车上下来的叶天臣 也步入了叶王府 这是谁家美丽的小娘子 莫不是皇叔辛娜的妾 你说什么 你是皇叔辛娜的妾 可为何要戴着面纱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只见一袭暗红色锦衣华服的叶天臣 被云南月一记过肩衰 快地压在冰冷的地面上 咻 瞬间万籁聚集 那安静的比那大半夜的坟地都要安静 叶北国 天启盛世 五年春 圣德皇帝叶天臣 与叶王府门口处 被一白衣蒙面女子过肩衰 至右臂脱旧 随即 白衣蒙面女子扬长而去 不知踪扬 旧皇叔 真被人打了 婶婶叫醒侄子 不碍事 三郎 为你风 为你狂 为你狂狂撞大枪 三郎看这里 玉三郎的粉丝 好可怕呀 经历了白天种种糟心事的纷扰 云南月决定到清玉楼看场戏 来舒缓舒缓心情 大宝二宝 你们也来看看 正精彩着呢 娘亲和妹妹看戏就好 儿子不喜欢看男男女女之间 俗套的爱情故事 儿子也是 娘亲亲 他们好可怜呀 明明 明明那么想成为一家人 天上的坏单身仙 这要将两个人分开 每年才能见一次 哎呀 不哭不哭啊 瞧把我们小宝感动的 哎呀 这么俗套的剧情 还有这么多的上作率 那要是让她操到 保证这票价 呈 成几何的倍数增长 到时候这钱 不就蹭蹭蹭 飞进腰包了吗 青玉楼 青玉楼 忽然间 青玉楼响起一阵阵尖叫 首先感谢诸位的关心 三郎已经伤势痊愈 今天演出结束以后 我们青玉楼会举办感恩活动 到时候各位 都有机会上台领取专属奖励 说完 玉楼三郎 一记飞吻 纵是惹得台下众人一波 那今天 二爹爹怎么还没有来呀 二爹爹答应他 会买好多种口味的糖葫芦 可是 这戏剧都演到中场休息 还不见二爹爹 好想吃糖葫芦 王爷 卑职刚刚收到信息 陆泽谦血洗了陆远方一脉 无论老友 周延他们亲眼所见 听令于陆泽谦的黑衣怪物 是一群傀儡行尸 要说这傀儡行尸 已是消失多年 七国律法 禁止滋养 以及运用傀儡行尸 为者 轻则流放 重则灭九族 陆泽谦 不会连这个常识都没有 王爷 还有一件事情 卑职不知该不该说 卑职见到云向爷 将云家小女儿送入马车中 马车的方向 应该是皇宫 云年昌 不是想顾及重施 将云家小女儿云思蕊 送入夜王府吗 这怎么临时改主意了 明天准备四份大礼 本王要去听雪楼赴约 啊 贺东一愣 闹子没有反应过来 这句话的中心思想 傅月 傅山月 难道小寡妇知道 王爷知道了她的身份 二人破镜重圆了 阎儿和叶儿的起义 远超同龄人 甚至部署起义高手 哎呀 我家俩儿子 聪明是聪明 哥 云南月 看着俩宝贝儿子 他只想让云爷云夜 有正常的童年 提提醋居 玩玩泥巴 抓抓青蛙 爬大树什么的 和寻常人家的小孩子 一样洗脑 喝得撒娇 宝贝爷儿 宝贝爷儿 不要下棋了好不好 陪着娘亲 看一会儿戏 要不我们 和你一把也可以啊 娘亲 儿子不喜欢看戏 你和妹妹去看就好 娘亲 下完棋 儿子要练功课 被双重拒绝的云南月 宋谋一挑 这看来不用杀手捡 是不行了 只见一道厮杀 关键处的棋盘 被一道黑影覆盖 云南月整个人 趴在棋盘上 耍起无赖了 云星辰健壮 也撸起袖子 纵身一跃 压在他娘的身上 试图用自己的重量 来帮他娘亲捣乱 娘亲亲说得对 你们要陪我们看戏 不准再跟个小老头 似的下棋了 闺女 给微娘 留一口气可好啊 云烟叹了口气啊 看了看云叶 云叶也无可奈何 家里就这俩女人 那除了宠着 还有什么办法 好吧 儿子们看戏便是 戏也完了 又到了选取幸运儿的环节 恭喜 恭喜我们今天的幸运儿 三楼牙间 一号房 娘亲亲 是我们呀 我们就是一号座 幸运儿的奖品 是千玉楼特殊的戏票 凭着戏票 可免费在千玉楼看戏一年 此外还有一份特殊的奖励 一人多高的木质盒子 娘亲亲 他们为什么要送咱们棺材呀 小可爱 这可不是棺材哟 是咱们清玉楼的特殊礼物 你只要拉开盒子的绳索 就会变出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呀 有惊喜 忽然间 就在他即将拉开绳索之际 一人多高的木盒子 动了一下 小家伙吓得 头上俩小啾啾 瞬间乍起 看到宝贝闺女受到惊吓 云南越护着她 回神一脚 将这木盒从三楼踹了下去 不要 脚下留情啊 天爷啊 咻 摔着你 这一声巨响 一人多高的木板 一片一片地落在底下 藏在里头的玉三郎 趁着还有口气 抬起头 目光悠悠 看向三楼栏杆边 白衣面纱少女 敢问姑娘 我玉三郎和你有仇吗 上一次摔她手臂 这回踢她下楼 但下一次呢 是不是直接扔到乱葬岗了 一句话说完 这玉三郎 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三郎 我的三郎 我最亲爱的三郎呀 三郎 三郎 快快快 快请一事 乱作一团的一楼 给南月表情是尴尴尬呀 她那知道里头藏个大活人吗 还以为盒子里是个畜生 要伤害她闺女 她 她 她是正当防卫 娘 今天 要不 咱们撤吧 走 闯了 闯了祸的魔女俩 趁着人多 比较乱 悄悄离开了清玉楼 等到清玉楼的老板 过来找人的时候 这罪魁祸首早就不见了 只有上后的陆泽谦 和云叶云言兄弟 在等着他们 一日 早早的 云南月制定了 接下来三天的行程 早晨 吃完早饭 带着小星星 到清玉楼探望病人 中午 做孩子们喜欢吃的炸鸡火锅 串串小零食 下午 睡完午觉 带着三宝逛街 买一些离开夜北国 需要的物资 晚上给陆泽谦解读 幽冥巨蟒 提炼的纯净药汁 加上阴阳草 可以彻底结束 他身体的余毒 明天一大早 去配置狗王爷 念相思余毒的解药 然后收集陆泽谦 和叶军爵的枕筋 明天中午 收拾行 第三天出发 离开这个地方 漂亮 小星星 收拾好了没有啊 准备出发了 来了来了 娘亲 我们也和你一同去吧 别见 不是娘亲不想带着大宝二宝 娘亲和小星星 是去道歉看病人的 不是上门挑衅打架去的呀 徐爷爷 徐爷爷对不起 我错了 娘亲亲是为了保护我 才会误打了徐三郎叔叔的 不怪不怪 大公子已经处理妥当了 这件事情便过去了 亲家某 亲家某 大公子 昨晚上和徐某说了一下南远夫人 有些剧本的事情 若是南远夫人有时间的话 寥寥可否 好人一声平安 小老板请 话说 五百年前 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如来压在了五行山下 五百年后观音三国 知道吧 那啥 《红楼梦》知道吧 《水浒》知道吧 《喜游记》知道吧 没读过四大名著 每年暑假的电视 看过吧 这怎么着都能说上个几张几回子 除此之外呀 什么回寸的诱惑呀 婆媳大战呢 这些乡土气息十足的剧本 他也能说上几个版本 还有还有 霸道总裁爱上我 霸道王爷看上我 等等等等 夯不浪汤 只会 脑子里装着的 就是金钱和智慧 陈家母 咱们剧本这事就超定了 你写多少 老夫瘦多少 这个孩子还太小 徐老板还是别叫这么早了 不嫂不嫂 你看我家小孙子 对你家小可爱是一见钟情 陈家母 你尽管开口 想要多少聘礼 五百万够吗 一千万 不 三千万 加整个清语楼 如何 我的妈呀 她今天是来附近寝醉的 不是来卖女儿的 时间不早了 我们就回去了 过几时 剧本就会送到徐老板手中 好好吃 娘亲家 你也尝一尝 超甜超美味的 你吃吧 娘亲不爱吃甜的 娘亲帮你拿着 宝儿 你知道 从前有三只小猪 也爱吃糖葫芦吗 这最终吃的呀 是又胖又圆 大灰狼就把这三只小猪抓了回去 一个炖酸菜 一个做红烧肉 还有一个 烤来吃 小猪猪那么可爱 大灰狼 为什么要吃小猪猪呀 因为小猪爱吃糖葫芦呀 小星星也爱吃糖葫芦 那小星星像小猪猪那么胖的时候 会不会也被大灰狼抓回去呀 人家才不是什么小猪猪 人家是超级无敌可爱小仙女 娘亲亲就知道欺负人家 我们家的宝宝好可爱呀 娘亲真是太喜欢了 帅叔叔 又见面了小家伙 是呀 帅叔叔 我们又见面了 帅叔叔 你吃不吃糖葫芦 娘亲亲给我买的糖葫芦 超甜的 小猪猪 回来 别人什么没有吃过 不喜欢吃糖葫芦 既然是小猪猪的好意 我又怎能拒绝啊 很甜 女儿亲手喂的 更甜 是吧 超级甜 每次看到本王叔叔 就觉得好喜欢好喜欢 就像和爹爹在一起一样喜欢 叔叔中午记得去听雪楼吃饭饭呀 我娘今天中午做炸鸡和火锅串串 童言无忌 别放在心上 你自己慢慢玩 我们告辞了 叔叔提的来吃饭 吃什么饭吃饭 老娘又不会做饭 娘亲亲可是天下第一畜生 竹言超级棒的 闭上你的小狗牙 再说 就没收糖葫芦了 糖葫芦是无辜的 娘亲亲为什么要没收糖葫芦 王爷 圣上有旨 请您速速进宫 告诉叶天辰 本王身体抱恙 告假时日 王爷 娘亲亲 帅叔叔怎么还不来呀 宝儿 别什么人都往家里邀请 你又不知道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 起干净手 睡午觉去 哎宝儿 你抱着炸鸡做什么呢 给叔叔聊的 与此同时 今天天气很好 九皇叔 朕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关于何将军敌女 何妍然的事 您先别着急生气 先听朕把话说完 李公公 你去准备几个小菜 朕要和九皇叔边吃边聊 不需要 直接说 本王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做 上两次我是担心云南月对皇叔另有企图 想要报复皇叔 所以才会派去黑云旗 施朕部队 说重点 是这样 过几日便是皇宫秋季狩猎大会 皇叔可以邀请云南月一起参加 届时朕将功不过 给皇叔和皇审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计划已斑斑 可是叶天臣那句 黄审 哎哟 让某王爷脸色缓和了不少 嗯 简单硬了一句 叶军爵便起身 离开了语书房 圣上 云美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是否要去云香宫啊 不去了 让云美人自己在云香宫待着吧 一直待到死好了 已经到了下午 清雪楼只有云南月一个人 三小宝睡醒之后 陆泽谦提议带着母子四人去游湖 云南月婉拒同行 他要在计划日内 把解药调配好 这样也能放心地离开 哼 搞定 药调治好了 陆泽谦和三小宝还没回来 某女人就想趁着这个时间写写剧本子 哎呀 写什么好呢 孰明号 霸道王爷爱上我之后宅珍珠传 孰明号 扩回来 你无情无义 你无理取闹 不 是你无情 你无义 你无理取闹 我再怎么无情 再怎么无义 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没有你无情 没有你无义 没有你无理取闹 我怎么无情 怎么无义 怎么无理取闹 倒是你先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本王一直以为 南月是个爱憎分明的女子 不曾想到南月也喜欢这般柔情似水的爱恋 哎呀 有兽了 怎么是他呀 多么射死的瞬间 他真想杀了叶军爵 炮石乱葬岗呢 南月为何这般看着本王 这个字错了 赢他这么写 本王来教你 叶军爵 你喜欢什么样的棺材 无论什么样的棺材 只要能和南月生同床死同穴 便是本王心之所喜 风吹过 树叶沙沙响 天地间二人眼底映着彼此 男人说着时间最动听的情话 气氛是那么的微妙 可是下一毛 碰被闪 这俩们太狠了 还王爷不就是看他写剧本吗 有什么可尴尬的 难道说看到了少儿不移的情节 那就算是这样 也不用鱼丝网破碎 刚才那一撞闹僵子都要出来了 可怜我们家王爷的脑壳啊 你和我 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听学楼 本王只看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剧情 相信本王 不信的话南月可以问贺东 师弟师弟 王爷和我刚刚踏入听学楼 就看到你在写什么东西 王爷刚刚拿起一张纸 你就回头给了王爷一头锤 当真 千真万确 你来做什么 赴约小星星的约 来听学楼吃饭 喝了它你身体里的毒便可以完全解了 武功也会慢慢恢复 不过 解毒的过程会持续一个时辰 而且这一个时辰里你会疼 很疼 但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忍着 南月 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当然 我是你的医师 自然要实时关注你的状况 南月 嗯 你可知 我心愿你 我知道 给我一次 爱你的机会 好吗 骆泽谦 你是山间的白雪 而我 则是深渊中的恶鬼 你我之间 可失 可有 可敌 微不可轻 南月 你可曾听过一句话 什么话 神不向我走来 我便朝着山走去 你说我是山间白雪 那我便融化成水 流入深渊之中 怎么办 娘亲亲已经在收拾报复了 二爹爹 一定能留住娘亲亲吧 没用的 露树挽留过 没有任何效果 除非 除非事关他们三个 否则绝不可能撼动娘亲 心中离开京都的想法 王爷 喝药吧 喝了药 您身体里的 念相思余毒 就可以解开了 本王不需要解毒 王爷 您只要解了念相思 便不会 明日去陆府告诉他 就说本王喝了药 身子不适 是 王爷 这是小王爷和小郡主 给您下的战书 小王爷说 东郊桃花林 与王爷您不见不散 嗯 字不错 不愧是本王的儿子 父王 应战 叶军爵死了 小寡妇 你能助王爷点好吗 还不是吃了你的解药 现在人都躺床上了 丑话说在前头 但凡我们王爷 有个病有个姿的 我们叶王府上上下下 全体老少爷们 都和你没完 不图的陆府鸡犬不宁 刚下的鸡蛋 不给他咬散环了 我们都不是爹 去叶王府 好 好嘞 您坐稳 我的老妖 小寡妇 要不是看在王爷的面子上 我非要跟你决一死战 南月 闭嘴 伸手 还疼吗 本王的头还疼着 眼睛也疼着 今日上朝 还有人取笑本王呢 奇怪 脉象十而正常 十而异常 与解毒之前一样 叶军爵 你没吃解药 嗯 是没有啊 因为 昨日贺东熬药的时候 不小心将药打翻了 你猜我信吗 但我是三岁小孩吗 嗯 也是巧了 被某女人踹下马车的贺东回到了叶王府 这刚走到书房门前 就听到王爷把这锅 咻 扔到他头上 他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 做侍卫吗 有精神没来世的吗 自家主子的锅你得背着在 昨儿 卑职不小心打翻了药碗 怕王爷责罚 也怕南岳夫人生气 这才去了陆府扯个谎 说王爷服了药 身体抱恙 打翻了南岳亲自为本王调配的药 你可知罪 自领三十军棍 卑职甘愿受罚 东哥 真打三十军棍啊 你会没命的 你脑子里是不是圈根弦啊 啊 那打还是不打 你敢打一下 老子把你脑袋插粉坑里去 王爷既然这么喜欢演戏 不如去清玉楼报个名 不出一名 以您睁眼说瞎话的演技 一定能混个头牌 本王是真的病了 相思病啊 不 你 送我回陆府 蠢啊 这么久还不认路 你是陆痴还是白痴啊 贺东本想在心里吐槽 可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后果是可想而止 云南岳刚刚走到叶王府的正门处 迎面而来的叶天臣 也进入了叶王府 两个人又一次相遇 有病啊 正门处 像个庇护一样趴在门上的叶天臣 看了一眼消失的方向 回过头看向叶军爵 救皇叔 他妈真有病 神神教训侄子 无碍 打倒渣男爹爹 为娘亲亲报仇 救皇叔既然来复战 必然是看了我们所写的战书 本王看了如何 看了也好 也省得我们解释什么了 出呀 打倒叶军爵这个渣男爹爹 慢着 凡是决战 总要有输赢才是 本王输了随你们处置 本王若是赢了 你们只需答应本王三个条件即可 为了安全起见 本王与你们拉勾勾 好 拉勾勾就拉勾勾 拉勾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谁骗了谁就是小狗 这是我这个月全部的风路线 我押小王爷小郡主胜利 丑严 想什么呢 是押住王爷 还是押住小王爷小郡主 赶紧的 磨磨唧唧的 和街口老娘们似的 东哥 我不明白 有啥事不明白了 王爷明明喝了念相思的解药 忘记了小伙妇 可为啥没有忘记小王爷小郡主呢 因为王爷压根就没实意 王爷是故意装作实意 装作实意 为何 你 算了 以你的智商理解不了 你只要记得 王爷吩咐什么 你就做什么就行了 下注吧 懒得跟他说 贺东伸手 让周延下注 王府侍卫 全部押云岩云夜云星辰 三个小主子赢 只有小主子赢了 王爷才有机会做下一步的计划 我押王爷赢 这些可是我最后的钱啊 行 买定离手 你们输了 看到这一幕 王府侍卫们是瞠目结舌好半天呢 半天贺东才憋出一句话 一生要强的老父亲啊 我们愿赌服输 九皇叔若是要责罚 便罚我一个人 这件事情 皆是因我一人而起 与弟弟妹妹无关 有什么恶毒的手段就冲我来 与我兄长和妹妹无关 是我出的主意 你害了我们娘亲亲 是我要找你报仇的 和大哥哥二哥哥 没有一丢丢的关系 你们应该记得誓约 本王若是赢了 你们三个就要答应 本王的三个条件 本王的第一个条件 从今以后无论什么场合 只要见到本王 你们三个必须叫爹爹 云烟皱着眉 云叶挑着眉 平行尘歪着头 怎么 不从 想让世人都知道 云南月与本王的孩子 是说话不算话的小骗子 你才是小骗子呢 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 最诚实的好孩子了 不就是叫爹爹吗 爹爹 你们呢 爹 爹 父王没听清楚 你们在说什么 爹 爹 今日之事不准告诉云南月 君子之约定要信守承诺 爹爹放心 我们也不想让娘亲知晓今日之事 毕竟 娘亲至始至终都不曾告诉我们 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 被大儿子怼 被二儿子眼神刀 被小女儿气鼓鼓地瞪着 某王爷的心情啊 有些小糟糕哟 大哥哥 这安南爹爹 要咱们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 他并未说第三件事去 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想明白 他们三个人那么多 嘘嘘嘘的招数 怎么会让夜君爵一招就制服了呢 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你们听说了吗 夜王府要办喜事了 喜事 也没听说九皇叔要娶谁家姑娘 听说喜事定在了七日之后 到底是谁家姑娘啊 不知道 可能是圣旨赐婚的何家大小姐吧 那可是咱们夜美国京都第一美人 谁看上一眼都会婚间梦绕呢 算了 干活吧 求皇叔成婚 咱们这群平民百姓有啥关系啊 昨日才服下了念相思的解药 不久后不要置办喜事 够速度啊 不愧是夜君爵 王爷念相思的毒已经彻底解了 你也看到了 王爷已经不记得关于你的一切一切 还请南岳夫人自重 以后莫要再出现在王爷面前 当然 另外祝九皇叔新欢快乐 必须快乐呀 谁结婚不快乐呀 也祝南岳夫人快乐 对了 枕金已经送到了陆府 我们燕王府也不欠你什么了 以后就此别过吧 满院子的金银主宝 在阳光下是不灵不灵呢 我记得陆家有钱庄吧 南岳是想将这些枕金存入钱庄吗 这夜香异香沉甸甸甸甸的 我带着走的话很不方便 不如存到你家钱庄之利息 一直存到三小宝长大 若是想开店了 再拿出一小部分就够了 开店吗 南岳想开一款还是客栈 我这就去找一间最好的铺子 别 我可没打算在夜北国扎根 南岳 旧皇叔七日之后 另取新欢 你也不必在意夜王妃的身份了 他取他的心息 我离我的夜北国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你可以为我留下吗 即便给我一丝丝的希望也好 馨儿 我 家中 飞鸽传书 凌晨出了事情 陆家分支受重创 我得立即去凌晨亲自处理 等我 不论你是走是留 等我从凌晨回来之后再议 不给云南岳开口反驳的机会 陆泽谦转身离开了厅雪楼 消失在陆府的尽头 陆泽谦呢 回王爷 陆泽谦去了凌晨 凌晨陆家分支被重创 几乎被灭了门 对了 卑职今儿还听到小寡 王妃和大雷寺少卿江爵在西苑茶庄见了一面 聊了得有一个多时辰 还点了西苑茶庄最贵的茶点 那菜市场门口聊天的八婆什么样 贺东现在就什么样 恨不得把云南岳描述成一个夜半私会小似的不良女子 要是再刻上一把瓜子 那就更应景了 王爷 卑职可不是爱说瞎话的人 如今狼夺肉烧 将决又是王妃嫁入王府前的情狼 为避免九情复燃 要不要卑职去处理了少卿大人 不需要 一个唯利仕途的人 怎么会入了南岳的眼 王爷大度 一日 陆泽谦来信了 信中告诉云南岳 他需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这段时间陆府的大小事宜 全权交由他来管理 家主有令 让我等都听南岳夫人的差钱 陆泽谦还真会给我找事做 行吧 把陆府财库的所有钱都搬上车吧 逗你的 瞧你都吓出冷汗了 所有人听令 无计一切代价 江南岳是三军云聂抓住 是 云南岳 你怎么会在这 云南岳怎么也想不到 在这儿会遇见将决 是 是你他们会起 娘妻 你骂人了呀 这是不对的 看大哥哥听到又要写检讨书了 还是不能少于千字的检讨书呀 娘亲这叫 情男自控 看见厌烦的人不自觉就表达出了分方赞美之词 娘亲亲和那个大眼睛叔叔认识吗 娘亲亲 这个叔叔的眼珠子 顿得好圆啊 就跟 就跟二狗的眼睛一样 二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二狗啊 是十八楼域的一只沙皮狗 后来因为涌斗幽冥河的大王吧 败下阵了 最终 死了 还真别说 是挺像 越看 越像二狗死前的模样 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个狠人 能将我们南岩十三军逼迫到这般境地 将军 你说你当个大理寺少卿 一年才能赚多少辛苦钱 来加入我们南岩十三军 不比你现在挣的钱多少数倍 何苦给你们狗皇帝出生入死 还不得好 放肆 毁京都有乌鲁圣上 最佳一等 云南越觉得 这以后出门 必须看皇帝 小级中级都不行 只有大级才能出门 红帝上 天空中升起一阵红光 像信号弹一样招式着上 撤 任务完成 无需恋战 十几个人被七个人群欧 若不是顾及你 本官又怎会抓不住那群余孽 哎哟 那可真要多谢大理寺少卿的关心了 不过我一没拦着少卿大人抓人 二没拦着大理寺办案 这少卿大人抓不住贼人 是不是因为我 你我心知肚明 哼 自己既不如人 赎金倒是将一切的关系 牵扯到他身上 这江爵果然是个人渣呀 这么一对比 叶军爵顺眼多了 云南远微微一愣 和叶军爵有个屁关系啊 宝儿 我们回家 救命 救救我 娘亲亲 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救命了 小哥哥你别怕 娘亲亲 这里有个小哥哥被压在石板上了 回娘来吧 小哥哥你不要害怕 我娘亲亲是天底下做饭最好吃的医师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云星辰 云是云星辰的云 星是云星辰的星 辰是云星辰的辰 听着云星辰介绍完自己 少年再也抵不住 涵散的意识 昏死过去 娘亲亲 小哥哥 他死了吗 你在质疑老娘的医术 正当名南远给少年处理伤口 一队人马 帅叔叔 帅叔叔 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谁家的小孩 我是小星星呀 小星星 你认识本王吗 当然 小女与九皇叔并不相识 是她看错人了 娘亲亲 我认得帅叔叔呀 可是为什么帅叔叔不记得她 娘亲要撒谎呢 童言无忌 宁妇家里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一直到母女二人 彻底消失在夜君爵的视线中 云南月 毕竟她现在的人设 是吃了解药的 应该忘记一切的 云南月 云南月 你这个没有心干的女人 鲍儿啊 为了追到你 大冤重娘亲 爹只好忍痛 装作和你不认识 等到爹爹 将你那冤重娘 娶回门 咱再好好补偿 今日的亏欠 哦 宝宝 不要怪爹爹 嗯 摸摸的 王爷 小太子虽然肿伤昏迷 但已无性命之忧 话说 在看到云南月的时候 贺东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王爷过几日成亲的消息 已经传的大街小巷 每一个鸡脚嘎啦都知道了 但是王爷要娶的人 必定只有云南月 但是咧 云南月又认为 王爷忘记了他的种种 另取新欢 就算王爷没有假装忘记 依着云南月的德行 他也不可能加入夜王府 那么 综上所述 这问题就来了 王爷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把这云南月 咱们以后不和傻子玩了 刷牙 掉粪坑 喝多了粪水 说话也是臭烘烘的 哎呦 讨人嫌 他咋这么烦的呢 长得像个人 就是不说人话是吧 道貌黯然 装腔做事 人母狗样 狗里狗起 云南月 你再说一次 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从前的云南月见到他 总是低头默默不语 即便是叫上一声 将决哥哥 也会面红耳耻 何时这般出口成脏啊 再说一次啊 我说十次都没有问题 就看少卿大人喜不喜欢听了 十八楼玉果然是个阿渣之地 五年时间而已 没想到你也变得如此不堪 堂堂少卿大人 说不过一介女子 就开始人身攻击了 这可真是给大理寺长脸啊 本官知晓 你对五年前的事怀恨在心 打住 别跟我叨叨没必用的过往 我懒得听这些糟心事 不然 你很容易挨揍 云南月室真的不明白 园主是怎么看上眼前这个自大 又脑子生锈的朴性渣男的呢 你 你什么你啊 到底有事没事 没事赶紧从我面前消失行吗 我看见你这张脸就不想吃早饭 爆炸之时 你就知太子殿下有功 圣上有旨 让你明日进宫面寿 我去 万万没想到昨儿救那孩子 是叶北国的太子 这太扯了吧 一日 娘亲亲 我很不理解 咱 你又不理解什么了 人被驴踢了 真的会失忆吗 当娘的心里苦啊 但是她不说 看来只能拿出 杀手锏了 娘亲要上街买点药 你们要吃什么口味的糖葫芦 我都要 我都要 各种口味的糖葫芦 我都要 好嘞 大宝二宝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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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了摇头 一个看书 一个练剑 婚娘看着买吧 南岳夫人 要不要派马赴送你啊 不用 我认得 迈着熊娇娇气昂昂的步子 云南岳拿着京都余图 离开了陆府 再过三个街口 向左转 再走两个街口 向右转 过三个街口 左转 不会是又迷路了吧 她都在这儿待着两刻重了 就这女的 足足绕了三四圈 明知道自己是个路痴 还瞎晃悠 怎么样 这是打算绕的过年吗 王爷 怎么办 叫她过来 是 备至现在就去 好像 被人节足先登了 哎呦我去 光天化日之下 呛呛两家 贺东 原本想说 强抢梁家妇女 可是转念一想 梁家妇女 这四个字 也就妇女这俩字 和云南岳搭边吧 梁家这俩字 一撇一纳都挨不上了 这大理寺少卿 打算用墙吗 安丹楼 云南岳 你玩犊子了 敢当着王爷的面 和前男友 暧昧不清 哎呦 这一次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喽 松开 本官没时间和你废话 上马 我说 松开 不等马上的男人将要开口 一记 过肩摔 狠狠地摔在地上 将决倒地之时 尘土飞扬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 所以少卿大人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挑战我的底线 云南岳 你想抗旨不尊吗 可是迎来的 是一击狠力的掌控 你想杀本官 抗旨不尊 什么意思 爆炸之时 你就知太子殿下有功 圣上有旨 让你今日进宫灭圣 他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 云南岳 你不仅抗旨 还要当揭杀了本官 好啊 很好 你简直very good 谁说我抗旨了 我这不是正要去吗 再说了 少卿大人 你可别冤枉人 我一见柔弱不堪的 女流之辈 又怎能杀得了你呢 要说这胡扯 那云南岳感任第二 就没有人感任第一了 但是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姑娘 你就和少卿大人 赔个不是吧 是啊 姑娘 你看你都把少卿大人 击乎成什么熊样了 就是啊 小两口啊 床头打架 床尾和 你呀 就和少卿大人 好好说话 撒个娇 夫妻俩 还不是恩恩爱爱 和和美美的过下去了 我说这位大婶 你从哪里看出来 他们俩是两口子呀 她得是多虾 才能看得上对方啊 大婶 我看您年轻貌美 大理事少卿 就让给您做夫婿了 老身已经五十有余了 哪里还能陪得上少卿大人呢 今生怕是无缘了 婶子您别害羞 您风华正茂 碧月修花 这少卿大人能和您结成连礼 那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来不及废话 上马 不劳烦少卿大人 我们王爷也正要禁锢 南岳夫人 请上车 现在云南岳的处境 是左边江爵 右边夜君爵 一个是渣男前任 五年前为了前途 抛弃原主云南岳 一个是渣男现任 之所以叫现任 那是因为 他俩还没有办理合理的手续 从法律上来说呢 他们俩还是夫妻 但是他拒绝承认了 上车 这娘们真是一点也不懂事啊 没看王爷满脸写着不高兴了 咋 还想当着王爷的面 和你前任就情复合呗 奇了怪了 明明是一个脾气臭 性格又恶劣的女人 怎么陆泽谦也好 姜爵也罢 一个个都往上贴呢 这娘们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害得王爷这么心甘情愿的 用上阳谋阴谋 各种谋 非要得到啊 看着啊 还不上车 王爷可没时间等你太久 我的天哪 你赶紧上车进攻啊 您知道自己是个鹿痴 你瞎转有什么呢 那 便劳烦九皇叔了 选将军 那他怕自己半道上杀性大发 一不小心把他给灭了 所以说呢 量害相权 取其轻 马车缓缓地咯咯哒着 向着皇宫的方向进发着 小样的 就你这样的 还想和咱王爷抢小寡妇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喧 南岳夫人觐见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 缓缓走来的白衣蒙面的女子 呦 这女的 小眼熟啊 民妇参见圣上 卧槽 我对着话筒发誓啊 这句卧槽绝对不是故意的 当云南岳抬头看清楚 端坐在龙椅上的人时 这句卧槽 脱口而出 这个人熟啊 不就是他在夜王府 过肩摔的那个男人们 等会儿 再仔细看看 不是这么寸吧 我应该只是长得像吧 怎么样 在看到朕之后 是不是傻了 当初摔朕 摔得不是很嘎嘣脆吗 来啊 有本事你上来 继续给朕一个过肩摔啊 圣上不是要说太子之事吗 嗯嗯 爆炸一事 你就知太子有功 你想要什么赏赐 这什么套路 俗话说得好 这事出反常 他必有要啊 肯定有诈 名副什么也不要 身为夜北国百姓 路遇不平 当然会出手相救 神心本善 亦是如此 南岳夫人救治太子有功 真定是要赏赐 更是要让世人知晓 人心向善 便会有福报 赏金银珠宝石下 云锦绸缎白皮 梁天白亩赐福第一座 谢圣上 南岳 过一日 是为父的柳狮守臣 接时带着你的三个孩子 来为为父喝寿吧 好啊 既然云相也邀请 我当然要到场才是 原来他就是坏蛋外公啊 不可妄动 你也听到了 过一日有机会动手 不差这一时半刻 好 嘻嘻嘻嘻嘻 我一定会让坏蛋外公的寿宴 大放异彩 让坏蛋外公 终身难忘 有进步 成语用对了 那当然了 我可是会常认真的在学习啊 小外公这种人面兽心 老坚俱华 花了一根头 卡掉了大梅亚的坏蛋 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你们不用谋话了 提日之后 娘亲一个人去赴言 娘亲亲 你就带着我们去呗 不行 大理寺侍卫 叶王府侍卫 这些人来云相府做什么 还有另外一批 管他呢 敢欺负娘亲亲 一个都不能放过 风来了 风来了 感知到风的方向 正好吹向庭院 云星辰的小手 从身前的包包 抓出一把五颜六色的粉 使其随风飘荡 吸入五颜六色的粉饭的人 咚咚倒在地上 身体像被抽走了灵魂 全身无力 起不得身 一时间院子中的人 是七七八八倒地不起 哼 你们这群大坏蛋 敢欺负我娘亲弟的大坏蛋 终究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云仙辰 代表正义来制裁你们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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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娘亲亲 你的宝贝贝们 担心你会被人欺负 谁要是敢欺负我们的娘亲亲 就是天下最坏最坏的坏人 我和哥哥们 有坏蛋不共在天 那为娘 真是要谢谢宝贝们的关心呢 就在此时 几道黑人 唤唤唤 并未中招的南烟十三军 急不上街 三个人分别抱着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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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 消失在远方 放开我的孩子 而等楼椅 竟然敢对本王的孩子下手 找死 夜军爵一掌 几乎要了他半条命 若不是顾忌着 云夜在那人手中 他定会一掌 结果他的性命 将其打落断桥 断桥的木板忽然断裂 连带着两端的绳索 也呈现断裂的趋势 娘亲亲 小心 不怕 乖乖 娘亲亲在 娘亲亲抓住你了 大宝 二宝 放心 闫耳一耳在本王怀中 挂在断崖边的绳索 再一次呈现出断裂的趋势 作为男人 我们父子三人 应当护着妻子女儿和妹妹 自然 南月 绳索快断了 我们父子三个已经商量好了 会松开手 放屁 你们敢松手一个谢谢 没时间了 听我说 本王会好好护着掩耳一耳 你要做的 便是带着女儿安全离开 本王向你保证 会用自己的性命 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深吸一口气 抓住父王的遗金 绝不可松手 南月 相信本王 长长吸了口气的叶军爵松开了手 以身体为护盾 将云言云叶护在怀中 直直跌落十几米高的水面 爹 爹 爹爹 爹爹 先生来 绳索又断了 小娘子 我 我不是有意的 只是想拿三个孩子做人质 离开京都 一旦离开 就会放了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 胡言烈 胡言烈 你最好祈祷云言云叶和叶军爵长命百岁 否则 我定会将南燕十三军所有人屠杀殆尽 转身离去 不再理会胡言烈眼中是什么神色 云南月抱着云星辰 顺着路下了山 在山下 正巧遇到赶来的叶王府侍卫 王爷呢 小星星 跟着他们回叶王府 等娘亲 娘亲亲 断崖脚下 云星辰没有离去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 从白天等到夜晚 任由贺东等人劝说 也不肯离开半目 小郡主放心 叶王府的侍卫 已经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一定能找到王爷和小王爷们 想问什么尽管问 父王之物不言 我想知道五年前发生的事情 这一切还要从苏家的钥匙说起 叶军爵将调查的前因后果 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云南岳的娘亲苏月尔 临死之前曾将一个木盒子送到了叶王府 盒子里装的是一些十大家族的信息 并不是开启宝藏的十把钥匙 但是云年昌笃定地认为 盒子里装的是那宝藏钥匙之一 苏家的钥匙 云南岳十五岁那年 云年昌安排他嫁入叶王府 在他身上下了念相思 念相思这种毒可以诱发出男人和女人间最原始的冲动 不但如此在毒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会让两个人死于非命的 当时父王并不知道你娘亲是被陷害 只当他是云年昌安插到叶王府 欲要杀了本王拿走盒子的恶毒女子 所以你就将我娘亲送到了十八楼区 以九皇叔的能力 叫父王什么 以爹爹的实力 完全可以拒绝娶娘亲 为何还任由云年昌将中了毒的娘亲嫁入叶王府啊 说起这一点 又要提到苏玉尔死前赠予本王的盒子 父王当时想着 若是你们娘亲嫁入叶王府 也算是应了苏玉尔的要求 五年前的事情 父王也有错在先 当时中了毒神志不清 何况你们娘亲醒来之后 对父王上下其手 又要杀了父王 所以 主后 爹爹这句话当真 即便父王欺瞒世间所有人 也不会欺骗你们 爹爹当真喜欢我娘亲 为何 为何 一时半刻也不知该如何去说 父王喜欢你娘亲的一切 他的冷静 他的从容 他的奸诈 他的懒散 太多太多了 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 爱上一个人会接受他的一切 无论是他的好还是他的坏 都会在你眼里闪光 云言没说话 也听不太懂 为何会闪光 但是有一点他明白 野军绝对娘亲造成的伤害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弥补的 一日中午 颜儿 以对面河岸为终点 看谁最先到 若是你们赢了 父王答应你们任何条件 若是父王赢了 你们二人叫父王十生爹爹 九皇叔 你觉得是我该叫你爹爹呢 还是你应该叫我爹呢 南 南 南月 娘亲 是儿子让您担心了 儿子让您担心了 娘亲 南月 你要怪就怪本王 不干颜儿和叶儿的事情 穿衣服 回补再说 见了王府 云南月 将云星辰轻轻地放在软软的床上 盖好被子 又回到院子里 娘亲 是儿子鲁莽了 儿子不应该怂恿兄长和妹妹 去云相府报仇 是儿子的错 儿子身为兄长 没有照看好弟弟妹妹 让娘亲担心了 是儿子不孝 一会儿去好好地睡一觉 乖 云南月给儿子们处理好伤口 让贺东带着他们去休息 衣服脱了 我看一下伤口 好 本王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也知晓你的恐惧 但有本王在 绝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受伤 叶军杰 南月 你怎么了 别转过来 好 本王不转过去 你说 本王听着 谢谢你 断桥之下 若是没有叶军爵 用身体护着云烟云叶 两个孩子 绝不会只受一丢丢的轻伤 孩子是我的命 若是孩子们真的出事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有本王在 即便这天地塌了 本王也会为你和孩子们顶着 好好睡一觉吧 叶军杰 乖 去睡一觉 嗯 这一觉睡得 可真累 这么多人 给我守孝呢 我又没死 娘亲 儿子有些话想说 等会再说 开会 开会 九皇叔 您是以叶北国九皇叔的身份旁听 还是以叶军爵的身份旁听会议呢 扣着 好 是否要留在叶北国 凡是参加子子会议人员和旁听人员 都可以投票 云南月的话音刚刚落下 就看到叶王府上上下下全体老少爷们 就连两条恶犬都在叶军爵的带领下举起手来 本王同意 卑职同意 卑职同意加一 同意加二 你们叶王府所有人 包括两条狗 只算一票 为啥 这不公平 怎么 一票都不想要了 叶军爵救了你们 你们心生感激是正常的 娘亲这个人呢 最是人性了 要走要留 投票选择 娘亲这一票 弃全 儿子虽然想在京都向学 但儿子知道的 娘亲不喜欢京都 所以这一票 儿子也弃全 云夜 看了一眼 叶军爵紧握的手 终究也选择了弃全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 聚焦在云星辰的身上 被万众瞩目看着 云星辰的目光 在叶军爵和云南月的身上 是看过来看过去 看过来看过去 最终落在叶军爵脖子上 戴着的蓝色星星吊锤上 原来本王叔叔就是渣男爹爹 爹爹骗了我 但是爹爹给我买了 好多好多糖果 我便原谅你了 何况 何况进多好多好多美食 我都没吃过呢 所以 所以娘亲亲 我们能留下来吗 小郡主 小郡主 小郡主你太好了 被这给您磕头了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叶王府有后了 好吧 娘亲遵从名义 咱们便暂且留在叶北国 至于过后是走是留 再商议也不迟 不过留在京都 可不代表会住进叶王府啊 云南月选择住在皇帝赐给他的宅院 某王爷表示这路他手就在他们家对门 出了叶王府的大门 对面就是新宅子 云南月回头看了一眼叶军爵 以及送他们到门前门口的一干叶王府侍卫 你早有预谋 本王也是事后才知道圣上的决定 小寡妇 王妃 您是知道的 我们王爷为了您和小王爷小郡主敢跳崖 这份深情厚意又怎么会预谋你呢 贺东险些习惯性叫出小寡妇 好在及时止住了嘴 该说不说 还是小寡妇比较顺口 叶北书院 是叶北国乃至七国最顶尖的学府 云南月让撒宝宝 跟着叶北书院的徐夫子 熟悉熟悉学院的环境 自己则和院长聊一聊叶军爵的侍卫 威胁老头的问题 王妃 王爷也是为了小王爷 小郡主着想 这才命碑之前来打点一切 你确定是打点 不是要打灭了叶北学院 事情是这样的 他刚来的时候 正看到叶王府的侍卫 是冷连冷傲冷言冷语 要求叶北学院的院长张之徐 像公祖宗一样 对待三个小宝贝 如若不然 这叶北书院全体师生 将承受不可承受之痛 来来来 你跟我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你想让叶北书院 师生承受什么样的痛 我想听 王妃 未知知错了 未知甘愿受罚 回去告诉叶军爵 书院的事情不用他操心 他敢横加甘愈 以后别想吃饭 是 未知这就去回王爷 院长见谅 叶军爵性子是差了一些 也是为了孩子好吗 叶王妃放心便是 本院一世同仁 既不会暴露小王爷 小郡主的身份 也不会因为三人的 特殊身份而区别对待 叶北学院的门前 张之徐送别云南岳母子四人 明日就可正式入学 目送叶王府的马车离去 去将最好的一切都准备好 准备明日迎接这三兄妹吧 院长 您不是说一视同仁吗 一视同仁 你也要看对象是谁 那可是叶王的孩子 老夫可不想脑袋搬家 宝儿 你们对叶北学院的印象如何 福头很大 菜很多 书馆的藏书不错 五场练武事实很完善 娘亲是送你们去学习文化知识 不是送你们去干饭看书 外加练武的 嘿嘿 没区别了 娘亲亲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 是吗 确定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不是好好吃饭 天天增肥 罢了 既然孩子们选择了叶北学院 就算且先这样好了 这个钥匙是我从苏家后宅拿回来的 你瞧瞧 是不是南艳十三军要找的 苏家宝藏钥匙 叶军绝将钥匙重新放回云南岳的手里 你不想要 这可是开启无尽宝藏的十把钥匙之一啊 阿岳才是本王无尽的宝藏 没有之一 即便天下与你为敌 本王也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 与天下人厮杀 护着你与孩子们无忧 这旁人看到了 一定会为某皇叔颁一个最佳宠妻奖 但是偏偏总有些人要打破这份温馨 草民见过叶王 见过叶王妃 草民是叶北书院的杂役 奉院长命令请叶王妃去书院一下 三宝怎么了 叶王妃放心 小王爷小郡主无恙 别人就难说了 这话咋一没说 他是来传话的 阿岳别慌 本王与你一起去叶北书院 老朽见过叶王 见过叶王妃 院长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王 叶王妃 莫要着急 并非是小王爷和小郡主出了意外 而是 另外二十三个孩子被打了 啥 啥意思 王爷王妃 请随老朽来 打人是不对的 我娘亲亲说过 做错了事情 有余承认错误就是喊孩子 不怪的孩子要打屁屁的 这是 事情的起因呢 是那个穿黄衣服的孩子 黄大雄 正在吃饭的时候 这孩子欺负于长安 抬手间一个没注意 就将云星辰 刚刚打来的饭 全部掀翻了 小家伙看着满地的鸡腿 心疼不已 扯着熊孩子让他道歉 可这熊孩子还没开口呢 见不得妹妹受委屈的云叶 直接 一个利落的回旋梯 这熊孩子 就飞了出去 那向来作威作福的黄大雄 又岂能善罢甘休啊 瞬间 集结了二十二个兄弟 找兄妹三人算账 结果呢 这二十三个人 让云叶一个人 团灭了 这不 这些孩子身上的伤 都是出自云叶之手 老秀也通知了 其他孩子们的家长 王爷王妃 您两位是打算私了还是如何 老秀就不参与 是谁 谁他娘的胆子肥了 赶伤了我黄八天的儿子 吃了熊献宝子胆了 也不打听打听我黄八天是谁 仅若不给一个满意的交代 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 也别想离开 我樊家宝的小少主 也是一些杂罪感动的 张院长 老子花钱送孩子上学 可不是遭罪来的 到底是哪个缺德找死的玩意 感动我儿子 诸位家长 少爱无造 老夫教诸位来时解决事情的 并非是来闹事呢 闹事 老子今天就有闹事 老东西 你今儿要不给老子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信不信老子把你夜北学院给拆了 本王倒想看看 你要如何拆了夜北书院 跟在黄八天身后的家长 也是纷纷的跪了地上 刚才喊打喊杀那架势 那是荡然无存 一个个是瑟瑟发抖 还有的尿了裤子 怎么了 阿月为何这么看本王 小伙长得挺精神 可为啥这么招人烦呢 别人的意见 对本王来说无关痛痒 只要阿月喜欢就好 两种极致的目光 在某王爷的眼中 切换的那叫一个自由飞翔 看得一旁的小老头 梅梅梅胡子全拧在一块 毕竟招惹过九皇叔的人 都死了 死的那叫一个惨啊 跟着我念 我是一个好孩子 以后不会欺负小朋友 我是一个乖孩子 以后不会欺负小朋友 真乖 这次的事情便如此作罢 我妹妹心地善良 不与诸位计较 可如有再犯 你们应该清除我二弟的手段 诸位都是宽厚有爱的师兄 并不会与我们三个五岁的孩童计较的 若是诸位师兄的家长们 问起你们的伤 是我自己睡的 是我自己撞在石头上的 受我吃核桃 不良 和三位师弟师妹 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就是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 师兄们下次小心一些 免得又要伤身了 是 是 我们明白 抱歉了 诸位小朋友的医药费 我和叶君权会全部承担 饶命啊 是我们家孩子有所在线 草命 草命 定会奉扎 让您满意的各种费用 还请请话说 饶了草命儿子一命啊 什么情况 云南月扭头一看 叶君权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正冷冷地看着众人 怪不得 别摆着一张臭脸 颜儿叶儿和小星星又没做错 阿月不需要向他们道歉 是是是 九皇叔说的对 小王爷小郡主 一点错都没有 是我们家孩子有错在先 叶君权 我云南月虽然没有什么三观 但我要培养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正确的三观观念 阿月 本王道歉便是了 你莫要生气 那还不道歉 本王带颜儿 叶儿和小星星道歉 你们 可愿原谅本王 众人大脑 飞速地旋转 可是他们无论都揣测不明白 这九皇叔到底是啥意思 这是要送他们全族 上西天吗 阿月 他们没回答 大哥 咱能表现得真诚一些吗 难道还需本王跪下来 真诚的求儿等原谅吗 不不不不 草民不敢 草民 原谅 阿月你看 他们原谅本王了 这他们是原谅吗 这分明是吓破了胆 本能的反应 双方停客三天 回家反省 双方既大过一次 若是再犯 回家去 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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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星 你们听爹爹说 其实娘亲并不是真的生气 没有人比阿月更担心你们 对 你们是有卓越的武功 有着十分巧妙的用读手段 也有着聪慧的头脑 但是如果你们今天遇到的不是小孩子 而是真真正正的武林高手又如何 用师父教我们的手段合理击败他 唉 这便是你们娘亲真正担心的地方 也是阿月最怕的一点 你们在阿月的心中比他性命还要重要 记住 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回来找爹爹 爹爹带着夜王府侍卫给你们报仇去 灭了他救族 啪的一声 叶君爵被一本书 郑重厚脑勺 我让你教孩子们做人 不是让你教孩子们肇事欺人 所有人检讨再加两百字 娘亲亲不要啊 是爹爹自己说的 你发爹爹一个人就好了吗 王爷爷 王奶奶 求您救救父皇 好 我接力 叶天臣遇刺受伤 伤在心脏呢 林南月本来不想管这事 可人家找上门了 按辈分 这又是他侄儿 这不能见死不救吧 哎 九小子 你真敢让火力精下手啊 老王爷 叶江月 也一直守在门外 皱着眉 看着叶君爵 你可知 但凡圣上有任何不测 这一切的因由 都归咎到小狐狸精头上 从而牵连整个叶王府 到时候 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 也保不住 小狐狸精安稳无忧啊 叶江月正说着心里的担忧 只觉得腿一疼 像是有什么东西 踢了他一脚 回过头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老头 我在这呢 嗯 小女娃娃 按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声 黄爷爷 哼 臭老头 我娘亲亲的 一数天下第一 还有 我娘亲亲不是什么 小狐狸精 叶江月就这么低着头 看着还没自己 腿长的小娃娃 一老一小 就这么互相看着 然后鬼使神差的 老头这手 就来到了 云星辰的脸颊边 不唧不唧 胖乎乎的小脸 很有手感 哎呀 这云南月性子虽然恶劣 可是生出的孩子 聪明的聪明 可爱的可爱 你是个坏老头 我讨厌你 来来来来 太子哥哥你放心 我娘亲亲的一树超级超级厉害 一定能治好皇帝哥哥的 太子哥哥不哭不哭 有我娘亲亲在 相信我 我相信小姑姑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 到了午夜 关闭的店门 缓缓地打开 云南月摇了摇头 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呀 那一瞬间哪 文武百官跪在地上 是哭成一片 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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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心 扔下老朕呢 一声声的二武 回荡在天地间 凄凉无比 黄奶奶 我 我父皇 父皇 你们哭啥 叶天晨又没有归戏 看我干啥 我连续干了五个小时的活 叹口气不行啊 那圣上咋样了 还能咋样 受了那么重的伤 当然是躺床上休息呢 咋的呀 还想让叶天晨 给你们来一段 收回药 你爹没事了 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痊愈了 回头记得把钱送到叶王府 叶王妃 也不知怎么了 圣上一下就高烧了起来 不是发烧 是二次中毒 是味道 将所有碰过药草的人 都抓起来 叶天晨 见他还在昏迷 一个大嘴巴子抽起去 这一幕好险没将与姨们吓死 叶天晨醒醒 你现在若是醒不来 以后就变成傻子了 云南月对着叶天晨的俊脸 那是左右开工了 我的天 这一世上 敢抽皇上的人 那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就他一个 叶天晨 你要是变了傻子 你儿子当上小皇帝以后 就被外面那些老狐狸欺负 到时候外戚干政 世家夺权 官官贪污 叶北国就玩犊子了 别 这一惊醒了 叶天晨虚弱地说了一句 他虽然脑子有些不清楚 可是有一件事十分的笃定 那就是云南月这最后一巴掌 他绝对是故意的 那个 好事成双 买一送一 魏太医 夏欢在 为了避免肾上再次中毒 从现在起 所有相关事宜 都要经由太医院验证 方可未要 是 夏欢一定谨记叶王妃的话 云南月 怎么了 皇上是要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吗 哎呀 都是自家人 别那么客气了 枕金给个万二八千的就行 真记住你了 说完最后一句 叶天晨 呃 晕了过去 醒来一次就没事了 这儿就交给你们了 我出去了 小狐狸娇 你闻什么呢 一种特殊的草药 接触过草药的手和衣服上 会附着它的味道 也是给皇上二次下毒的凶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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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没有嫌疑 其余八个人 交给你了 老灯 他们都参与了下毒 你能不叫老夫老灯吗 好的 老灯 事业 工身 侧殿中 叶军爵哄着孩子们入睡 看到三个孩子 在自己怀中睡着的小脸 一股超强的成就感生起 小狐狸精呢 哪月呢 叶江月 问着叶军爵 云南月在哪 叶军爵 问着叶江月 她媳妇在哪 没回来 别闹 我这小狐狸精有事 老夫一朋友有点病 你家小狐狸精不是医术高超吗 让她给嚼嚼 阿月在哪里 不在你身边吗 一刻钟之前 老夫给她指了侧电的路 贺东 周延 你们两个照看好 炎儿 叶儿 小星星 是 王爷 九小子 小狐狸精那么大个人 又丢不了 你这么紧张干啥呀 老王爷 别人可能丢不了 但是吧 王妃自己能把自己给丢了 你的意思是说 小狐狸精她走岔道了 没想到 怼天怼地的小狐狸精 还有这样的趣事啊 不行 老夫得去看个热闹去 这不会是冷宫吧 本想找个宫女 问问路 可谁知一路走过来 别说宫女了 连耗子都没见着一只 哎呀 这是乌漏偏逢烈夜雨 麻绳专挑戏处断了 可是阿姨是不想 这大约是说下就下 你怎么来了 来找阿月 以后阿月无论去哪里 只要本王在 便一定会跟在你身边 我又不是小孩子 好吧 就算我有点鹿痴 可我不是白痴 不等云南月说完 叶军却一把抱住他 本王已经弄丢了你们五年 不想再失去你了 被抱在怀中 隔着衣衫 感受着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 云南月心底暖暖的 他自然而然伸手 还住了叶军爵的腰 该说不说 手感不减当年呢 好吧好吧 以后我去哪尽量报备一下 现在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 门外的那个小老头了 天气挺好的呀 你看这么大个太阳 天气好 难道现在下的不是雨 是情调吗 还有这大晚上的月亮 都让乌云遮住了 太阳在哪呢 阿隽怎么办 是老王爷一定是听到了 咱们的对话 只若是传出去 不如我们杀人灭口 毁尸灭迹如何 阿隽所言甚是 你们要干啥呀 九小子 我可是你秦皇叔啊 当年还是老夫一巴 十一巴尿都把你喂辣的 老夫舍身相救你好多次呢 你不能忘爱佛义呀 俗话说得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老王爷你放心 我下手很快的 干啥呀 几分一个姑娃老头有意思吗 你们这对白眼狼夫夫 来吧上吧 老夫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叶江月俩眼一闭 可等了半天 也没见有人动手 睁开眼睛的时候 夫妻俩早就举着伞 走向公道的尽头了 大离无情地交在身上 更是交在叶江月的心里 你们两个没人性的出声 一日 乔圣上这金气神恢复得不错啊 多谢黄沈求命之恩 哎呀 要说这老叶家的基因哪 那真是绝了 个儿顶个儿俊男靓女 虽然靓女没有看到 可俊男那真是 俊的是花样百出 尤其是叶天辰那双丹凤眼 哎呦 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 客气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这圣上竟然叫我一身黄沈 执而有难 当婶的 哪有见死不究的道理啊 皇上要是真过意不缺 得个几十万两的枕金 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皇沈求命之恩 朕自然不会忘记 可是朕有一事不解 昨夜朕看到皇沈 对朕实施报警 这件事情怎么算 看错了看错了 沈昨天可是彻夜未眠的 就职圣上 可用心可用心了呢 皇沈救命之恩 朕挂念心庄 待朕康复痊愈以后 自然会表公赏赐 圣上记得就好 我也没有催圣上给钱什么的 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 皇沈是来给朕送膳食的吗 不是 我给阿爵送午饭来了 顺道路过 看看圣上的伤势 皇沈给皇叔做了什么 闻着很香 四菜一汤 煮食米饭 都是家常小菜 比不得皇宫里面的真修百味 朕要喝汤 喝啥汤 黄沈为皇叔熬的汤 朕要喝 为啥 朕饿了 黄沈做的汤 朕放心 这汤是给阿爵的 他自己都不够喝 朕炼汤 圣上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喝汤补一补就好了 但只能喝一小碗 行了 没辙 该怂了还是得怂 这么少 就给他成六少 圣上现在是有伤在身 别说汤了 就连童子尿也不能多贪 浅尝者 汤虽然少 可这味儿却是极其的鲜美 既然皇沈近几日都会给皇叔送午餐 也顺便多给朕做一饭 一瓶算在整金里 包在婶身上 安静养伤 这几日圣上的午餐 婶包了 万幸内侍真没杀了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挑开车帘子 云南月看着排队排到街尾的长盾 啥情况 古代做核酸呢 今儿是建安寺每月一次的进香日 不少民门望族都会进来寺庙进香 说是很灵验 你在这等我 我去看看 可是排队的人太多了 照这个进度 那是排到下如月十五 也轮不到她 于是某女人灵机 找个没人的地方 咻 翻墙进去 直接打入我佛内部 正当云南月从那墙头往下跳时 一个没站稳 跪地上了 哎呀 巧了 一老一少俩和尚 正巧赶过来 仨人是六目相顿 阳光正好 秋风徐徐 跪在地上的云南月 眼神缓缓上移 看着面前俩和尚 嗯 云南月咬着唇 尴尬的已经忘了要站起了 可是在你尴尬的时候 上天是不会派英雄来救你的 只会让你陷入更尴尬的 万劫不复之地 南月 提到舒适的声音 挥荡在身后 我去 他能杀人灭口吗 南月放心 方才那一幕 我不会与任何人提起 杰尔 还能做朋友呗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一跳 就崴了脚 俩和尚好死不死 正好出现 几百年没见面的陆泽谦 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啊 一时英明 毁于一旦呢 南月怎么来建安寺了 找莱莱求愿呗 莱莱 敢问女施主 莱莱是何人 我们建安寺并没有一个叫莱莱的大师啊 莱莱是你们直属大佬啊 呃 女施主口中的莱莱 莫非是指如莱大尊 聪明 我家三个崽崽不是上学的吗 我就想 求着莱莱保佑我家崽崽 平平安 健健康康的长大 别给我惹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也是刚刚回来不久 路上正巧遇见无情大事 便将无情大事送回建安寺 南月 我还不错 吃得好睡得好 三个孩子也很好 那日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南烟尺三军 掳走了大宝二宝 若非夜往天上而出 一身相求 是我回来的玩乱 哥们儿 你有你的事情要做 合错之友 再说了 这事都过去了 云施主这是何意 给钱啊 我都给两位跪下了 这两位不得意思意思 给个彩头嘛 相隔天香有钱 老那见得多了 这从和尚手里要钱的 老那真是三生有幸 头一次见到 那是运达大师 你以前没有见到我 你要是认识我认识得早 这三生有幸四个字 就用不出来了 云南烟 从元通 还是运达 还是中通大和尚 和无情小和尚手中 各要了一文钱 看啥 你以为我会要个千八百两啊 没有 只是觉得一别之后 再次相见 南烟变了一些 我送你回去吧 不麻烦陆公子 我们王府的侍卫还没死绝 周延出现 他们要断绝陆泽谦 接触王妃的每一个机会 绝对不能让小三 对王妃有任何不轨的举动 坚决捍卫叶王府的尊严 卑职送你回去 你吃做药了 身为叶王府的侍卫 卑职绝不会准许任何有心之人 对王妃心生邪念 邪念你个屁啊 先走了 有时间再聊 路上小心 人生在世 最难过的便是情字一关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苦海无涯 何处才是岸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啥日子 难道是 老王爷 你投妻吗 老夫跟你说正事 能不能别扯兔子你 今儿是九小子的生辰 当年 贵妃就是在九小子生辰宴上 被刺杀身亡的 记住了 千万不要提及 任何关于生辰的事 知道吗 哦 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敷衍呢 老夫说正事呢 老夫 得知九小子悲惨的身世 云南月的表情不应该是震惊 悲悯同情吗 这怎么就一个欧啊 我没敷衍啊 对了 叶老德 你晚上来的时候 去醉花楼买几壶好酒 钱呢 就在你欠我的那些银子里扣 啥 你让老夫拿钱呢 老夫是二千年了你 云南月和仨宝宝宝说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一整天 兄妹三个都在思考着送爹地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合适的 贵的吧 他没钱 便宜的吧 拿不出手 思来想去 兄妹三人决定 亲手做一顿饭 云南月知道孩子们的心意 就决定亲自指导他们 你们三个乖乖地看着火就好 娘亲去洗些水果 好 你个小狐狸精 你让老夫买的酒老夫买来了 晚上老夫要多吃两碗大米饭 其实吧 他也是想看看 云南月到底如何给叶君爵庆生 打破他心中一直不愿面对的痛苦回忆 不好来不好来 娘七天着火了 这个声音是从厨房传来的 下一秒 云星辰云言云叶三兄妹 哗哗哗跑了顺 正在切水果摆盘的云南月 头一转 好假话 这片刻功夫不到 这厨房里的火 已经向四周蔓延开了 叶尔叶尔星辰 你们躲开一些 来蹭饭的叶江月 也加入了救火的队 这也不知道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太着急了 这叶老子 直接拧开了酒坛子 把他当水 哗了 哎呦 那本来都已经快灭了的火 蹭的一声 又像是一条火蛇 向着四面八方 窜了出去 叶老子 我谢谢你 不不不可见 大火从厨房开始蔓延 尽管叶王府的侍卫 及时救火 厨房以及连着几间屋子 还是没能幸运 此时此刻 在得知宅月儿着了火之后 叶军爵命贺东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 马车还没停稳呢 叶军爵就跳了下来 阿月 颜儿 叶儿 小星星 爹爹 对不起啊 我们也是想亲手给爹爹做饭 让爹爹开心 颜儿叶儿 小星星 平安无事 爹爹就放心了 你们记得爹爹的生日 爹爹开心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怪你们 真的吗 爹爹你最好了 最爱爹爹了 走 我们去仙鹤楼吃饭 爹爹请你们吃大餐 好夜 吃大餐喽 河东挥动着鞭子 载着温馨的一家五口 往那仙鹤楼去 哎呀 多么有爱的画面啊 父慈子孝 夫妻美满 想来人世间最幸福的事 也不过是如此了吧 夜色中 一声充斥着强烈怨念的声音响起 畜生 你们父亲俩就是对白眼王 只见夜王府对门的宅院台阶上 被人无视的夜将月 两眼含泪委屈巴巴 看着远去的马车 哼哼 若是此时能配一首音乐作为背景 那二拳音乐是最合适的 想他堂堂夜北国资历最老的王 却落到了这般人险苟艳的奇惨下场 我的天哪 皇兄哥 你在天之灵可否看到 你儿子和你一样丧街天亮啊 给夜君爵送完了外卖 云南月去了皇帝的寝宫 为夜天臣复制 王妃 您别叹气呀 圣上到底怎么了呀 没怎么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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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怎么 王妃您为何又是摇头 又是叹气呀 脖子疼扭一扭 这都犯法 按照圣上伤口恢复的速度来看 用不了两三十 就可以重灵朝政了 多谢皇婶悉心照料 皇婶有什么愿望 朕尽量满足 只要不过分 圣上放心 就算圣上不强调 才不能提太过分的要求 圣上是一国之君 皇婶直接说重点 朕承受得住 那好吧 既然圣上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磨叽了 第一 诊金呢 一分钱不能少 第二 伙食费一分不能少 第三 不要找任何理由 苛扣我的诊金和伙食费 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第四 圣上别怕 我又不是什么吃人的老虎 哎呀 圣上也知道 我家被火烧了 据朕所知 皇婶的宅院并非意外着火 朕若是出了这份钱 开了鲜河 那其余大臣家的房子 如果烧着了 朕是不是也得出钱 帮忙分修呢 哎 圣上话不能这么说 是你刚才说 我的愿望你尽量满足 现在我说了我的愿望 圣上又反悔了 可不行这么耍赖的 皇婶也听到了 朕说了 尽量满足皇婶的愿望 只要这个愿望不过分 但皇婶的愿望着实有些过分了 不在朕许诺的要求之内 哎呀 不就是修个房子吗 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 圣上乃一国之尊 万人之少 不会连修个房子的钱 都拿不出来吧 并不是朕拿不出来修房子的钱 而是皇婶的要求不合规范 圣上 给就痛快话 这钱你出不出吧 朕毫不犹豫地拒绝 并且谴责皇婶的行为 云南月多过叶天尘手中的周晚 将他扔回了石河 然后一句话不说 转身就要走 不给钱还想喝粥 做吗 圣上 这叶王妃明日若是不来了 该如何是好啊 无需担心 朕金和伙食费还掐在朕的手里 皇婶不会不来的 一日 送孩子上学 云南月准备回家再睡个回笼觉 站在王府的门前 看着对面宅院修缮的进度 好像和前几天没什么区别啊 都几天了 对面的房子还没有修好 回王妃的话 燃烧的面积比较大 损毁也比较严重 修缮工作十分艰难 我等已经全力在抢修 话虽这么说 可他们压根就没动手去修 你想啊 宅子要是修好了 王妃得搬回去 那王爷不得宰了他们呀 哎呦 为了自己的小命 为了王爷终身幸福着想 这宅子 那少说也得修个五十年 小狐狸精给出大事了 赶紧给老夫走一趟 能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 我烦了 别睡了 老夫这真有重要的事 交给你 咱车啊 说的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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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老夫跟你说 原家的老头可不是一般人 若是将原封治好了 你在陵南国都能横着走了 一路上老王爷是 小狐狸精啊 你有没有听老夫说话呀 别睡了 醒醒 听着呢 记住了啊你 原封身为原家族长 也是十大家族的化石人之一啊 你若是救了他的性命 不仅能有一座实力的大山让你依附 说不准 还能从原家老贼头口中 治晓你母亲的事呢 老德 听你这语气 也知道一些我娘的事情 不知道 不说 行 顶车 说说说老夫说还不行吗 你怎么这么见了你 云年成和你说过苏月儿的事情吗呀 一个字也没提过 老德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能不叫老夫老邓吗 咱俩俩相处这么久了 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皇叔啊 至少也叫我一声大哥也行啊 翻了云南月个大白眼 叶江月步入了正题 黑人当着云年昌的面前 杀我娘亲 秘涵上是这么写的没错 你男人也应该知晓 没告诉你应该是怕你接受不了 老夫就知道这些了 至于其他的事啊 你只能为原家组长了 他不仅知道关于你娘亲的死因 也知道苏家没落的真正原因呢 老人啊 你放心啊 你死不了 老夫把小狐狸精带来了 他得一说啊 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啊 原某身子不好 便不起来行礼了 见过老王爷 见过叶王妃 来 小狐狸精 来 你老袁头瞧瞧 小狐狸精啊 你干啥呢 老袁的病情咋样啊 我在看两位 我俩有什么好看的 同样是六十岁的年纪 为何原家家主貌美如画 老德你瞅得如蛤蟆呢 你抖个锤子 老夫怎么瞅了 老夫当年那是妥妥的美男子一妹样 您可别遭见美男子三个字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你看看人家原家家主长的 那六十多岁 像四十岁的大叔一样 无论是气质还是形态 妥妥的少女收割机啊 再看看叶江岳长的 哎呦 又猥琐又馋 气质形象 那他都想不出怎么形容 你在质疑老夫的魅力 云南岳根本不搭理他 我能治好原组长的病和骨 你知道我中的是骨 原组长中骨的名字我不知晓 但骨一旦发作起来 原组长就如万虫弑心一般疼痛 我能驱骨也能治好困扰原组长多年的头疼症 我有条件 第一 足够多的枕筋 第二 告诉我苏月儿真正的死因 和苏家灭亡的缘由 好 解除骨毒需要多长时间 十五天 成交 晚上吃饭的时候 那蹭饭的老头准时准点 出现在饭桌边 那一家五口啊 连嫌弃的表情都不惜的给他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呢 京都闹鬼了 可吓人可吓人的了 尤其是专门投小孩啊 京都啊 已经失踪了不少小孩了 你们几个千万别大晚上出去玩啊 白吃白喝 还吓我叫崽子啊 老德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看你 老夫可没讲鬼故事啊 我信你问问九小子 这两天呢 京都人心惶惶 没看夜市上 鲜少有小孩出现吗 就是怕自家孩子被鬼怪抓了去啊 何况 今天在朝堂上 也说了这件事 将发生的积极案子 交给大利四少庆 负责调查 那头猪会调查啥 猪 这却挺有本事的呀 年纪轻轻破获了不少大安妖案 要不是岁数不够啊 早就提拔为大利四庆了呀 阿玉若是不喜欢大利四少庆 本王将他逐出京都 明明是九小子 你不想看到情敌之一罢了 还找这么懒的借口 普所谓 大利四少庆在我眼里 和一头猪没区别 事业 云南月给女儿洗过澡 准备给儿子洗澡 可是云言云夜 以他们长大为游要自己洗 爹爹与你们一同洗 不需要 都是男人 一是父子 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爹爹 江爵是谁啊 为何突然间问起旁人 娘亲似乎并不喜欢 那个叫江爵的男人 云言知道娘亲和爹爹之间的种种 也知道陆叔一直喜欢娘亲 可这江爵 又是哪一过呀 爹爹的手下败将 在你们娘亲未嫁给爹爹之前 曾经与江爵有过一段情 作为男人 要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的爱人 也要勇于承认错误 更要时时刻刻都让你所爱的人开心 阿月 本王 本王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说可以 但你能不能先把爪子松开了 云南月挣扎不开 感受到某皇叔那双不安分的手 越发的不归结 抬起一脚 踩在叶军爵的脚上 阿月 吃痛的叶军爵依旧没有撒手 叶军爵 你不过是外面有人了吧 你是想让我开口准你纳侧妃 叶军爵 你给老娘听好了 我的世界观里没有离异 只有丧偶 你若是敢纳妃纳妾 我会先杀了你的特飞 再宰了你 然后涂了整个夜王府 这娘们真可怕 本王生生世世都要与阿月一双刃 又喝了纳妃一说 那你吞吞吐吐个什么劲 本王想和阿月申请一些零花钱 阿月别多心 本王申请这些零花钱的目的很简单 本王是想回来的路上 看到好看的花 好吃的零食 好玩的小玩意儿都可以买回来 让阿月让孩子们开心 你是夜王府的九皇叔 想花钱就去库房拿钱 何必跟我申请 说的我好像是把持着夜王府财政的周八皮一样 阿月常管着王府的财政 本王若是花钱 自然要争得阿月统一才是啊 本王要的不多 每个月二十两银子足以 阿绝毕竟是夜北国的九皇叔 每个月三十两银子的零花钱吧 花不完就存到下个月继续花 堂堂夜北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皇叔 每个月就三十两银子的零花钱 还还花不完 您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 苍天谁来评评礼啊 王也遭受虐待了 这味儿好熟悉啊 这味道 娘亲亲 你做了焦糖奶茶吗 哇 真的是焦糖奶茶 娘亲亲我爱你 喝完记得写作业 尝尝看味道如何 好喝 这啥呀 珍珠焦糖奶茶 珍珠奶茶 好喝 好玩 有趣 老邓 你能不恶心人吗 这个好喝是好喝呀 有奶的味道也有茶叶的味道 就是这茶叶怎么莫名的熟悉呢 茶叶 原组长送我的 好像叫什么雨后出情还是啥来着 云南月是不太动茶的 对他来说 茶水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渴 也正是因为喝着口齿流香 若是做成奶茶应该味道更赞 临走之前才向族长讨了一些 雨后出情 这茶叶是老源头送给你的 啊 怎么了 给了多少啊 有这么多吧 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元峰啊 你他娘的老冤种啊 老夫三番五四厚脸 别跟你讨要茶叶 你他妈一丢丢都不给呀 哎呀 如今倒是他娘的爽快 全都送给了别人 得知奶茶里用的茶叶 是他求了十多年都求不到的明茶 叶江月的怒气直 就上去了 恨不得现在冲到元家别院 和元家老丹理论的三天三夜 妈蛋呐 欺人太甚呐 相识数十年经历过生死之交的交情 比不上小狐狸精的三言两语啊 阿月 本王还想喝 你老夫也来上一杯 不 十杯 十杯 你不怕血糖高吗你 这是何物 奶茶 元组长前日不是送了我一些茶叶吗 我将其制作成了奶茶 元风端着琉璃杯喝了一口 不错 真是不错 元组长竟然也觉得奶茶不错 不如你我合作 将奶茶推广到七国各地 好 承蒙叶王妃看得起啊 元风爽朗地笑着 又看到云南月拿出木盒 她猜不出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当盒子打开的一瞬间 元风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 就和老叶头一样 满眼都是惊恐 这 这是 射魂灵 对 射魂灵 老叶头说这射魂灵十分恐怖 并在多年前就绝技了 老王爷说的不假 这邪物确确实实消失了十几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只要听到射魂灵的声音 便会如提线木耳一样 被人操控 唉 那时候 苏家还没有灭门 十大家族 发现位于山间中的一处神秘之地 十大家族的年轻一辈 在老者的带领下 进入了墓穴 唉 若是可以 我希望我从未踏足过天女墓 在射魂灵的铃声中 我们 我们自相残杀 若非靠着强大的意志里拼出一条血流 我和老王爷 怕是 怕是早就死在墓穴中了 为了不让射魂灵见世 他们炸毁了天女墓的路口 毁掉了所有关于射魂灵的痕迹 怪不得老夜头 见到射魂灵的时候 跟见了鬼一样 问他又什么也不说 啪的一声 不知何时 抄起一块板砖的云南月 玉手一挥 连盒子和盒子里的射魂灵 一板砖 给他拍碎了 叶王妃 你 您这是 毁了呗 留着害人害己 也不管是不是世间最后的一枚射魂灵 云南月以雷霆手段将其拍扁 原封还想说什么 可是话到嘴边全咽了回去 中午 夜君觉早早下朝归来 哎哟 今儿这么早啊 碎嘴子死嘎了 黄沈大客不必天天盼着朕迎年早逝 朕觉得自己还能活个七八十年 云南月 只顾看着夜君觉 没有注意到夜君觉身侧 那个碎嘴子皇帝 哎呀 这既然是吹了什么风 把圣上宁给吹来了 孙儿见过黄奶奶 不仅是夜天成 太子夜景华也一同到了夜王府 景华难得来夜王府一次 想吃什么 黄奶奶去给你做炸鸡 奶茶 火锅串串 黄沈 朕也想吃 就是区别对待 某皇帝很是不开心呢 为啥他儿子都能享受优待 哦 就他 成了云南月口中那死嘎的脆嘴子了 中午饭很丰盛的啊 都是小孩子喜欢吃的 谢谢黄奶奶 哎呀 自家人不必客气 说什么谢谢不谢谢的 云南月将整只炸鸡最精华的部位撕下来 送到夜景华的面前 剩下的丢给了夜天成 那这夜天成就很无语了 黄沈 朕怎么说也是夜北国的皇帝 您不能厚此薄彼啊 圣上 您二十郎当岁的人了 怎么还和自己亲儿子攀比起来了 若是在皇宫 云南月当然不那么说了 毕竟人家是九五之尊 是皇帝 你得给人留面子 可是这是哪呀 这是夜王府 夜天成是穿着长服来的 那面子 可以给 但是不多 是夜 夜王府 今儿晚上王府热闹了 夜天成 夜景华父子俩 准点蹭饭的老夜头 和夜君爵云南月一家五口 一大桌丰盛的菜肴 那吃得比过年还要香 四个孩子坐一桌 四个大人坐一桌 来 咱们今儿不醉不归 见云南月举的不是酒杯 是茶杯 老夜头眉毛一皱 不能喝酒去小儿那桌 娘们接接的呢 阿月不宜饮酒 是爷们就把茶晃真酒 别让老夫他们看不起你 阿爵 我卓亮喝就成 你那不气氛都到这了吗 总不能让夜老的这瞧不起呗 喝 喝 独醉不归 瞬间 月光下云南月白皙的肌肤 攀上了红韵 继续喝 谁不喝谁孙子 叶江月又给他倒了一杯 此时的老夜头还不知道 他的这个举动 会带来什么样无法预想的后果 推杯换盛 酒过几旬 这老夜头只是微醺 小狗烈将 你低头做什么呢 云南月不说话 依旧压低着脑袋 睡着了 几杯酒就醉了呀 本王抱你回房休息 察觉不对劲 叶军爵当机立断抱着云南月准备离开 可是下一秒 某女人像是软骨蛇一样挣脱了叶军爵的怀抱 一个反向 哼 三百六十度旋转 完美落地 朕为什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只见云南月眼神一变 犀利狠绝的目光 像是豺狼野兽般凶狠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叶王府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阿月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叶军爵 紧紧地追在他身后 一同消失在黑夜中 咋回事 喝酒喝得好好的 你们夫妻俩干啥去 老夜头都懵了 一脸的问号 我娘亲亲喝多了 喝多了 然后呢 上次娘亲亲喝多了的时候 把爹爹给揍了 上上次娘亲亲喝多的时候 又把十八楼玉的叔叔伯伯爷爷们 独打了一顿 还有上上次 哼 瘦瘦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场面 要不要去劲儿劲儿 真正有此意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两个人呢 平日被云南月灵霸 这一回终于轮到看到他出丑了 唐川 周延 赫东 你们几个绑枉四个孩子 本王和圣上去看热闹去 叶江月毫不掩饰自己吃瓜的心 和叶天辰一起离开了叶王府 你来做什么 云南月身理都不理他 大不留心 走入相府 更是提这一盏灯笼 是哪里不亮点哪里呀 云南月 你做什么 等到云年长回过神 相府是着了火 树丛 回廊 屋顶 哪儿哪儿都是火苗 而身为纵火元凶的某女子 身形咻咻咻 灵巧地躲开一个又一个云界护卫 一路走来是一路火光 不到片刻 这相府就亮如那个白昼啊 左孽 这云年长这辈子也想不到 自家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云南月给点了 有瓜子吗 给朕来点 出来的急没拿 把月饼吃呗 虽然相府的下人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去救护 可是灭火的速度赶不上他放火的速度 云南月 云年长捏着拳头 想要追上纵火的真凶 可人早就不见了 阿月 要说这喝多的云南月 身法是诡异至极 即便是叶军爵这样的绝世高手 也只能追在他后头 阿月 等等奔王 这人干啥去 走走走走 再一人干什么 于是乎 叶北国资历最老的王爷 和叶北国万人之上的皇帝 追着叶北国的九皇叔 来到了大理寺 不会吧 小狐狸不会打算把大理寺也点了吧 我地天哪生上 你过去阻止一下吧 您也不瞧瞧云南月的架势 就连皇叔都逮不住 朕也没这个把握呀 哎 皇儿啊 我觉得呀 您真还是瞧瞧瞧瞧 小狐狸精又跑了 而且还是朝着皇宫的方向跑着 皇叔 你别让皇臣做傻事 点了云相府和大理寺 朕就不计较了 千万不能让皇臣点了皇宫啊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许是九经的后劲儿挥发得差不多了 等到老叶头和碎嘴子皇帝到的时候 云南月已经在叶军爵的怀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苍天有眼 祖宗保佑啊 我的个乖乖 这叶天尘吓得那心脏差点飞出来呀 皇爷爷 您以后可千万不要跟皇宫喝酒了 太危险了 老夫爷不知道会有这种后果啊 不喝了他死也不喝了 哎 九小子 你家媳妇不是露吃吗 怎么喝醉了都记得露了呀 叶军爵不搭理他们 抱着媳妇走了 圣上还是想想 明天云相爷卡大理寺青告状的问题吧 黄爷爷 你得给朕做见证人 一日上朝 老叶头猜中了 这刚上朝 大理寺青和云年常诗二的一声 声泪俱下 状告云南月的恶行啊 说什么云相府伤亡多少多少人 大理寺损失多少多少钱 那作为叶北国的皇帝 叶天臣总要秉公办理 毕竟昨天晚上 他是刻着瓜子就在那看的 知道前因后果怎么回事 云南月的举动令人发誓 朕便罚他白银万两 用于重建相府和大理寺 圣上 圣上不可呀 叶王妃所作所为 已经触犯了叶北国的刑法 怎么 你还想将本王的爱妻 关押到天牢之中 叶军爵一个眼神 瞬间将大理寺青陪正接下来要说的话 给他堵了回去 要不是沾了云南月 确实点了云相府和大理寺的边 赔钱 赔个屁 叶军爵这小子 连大理都不会搭裂这俩老逼的 最终呢 为了安抚云年昌和大理寺青的情绪 皇帝叶天臣 加重了云南月的罪名 除了罚钱 还要求他做一个月的义工 偏袒 明目张胆的偏袒 他们不服 但是不服你得给我憋着 退朝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咱把自己击出病了不知 老王爷 可燕王妃的做事太过魂了 是是是 也要怪老夫 老夫不应该去酒 又是一个好天气啊 王妃 先把醒酒汤喝了吧 卧槽 你这是咋了 怎么鼻青脸肿跟鬼似的 您还有脸问呢 不光是周延哦 宋叶军爵上朝的贺东 唐川 就连王府的两条狗 一二三和四五六 全部遭了毒手 遭了谁的毒手啊 王妃您的毒手 说着说着 鼻子留下两道血迹 周延抬手 擦了擦鼻血 娓娓道来某女人 昨天晚上被王爷抱回来之后 发生的事 听到自己酒醉之后 英勇的战尽 云南月心虚地低下头 王妃 您真是猛啊 咱王府的日位 有一个算一个 您是挨个揍了一遍 云南月知道自己酒品不好 所以她很少喝酒 可是这事吧 都已经发生了 那还能说啥呢 赔罪呗 事业 云南月街孩子放学的时候 买了一些螃蟹 晚饭便是螃蟹做成的各种料理 哎呀 鲜美呀 再喝上一口酒 哎呀 哎 小独立江 你昨儿鬼附身了吗 醉酒而已 哎 你这个呀 说的还真轻松 昨晚那画面 老夫投胎转世 怕是都忘却不得呀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想吃饭了 娘亲以后莫要谈碑了 是 娘亲以后一定会注意 爹爹以后也莫要准许娘亲再谈碑了 哦 爹爹也定会注意 嗯 你们家谁老大呀 他家名义上的户主 是叶军爵 这没有错 实际上的画室人是云南月 也没有错 可是要说威慑力 那得是长子云岩 叶江月吐槽了大半夜 云南月实在是忍不住困意 这才赶走了不停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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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老头 你傻不傻 不知道躲开啊你 阿月想做的事情 本王为何要躲开 何况被阿月打 本王觉得很幸福 羞嘴滑舌 翻他个大白眼 云南月拿着鸡蛋 在他眼眶上滚来滚去 以后有这种情况你就躲开 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家暴你了 本王就喜欢阿月的家暴 时时刻刻都想 伸出手 强而有力的双臂 烂着云南月的腰身 叶军爵将人拥在怀里 叶军爵 我咬死你 一日 中秋八月十五 团圆佳节 这中秋宫宴 请的都是皇亲国戚 也有外国的使臣 圣上 听闻叶北国 叶王妃不仅衣术高明 而且占于琴棋书画 本王有个不情之情 龙椅上 听着圣灵横 说要让云南月跳舞这样的话 叶天臣的表情是那样事的 他就差当众告诉他 哎呦 你想死 我可不想死 这事啊 你和朕说谋用没有 你想让我皇婶 跳舞给你看 能能能能 去找红书 叶王妃 不知可否赏脸 让我们欣赏欣赏 叶王妃绝世的舞姿 不赏 我们家阿爵不喜欢 要不让我们家阿爵 给你跳一个 叶王咳嗽啥 想看阿爵跳舞 你直说便是了 嗯 他让你给他跳舞呢 并无 本王并没有让九皇叔跳舞 叶月调皮 九小子 你眼块怎么轻的呀 我为日来的时候 遭了刺客吧 你可是唐能夜 叶北国的九皇叔啊 为刺杀这事儿 可不能凑凑了事儿啊 竟然敢在叶北国 京都明目张胆的刺杀呢 哎呦 这方的来头肯定不小啊 难道说是圣东国的 暗影山庄啊 还是说陵南国的前级卫 龙溪国的血沙 老王爷不可乱说 我前级卫远在陵南国 又何故刺杀九皇叔啊 我龙溪国的血沙 一时如此 更不可能刺杀九皇叔 那就是你们东盛国了 暗影山庄可牛逼了 当年好像没把老夫弄死 还好老夫福大命大 被叶北国的列祖列宗保佑 才幸存下来 老王爷 您莫要宰藏陷害 本王此次来使叶北国 并没有暗影山庄之人 跟在身边 又怎么会刺杀九皇叔 况且 当年圣东国和叶北国交战 暗影山庄是寿命于先皇行动 与本王无关 阿爵 他想干嘛 大荒千龙图 还是苏家的宝藏钥匙 要吗 就是单纯的垂涎我的美色 若是大荒千龙图和宝藏钥匙 本王不会让他得逞 若是后者 本王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别那么血腥 有小孩在 阿爵是本王的妻 本王不喜欢任何人觊觎阿爵 你说你吃饭吃得好好的 你吃呗 你非让人家跳什么舞啊 这下行了吧 舞没看成 把自己搭里头 太说了 就以当年圣东国和叶北国之间的事来说吧 就老王爷这种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霍西尼之人 他能轻轻松松地 让圣东国的王爷平安地走吗 跳舞 我来呀 我会跳舞的呀 得 你姑娘社交牛坡证又发作了 下面有我为大家表演歌舞 歌曲是我娘亲亲教我唱的 舞蹈也是我娘亲亲教我跳的 各位哥哥姐姐叔叔伯伯爷爷奶奶们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话 接钱捧个钱场 小星星要表演什么节目 若是表演得好 这一定有赏 哇 皇帝哥哥说话说话哟 一言既出四马难追 君无戏言 一听有赏 云星辰更是来了精神 燃烧我的卡路里 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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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路 卡路里 卡路里 卡路 卡路里 我的天天 燃烧我的卡路里 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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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动作 平安越没有别的动作 自家闺女的社交牛逼症 越发强大 她像谁呀 来 大家跟我一起唱 拜拜 今天全天都拿成高便宜 我个米饭大看机 那头拿走别客气 拜拜 大飞鱼 这条可乐就让你 打个玩满玩游戏 接着熬夜伤身体 来来 好感情 早为雨天要落气 走端端出不拉提 保温杯里跑高气 来来 说呼吸 唱头也怕要紧密 天白要零号传奇 拱大目的不高气 一曲罢了 小家伙喘着粗气 叙事人们还沉浸在 动感十足的歌曲 一时间没回过神了 大殿中那是异常的安静 云星辰迎接掌声的 姿势都摆好了 却没有听到 如期而来的拍手 掌声在哪里 小肥手一挥 瞬间 雷鸣般的掌声 是磁起鼻子 你姑娘是不是超厉害啊 自然 本王的女儿 定是那一朵盛开 最灿烂的花朵 阿月更是厉害 因为有阿月的细心栽培 儿女才能这般优秀啊 我说哥们儿 您不觉得你这话 多多省手过于敷衍了吗 本王字字句句发自内心 绝无半分虚假之意 阿月若是不信 便将本王的心脏拿出来 看一看真假吗 我要那玩意儿干啥 丑辣椒 你俩能摸住一下场合啊 你卫帮使者看见呢 黄鸣哥哥 我的赏赐呢 小星星想要什么赏赐 我也不知道 黄鸣哥哥 我想要好多好多的糖 你就和我娘亲亲说 是黄鸣哥哥 强行上次给我的 好不好呀 你怕你娘亲 朕也怕黄晒 鸣星辰 不需要糖 没有 我是乖小孩 不吃糖的 黄鸣放心 小星星是个乖孩子 并未与朕要糖果的赏赐 最终叶天辰赐了小星星 一些金银珠宝 来 你还太小 这些呢 交给娘亲亲保管 等你长大了之后 娘亲亲再交给你 这金银珠宝 到手里还没误热呢 就让她娘 收入囊中了 舍上 当日的震惊火是飞 今日中秋家宴 诸位吃好喝好 来 我们举杯庆祝 叶天辰一听云南月药账 立刻举杯喝酒 打开话题 罢了 今儿中秋宴会 就饶了醉醉的黄鸣会 等明儿个 再好好问一问 这剩下的钱 什么时候给 一日 下官大理寺少卿 见过叶王妃 将决冷面冷眼 看着云南月 将手中的一刀圣旨摊开 宣读上面的内容 咬文嚼子的文言文 云南月不想听 这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她喝了酒 烧了云相府 烧了大理寺 除了赔钱 要去东城做义工一个月 怎么 被人贬官了 好好的大理寺少卿 不当改行去当 宣众圣旨的太监了 这以后本王妃见你 是不是要叫你一声 江公公来 叶王妃与其笑话本官 倒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度过一个月的 劳苦日子 江公公还有没有别的事啊 没有就圆润的 滚出我的视线范围 要不然你也看到了 我们叶王府的狗狗 早就柴你身上 那几块骨头肉呢 王妃您去睡觉 义工的活交给咱们就行 不用 我去活动活动也好 她这些天除了吃就是睡 也该活动活动 锻炼锻炼 王妃 王妃 大事不好了 出大事了 是王爷 王爷和圣上打起来了 王爷受伤了 圣上和九皇叔打起来了 我的天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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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的就疯了呢 你问我 我问谁呀 你受伤了 谁打的 阿月怎么来了 这里危险 他打的 不疼 阿月别哭 本王真的不疼 别哭了 看到阿月哭 本王会心疼的 乖 叶军爵笑着 即使肩上的伤口 几乎贯穿了肩胛骨 可是看到妻子温柔的目光 他心里是开心的 你先去一旁休息 阿月 我 妈的 敢打老娘呢 男人 叶王妃是要打死圣上吗 再来皇宫的路上 周延将两个人打起来的原因 告诉了云南月 上朝之时 叶天臣忽然间双目赤红 见人就打 还下死手那种毒打 最终是叶军爵动手 这才把叶天臣镇压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叶天臣忽然间变得更加的暴躁 并且武功招式也更加的狠毒 趁机伤了叶军爵 本来叶军爵是可以躲开这一剑的 可是他没有躲 趁此机会 将叶天臣太阳血中的银丝线 抽了出来 可人算不如天算 这银线都不止一根 旁人哪敢上手打叶天臣呢 我这乖乖 于是就有了周延口中 王爷和圣上撕不起来的信息 去给我找根绳索 不多时 侍卫将云南月要的麻绳找了过来 正要丢给云南月 却被先行一步的叶天臣给抢走了 侍卫和云南月一脸的懵逼 备直 备直不是故意的 大哥你瞎 这么近的距离你直接给我就好了 扔个什么鬼 被这再去弄一条 云南月 云南月 凭你也想抓阵 夺过麻绳的叶天臣笑得那叫一个鞭狂 三步两步上前去 反客为主的要将云南月套在麻绳中 云南月小心 不是让你安安静静坐着吗 那我见不得云南月受半分伤 你见不得我受伤 我就见得你受伤 此时侍卫找到了第二根进了水的麻绳 这回学乖了 直接交到云南月的手了 找准时机 云南月将麻绳 反转剪接 像是套圈一样 将叶天臣 哈哈哈哈 套在了绳索中 可是叶天臣的力量太猛了 挣扎之际 险些把云南月摔飞了 关键的时刻 你们猜猜谁出现了 将决 他一把抓住绳索的一端 漂亮 你们两个拉好了 一根 两根 三根 当云南月抽出最后一根石 狂躁的叶天臣 一口咬住了他的肩膀 卧槽 你属狗的 阿月 我没事 抓住就行 忍着剧痛 云南月终于将叶天臣 头颅中最后的一根线取了出来 当营丝全部被取出时 叶天臣赤红的双眼 渐渐恢复了正常 还没等他回过神了 绑得一身 某女人结结实实 一巴掌轮了上完 妈蛋 伤了我爷们还咬我是吧 看老娘物理超度大逼动 起初再捅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物理超度大逼动 直到亲眼见到云南月 是一巴掌又一巴掌 叶叶叶 披脸呼在圣上的脸上 那众目睽睽之下 云南月是轮圆了巴掌 左右开弓 打的那叫一个韵律十足 同我老爷们是吧 咬我是吧 不是挺猖狂的吗 继续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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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南月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最终两眼一翻 云云云云云云 好了 物理驱邪成功 做好了 我给你包扎伤口 阿月 叶军爵那叫一个心疼啊 看着被叶天臣咬出血的痕迹 就当狗咬了一口 倒是你 傻呀 万一到上有毒怎么办 仅此一次 以后不许再以身犯血 记住了 你说我妻子而女的人 不是以前的烂光棍知道吗 告诉你 你再敢犯二 老娘绝不给你收效 不仅如此 老娘还要在夜王府 招上门夫婿 住着你的房 花着你的钱 听见没有 阿月莫要生气 本王以后不会了 操纵着叶天臣的银线被拔了出来 人恢复正常 就是脸上的巴掌印子 一时间退不下去 圣上看我做啥 你看看你给我男人伤成什么样子了 你看看你给我咬成什么样子了 万幸 你伤伤绝的侄子 要不然满口大牙都给你打飞了 一百万两 一个子也不能少 得了 这骂也骂了 说也说了 云南月立行公事 要赔偿金 圣上好生休息 本王伤口疼痛难忍 告假时日 待心待病休假 不准扣钱哦 叶天臣没说话 也没有机会开口说话 是叶 属下错了 请尊主惩罚 本尊最不喜欢有人自作主张 属下甘愿受死 但属下不悔 只要杀了叶北国的狗皇帝 便可以挑起叶北国内乱 其他国家 也会纷纷派兵攻打叶北国 到时候 叶北国成为众矢之之地 方可任由组织拿捏 你太小瞧叶天臣了 能成为叶北国的君主 必定不是等闲之辈 即便于南岳没出现 他也不会如何 你的做法 反而打草惊蛇 你与上一任蛇面手脸 差了太多太多 本尊留你也无用了 尊主 尊主 饶命 求尊主 再给树下一个机会 咔嚓一声响 禁组织的蛇面男子死了 就像是一只蚂蚁 轻轻松松被碾压身亡 你说过你忘记了许多事情 最好如此 面具下 淡漠冰冷的目光 看向叶王府的方向 若你骗了本尊 本尊不介意再让你死一次 阿爵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初吓唬我的那件事情 本王爱着阿玥还来不及 又何时恐吓过阿玥 说 当时你为什么要耍我 阿玥当时和陆家主走得那么近 本王心中吃味 吃个屁 当时咱们还没有发展到 生死相依的地步 好吗 他才不信他的鬼话 这货一定是觉得好玩 心中的恶趣味 一整天的时间 一家五口都在湖上游船 毫不介意 就在这一时 一道黑衣人的人影 出现在了暗点 目光透过面具 看着湖中心的船只 尊主 仪器已经准备好了 黑衣人单膝跪在迎面男子的身后 并抱着接下来的计划 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一定会让夜背国陷入大大的混乱 下去吧 是 尊重 到了晚上的时候 郊游的一家子回到了夜王府 远远地就看到老夜头形单影只 还哼着悲伤的小球 老夫举杯 幽明月队赢成三人 这不是许久不见的夜王一家吗 什么份儿把你们吹来了 喝多了 这里是夜王府 火石不错 又是肘子又是鸡鸭鱼肉的 这酒水也不错 哪能和云大厨的时候一相比 你们一家子吃吃饱喝醋不饿了 多留老夫一人吃康厌菜 吃康厌菜 我去 这老头真敢说 别呜呼哀哉感叹人生了 搞得好像你明儿要原地去世一样 老夫活得长久 只能说死就死 阿绝 你老了要是这么逼逼当 我一定把你毒雅了 那本王要趁着年轻的时候 多说几遍温柔的情话 即便老了 被阿越毒雅了 也无怨无悔了 有嘴花舌 这些话你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皆是本王真心的肺腑之言 不信 阿越你摸一摸 你们俩太欺负人了 老夫给你们绝笑 别吼了 周延贺东 你们两个娼妇老王爷 睡觉去 今儿什么风 把陆家家主都吹来了 谁就不见了 自从东城一别 陆泽谦离开了京都 再次去往凌城处理突发事件 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 再一次见到云南月 他心中所悦之人 依旧是阳光一般的灿烂 哎呀 是啊 多久没见了 三宝比赛的时候 还希望你来呢 实在是有些事情 推脱不开 知道你忙 逗你的 嗯 气色恢复得不错 不过你还需要 好好休息休息 才能更好的恢复 好 听南月的 此时吹来一阵风 掀起云南月 额前的长发 陆泽谦本能地伸手 要替他整理 却被唐川一步上前挡住了动作 陆家主自重 嗯 陆泽谦的手 僵在半空 面前是拦住他的唐川 陆某 只是剑南月的头发乱了 王妃是叶王府的女主人 也是九皇叔的妻子 您还是莫要做出一些令人误会的行为 给王妃招来无端的非议为好 乱说啥呢你 亲儿别在意啊 这唐川呢 虽然长得招人烦一些 兴致恶劣一些 也没有多大的坏心眼子 当日我在外 没有来得及看三宝们的比赛 这是我的一些心意 这多不好意思啊 重要伸手替三个崽子收礼物 唐川又是一步 干啥 唯王妃 咱们叶王府不差这点东西 唐川什么意思 云南月会不明白吗 可问题是这些礼物不是送给他的 是送给孩子们的 再说了 又没有损害叶王府的利益 这伙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他干什么 好像他和陆泽谦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 被云南月翻了个大白眼 唐川心不甘情不愿 退后一步步说话 一个时辰之后 云南月离开了原家别院 也带走了陆泽谦 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陆家主 何必自寻苦果呢 当初在边境 强求不得 若是强求 只能让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陆家主 也不想看到南月痛苦吧 陆泽谦没有回应 唇角的一抹弧度 带着急许自嘲和不甘 王爷 王妃 老王爷 信 又写啥了 你自己看 信 就是那银面男子写的 本来以为是挑战的 没想到是请假条 他说他因为一些事 要离开叶北国 也许是数月之久 也许会是几年 老叶头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从字里横尖不难看出 这险性之人对云南月 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意味深长的情感 不会又是你欠下的桃花债吗 您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有这个祖宗就够了 够够的 云南月指了指圣边的叶君爵 这家伙他都发怵了 还敢招惹别的狂风浪蝶 我的天哪 想不通 一点也想不通 阿爵 这里这里 哟 这不是黄婶吗 多日不见 胖了些血 碰你个球 正好你也一起 义政大殿外的广场上的水缸边 叶君爵很自然蹲在他身边 发生了什么 阿爵为何如此交集 能不急吗 我跟你们说个事啊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听不听 听着蹲下来 黄神想说什么直说便是 这也是叶北国的君主 若是如市井小民一样蹲下来 有失身份 那嘴上虽然这么说 可叶天臣的身体 很诚实地蹲了下 这远远地看过小友 三个人蹲在地上 凑在一起说悄悄话呢 就这画面 那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跟你们说 你们可不能跟别人说 朕知道 朕保证不会对外人提半个字 嗯 那就行 今天我去袁家别院 袁叔捷获了一封信 你猜怎么着 竟然说我不是云年长的亲生女儿 看吧看吧 我当时的表情跟你们俩是一毛一样 阿玥 别伤心 无论你是谁本王爱的是你 也绝对不会让天下人伤你半分 我没伤心啊 怪不得云年长 对云南月如此的绝情 原来其中是这个个 阿玥 当年苏 我娘亲找你的时候 没说这件事吗 并无 当时岳母将藏有十大家族罪证的盒子 送于本王 并且让本王保护好你 如果当初本王能多了解阿玥一些 也不会让你我夫妻二人 在奸人的挑唆之下 分别五年之久 这件事都过去了 我这人确实大度 云南月说自己大度 他蹲在一旁的叶天晨 差点没笑出声啊 怎么 社上是有什么意见啊 没有 社没有意见 黄沈真乃天下第一大度之恩 大度个屁啊 天下间最最小心眼的人就是云南月 爱记仇翻旧账贪财富和忧不讲武德 也就是九皇叔有降妖伏魔的本事 说不然夜北国精多早被他掀翻天了 圣上不会是在心里骂我呢吧 哎呀 哎呀 云南月组定 那碎嘴子没憋什么好癖 他懒得搭理他 该说的八卦说完了 正好和叶军爵一起下巢回家吃饭 时间一点一点的飞逝 秋天过去 初冬的第一场雪 缓缓地落了下来 云南月贴心地 给夜王府众人织了帽子 三个孩子 当然是萌萌哒 小动物的帽子 夜君爵是威武霸气的老虎帽子 虽然戴上去有些滑稽 可是梦荒书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每天上朝下朝 都要戴着阿月亲手织的帽子 除了夜君爵也死 夜将月 那是一头绿油油 蒜头王八猫 老夫不想戴 又孙老夫的英名 这个老夫要了 哎 这个是给袁书的 凭啥老圆头的帽子 就正经的动物啊 老夫的帽子就小王八呀 因为袁书人好 老王爷你人贱 最后在夜将月 撒泼打滚中 云南月甚至无奈地 将一顶小狗的帽子给了他 将这蒜头王八帽 给了一二三 事业 南月小姐 你是 属下圣山大祭司江梁 也是圣山之主 江明阳的弟弟 南月小姐 也可以叫属下二叔 啊 南月小姐 这是圣山之主 让属下转交给您的礼物 我不是很明白啊 这是什么 你为何又来到了夜王府呢 想来南月小姐 已经知晓自己的身份 既然如此 属下也不多做解释了 您手中抱着的盒子 是圣山之主的骨灰 妈呀 莫要亲话 这是圣山之主的命令 圣山之主 知晓南月小姐的经历 但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离开圣山 便 主她属下 在她死后 将骨灰交到您手中 并且 为了弥补对南月小姐的亏欠 将这些东西 作为欠礼 一并送于您 这 这又是谁的骨灰 南月小姐放心 这些 都是圣山之主生前 亲自为您挑选的礼物 这是礼物清单 以及圣山之主 留下的绝柄信件 东西已经交到您手中 我们在圣山等着你 阿绝 我 我怎么有点懵呢 云南月到现在 也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个事啊 新纸上 白纸黑字第一句 便是 五而南月 为父 惭愧 是该惭愧 继续看 这信纸上写着江明阳 和苏月儿相遇的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狗血的爱情故事 在这样酿的玛丽苏剧情中 两个人相爱 并且闪婚 但是好景那个不长啊 这江明阳身为圣山之主 要守护重要的秘密 他不能因为儿女私情 而耽误了大事 苏月儿呢 又是一个体贴的好妻子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离家出走 去了夜北国 自此一别 就再也没有相见 信中所写的 那就是 这七国天下想得到的宝贝 就在圣山里 我的个气娘啊 这消息要是让有些人知道了 咱们夜王府都得被踏平了 害怕吗 嗯 怕 阿玉 你看 疤 疤 疤 除去程家苏家的宝藏钥匙 剩余的宝藏钥匙 就在江明阳的骨灰盒里 好多信息量 我有点懵 我去 这他们太劲爆了 阿隽 我脑壳有点疼 你说咱们现在手里既有钥匙 又有藏宝图 还知道真正的藏宝地点 现在该怎么办 阿玉想怎么做 本王都会与阿玉一起 无论前方如何凶险 对啊 他现在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安稳 是为了孩子们和相公的平安 大脑飞速地旋转着 阿隽 你想要宝藏吗 你和孩子们便是本王最大的宝藏 没有之一 那 我有一个计划 一个很大很大的计划 好 本王陪着你 袁叔 你能保证周围安全吗 嗯 内奸已经除去 袁家别院中的暗卫 都是老夫一手挑选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两封信是姜明杨写给我的 盒子里面也是姜明杨 那 这一开始原封和叶江月 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一直到老叶头打开了姜明杨的骨灰盒 看到里面的东西 不由得一阵 这是啥呀 骨灰 这是谁的呀 姜明杨 可以从老叶头脸上看到各种丰富的表情 要不是面前坐着云南月和原封 这老家伙早就破口大骂了 姜明杨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袁叔 老王爷 你们先看信 看了信之后就明白了一切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后 袁峰和叶江月 抬起了同款震惊脸 那表情仿佛在说 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血震无疑 我手中现在有失败钥匙了 小狐狸警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没有开玩笑 我和阿爵昨天晚上确认过了 钥匙呢 是采用同一批材质制造的 世间绝无仅有 那接下来南月打算怎么做 找宝藏 你不怕给贼盯上 万一老夫和老猿头动了杀心 想要争夺宝藏 半途的时候把你给做了 你还找屁的宝藏啊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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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人话你 我这个人呢最是善良 有钱一起挣 有宝一起挖 南月 你是打算 让八大家族的人也参与其中 不仅仅是八大家族 我要让七国所有人都参与其中 不贪心是不可能的 那么多小浅浅怎么能拱手让给他人呢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要是自己一个人挖宝 不仅要面对危险 还要提防天下众人毒害的心 那与其这样 不如让所有想挖宝的人给他打工呗 你打算怎么做 文叔啊 过几日呢我去圣山 等我到达圣山的时候 就麻烦你和老叶头宣布一下消息 说当时已经有人凑齐了十把钥匙 想要得到宝藏的人 就前往圣山 并且 唇角的笑意浓烈的散感 云南月笑得圆峰和叶江月 那是一阵一阵的冒冷汗 不可 本王陪着你一起 阿绝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现如今 我又如此了 只是他走之后 能保护好三个孩子的 除了他这个当爹的 也没有别人了呀 阿玉 本王怎么放心你一人面对危险 旧小子 虽然这件事呢 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为了以后的安危着想 老夫也是同意 小狐狸精的计划的 不行 本王是绝对不会同意 阿玉一个人涉险的 旧小子 我来说 于是乎 在接下来的一整晚的时间 某女人 用说服的方式 卓仲和某皇叔 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以及关联的一切 最终 他同意了 真他娘的不容易 夜北边境 大雪纷飞 夜王 公子 大雪封山 此时 想要去往圣山 南上迦南 何况 大墓军队还在边境侵扰 雪停了之后 准备一匹快马 公子 这时候离开并不稳妥 不如 再等上一段时间 原家侍卫劝说着 可是云南月 去意已决 这侍卫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按照他吩咐办事 夜晚 边境的客栈 躺在床上要入睡的云南月 听到了一声响声 他谨慎地起身 大亮着闯入房间的一道黑影 就在黑衣人即将靠近之际 云南月 手起剑 手下留人 忽炎烈 急忙叫停 是你 是我 除了我之外还能是谁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自然是来找你的 咱们打个商量呗 能不能把剑拿走 我没安全感 我发誓 我真的是来找小娘子的 而且为了小娘子的安全着想 这一路上 我已经除掉了不少 跟在你后面的尾巴 若不是我的话 小娘子 你也不能如此顺利 抵达叶北国的边境 看在我没有功劳 有苦劳的份上 你先别少我呗 至少 听听我的合作意见 合作意见 对 我是来找小娘子谈合作的 我虽然不知道 你离开叶北国要做什么 但瞧那么多人 跟在你身后 应该是关于宝藏的事 这样 咱们合作 我这边出人出力 无条件地配合你所有的命令 到时候找到宝藏 我只要宝藏的十分之一 不 冰山一脚也是可以的 你很聪明啊 好 我可以告诉你 我要去往何处 但在此之前 你需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 小娘子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 有缘千里来相会 心有灵犀 一点通啊 心有没有灵犀 通不通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凡是威胁到我和我家人安全的人 都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慢着 刚才咱们俩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现在怎么又要杀我呀 你听我说 我是真的没有恶意 要不然也不会杀了那些一路尾随小娘子而来的杂碎 好 那还真要谢谢你了呢 打住打住打住 无论你要做什么 我都可以帮助你 我凭什么信你 凭我是南艳十三军的首领 不成立 你答应过对付八大家族不也是食言了吗 我这人最不喜欢的 就是言而无信之人 我没有言而无信 没有食言 我就是闲得无聊 来京都看看 要不然你说我做小弟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为了保密 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那别说做小弟了 你就是让他做小妾 他都愿意 当真 真的 以后你就是我义父义母亲大哥 我就是你亲小弟 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好吧 谁叫我是一个心情善良的女人呢 暂且饶了你这一次 多谢大哥 大哥尽此人后之难事件 绝无仅有的大好人呢 放屁 早知道被威胁就误来了 就该让路上那些杂碎把牛马分屎 好好的 青城绝色小娘子 怎么打扮成这副模样了 好好好 我不问了 闭嘴 闭嘴 他马上闭嘴 住手 南烟首领 这次与我同行 公子 您 当真要和他一起 我去禀告袁叔 一切我心中自有定夺 无需操心 是 背着领命 小娘 大哥 我很好奇 您是怎么让原家如此幸福你的 自然是因为我善良的人品 和纯洁无暇的人格 大哥 咱们聊一聊人与人之间该有的正常话题 您这纯洁善良的人格和人品 我还能不知道吗 见鬼 鬼见到他都得绕道 被云南烟坑的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你怎么能如此镇定自若 说自己如何如何好的呢 聊聊嘛 就我一个人得的多没意思啊 虽说袁家也是十大家族之一 可袁家宁可面对八大家族的打击 也要与你联盟 这其中到底关乎着什么样的利益 是宝藏吗 应该是的 要不然袁峰也不能轻举足之力与你共事 并不是所有人眼中都只有利益两个字 袁叔的妻子是承家的人 在夺取宝藏钥匙的时候 被八大家族残忍杀害了 宁南烟 能告诉我这一次的目的吗 坑人 坑谁呀 八大家族 南烟十三军 晋组织 以及天下众人 你怕了 有点 那就回去 不 我也想亲眼看看被你坑的那些人会有什么表情 别后悔 我忽炎烈的人生心条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没什么 希望你记得自己说的话 小祖宗 我问你个问题 已经在草原上走了好几天的忽炎烈 终于发出了来自灵魂的疑问 我们一直在绕圈圈 你指的路当真正正确吗 我不知道 他是个路瞎 你跟他问路 这不瞎掰吗 你不知道 对 我是个路痴行了吧 看着云南烟 把自己是个路瞎这事说的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忽炎烈的表情是那样事的 祖宗 您真是我祖宗 刚从坟里蹦出来的那种 他能说啥 自己当牛做马这么多天 结果换来某人一句 我是路痴 要不是对方是云南烟 他真想分分钟把他死吧 目的地是哪儿啊 这里 龙溪和夜北之间的圣山 去圣山 圣山 所以说 我们完全走了相反的方向 强忍着把云南烟打死的冲动 某首领拽着马枪绳 调转了马车的方向 有了目的地 少了云南烟的瞎指挥 他们俩很快就离开了草地 来到了位于夜北国和陵溪国的交界处 你可知圣山是什么地方 知道 一旦进入了圣山 我们可能要面对无法估量的危险 别磨叽 静山 在行径了一个时辰之后 马尔不断地思民 再怎么改 也绝不向前营 没办法 这剩下的路只能靠人走了 云南烟 你到底能不能如实相搞啊 我们来圣山究竟为了找什么 宝藏啊 你不知道吗 我 他知道个B啊 从一开始 云南烟就没有说过关于宝藏的一个字好吗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真的云南烟 你真的是我活祖祖啊 我真想找块 找块宝把你供起来 对你三跪九寇表达我感激之情啊 太客气了 就算我们找到宝藏地点也没有开启宝藏的钥匙 不是一样白来吗 我有啊 你有什么呀 宝藏钥匙 全部的十把宝藏钥匙 震惊吗 肯定的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这是啥呀 信号 给袁叔他们的信号 你当真要将宝藏的事公之于众 怎么 你要阻止我吗 我能阻止你吗 事先说好了 我也要宝藏 想要宝藏就去拿 只要你们有命拿到宝藏 想拿多少是多少 你不在乎 我若是在乎 就不会将宝藏的真正位置公之于众了 你是跟着我去圣山山庄 还是留在这里 等南沿十三军呢 你是我的小祖宗吗 你走哪里 我自然跟着去哪里 圣山山庄 云南月轻轻敲着房门 奈何半天也不见人回应 二叔 是我 云南月 不会让人灭口了吧 能闭上你的乌鸦嘴吗 好 我闭嘴 灯亮着 人不在 这不可能一夜之间 人间蒸发呀 小祖宗 有一封信 咋的 不会真被灭口了吧 灭个屁的口 这信 是江梁写的 不是什么诀别信 准确的来说 是请假信 这大致的意思就是 江十一族守着宝藏 看管了千年 他们实在是累了 自从圣山之主 江明阳死了 圣山山庄的人 人心是渐渐的涣散 与其这样 作为圣山大祭司的他 决定给所有人放个假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 据事乎 江梁带着两百族人 浩浩荡荡 组团旅游去了 这信上还写 他知道云南月会来 所以呢 他们不在圣山的这段时间 就拜托他 好好看家了 至于江十一族守的那些宝藏 哎呀 云南月作为下一任的圣山之主 你想咋地就咋地 反正这燕月国已经灭亡千年个屁了 守着一堆花不完的钱 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累赘 你二叔 挺看得开呀 看着兴旨上字字句句 忽颜烈伸出个大拇指 也不知道是该赞赏江十一族的超脱 还是要说这一族是个缺心眼啊 放着宝藏不顾 旅游去了 将偌大的圣山交给云南月 哇哦 小祖宗 快起来做饭 你看我打了什么回来 忽颜烈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他打猎 云南月做饭 有一种山间隐居夫妻的感觉 就算一切都是假的 自我安慰可以吧 可谁知下一秒 一只花瓶送飞出了 要不是他躲得急 他估计就被开瓢了 你干啥 看着脸色阴沉 浑身低起压的云南月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酷颜烈吓得是连连后退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我可是男人 顶天立地老爷们 忽颜烈 阿塞 以后你说再饶了我睡觉 弄死你 是绝对不会了 傻吗 哎呦喂 有了刚才的教训 他还敢吗 会不会是圣山山庄的人回来了 没有这个可能 别去 不理会忽颜烈的阻拦 明南月光的一声 推开了山庄的大门 八目相对 眼神中那叫一个惊恶呀 怎么是你 怎么会不是你 我去 云南月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在圣山的山庄外 看到这三个贱人 白墨仙 温天道 临江南 也是打死也想不到 在这儿会遇上云南月 你认识他们 他是你南宠 有眼光认识一下 我叫忽颜烈 是南宴十三军的首领 滚犊子 到底是谁呀 我奴隶 那不还是一意思吗 奴隶和南宠有区别吗 没有吧 离开十八楼宇之后 玩得挺花啊你啊 白墨仙 向云南月 试了个眼色 颜儿 月儿 临江南和温天道 急不可耐 想看看自己宝贝徒弟 没在 他们在京都呢 若是这样的话 你也太不是个玩意儿了 这种人就该进猪笼 你信不信我把你进猪笼 话说 冰天雪地的 咱们进去谈成不 侯颜烈扮演着一个 合格难宠的角色 那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 不走不走 你这小男人懂事啊 白墨仙 很喜欢胡颜烈这个女婿 会来事 懂得照顾人 最重要的是 可以忍受云南月的死脾气 不想喝茶 就滚回十八楼宇去 说上几句话 怎么还来气了呀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迷了路呗 哎哟 惨呐 离开的时候 没有做好准备 钱没带够 这几个人呢 又是个嘴馋的 一路吃霸王餐 一路被追债 很光荣啊 哟 这都是小事 可是走着走着 呀 走岔了路了 就来到了山头上 然后就看到了隐姓蛋 一只乎我们就找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啊 离开十八楼宇嘛 这这这 我忘了 哎 你回京都之后 看到云年昌了吗 弄死他们 云年昌还活着 而且 他不硕点 云南月将自己离开十八楼宇 到达京都的事 说给他们仨听 当白墨仙等人 听到云南月 夜君觉复合 这脸上的表情 他 他 他是 你要是的 哎呀 要不是你福大命大 心狠手辣的话 怕是早就完犊子了 哎 要不要老白头 给你去去鞋啊 哎 那个不行啊 南月这丫头 这种鞋碎附体的情况 我可不敢再把我反噬了 我这 云南月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忘了 夜君觉是怎么把你扔到十八楼宇的 你怎么还带着三宝认贼做妇呢 当年的事情 另有原因 况且阿觉解释了 也付出了行动 哎呦 哎呦 还阿觉 这这 酸刀牙 哎呦 温天道酸溜溜的看着的 尤其是听到云南月 叫夜君觉 阿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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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真是有一种自家白菜被野猪拱了的感觉 比起夜君觉 老夫还是更喜欢你的男丑啊 说了多少遍了 那和我没有关系 温老爷子 你要为我做主啊 放心 老夫给你撑腰 胡言烈 你想死就直说 时间一晃 到了晚上 云南月将胡言烈杀来的猎物做成了烧烤 哎呦 为几个人是吃着烧烤喝着酒 聊着关于前朝的种种 当然 五个人中只有云南月喝的是茶 哎 为什么你们知道的哈 来点酒吗 胡言烈注意到云南月渴望的眼神 将杯子递了过去 不可不准 哎哎哎 温天到白沫仙江陵南是齐齐的阻止 被这三个人的反应吓了一跳 胡言烈想起自己曾收到的一条密函 密函中是这么写的 云南月醉酒大闹云相府 大理寺放火烧了两处 要不是阻拦得及时 皇宫也保不住 我说难冲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不想活了 也别拉着我们三个一起下地狱啊 哎 我的错 我的错 胡言烈也觉得自己草率了 忙将酒杯收了回来 至于吗 你们四个大老爷们 还担心我一个弱女子耍酒疯 哎呀 云丫头 你说这句话 你不亏心吗 啊 温天到 用宁舍的目光 笔语地盯着云南月 圣山的天气 依旧寒冷 云南月裹着被子 不安稳地睡着 忽然间 一抹温热感浮现在眉间 缓缓睁开眼睛 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那是她日思夜想的脸 阿绝 人家好想你 云南月张开双手 紧紧地抱着夜军绝的腰 我是不是太想你了 所以在梦里梦到了你 来 摸摸哒一个 阿月 本王也想你 再也抑制不足思念 夜军绝拥着妻子入怀 一吻落下 缠绵至极 一日 睁开双眼 云南月绝的腰都快短了 好疼 我的腰 昨儿晚上做了个梦 梦中梦到了夜军绝 然后两个人 就开始飘脸 本王给你揉揉 好 夜军绝 怎么会 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梦吧 是本王 你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本王昨晚上就到了 昨晚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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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都不是梦啊 阿月若是觉得昨夜 全都是梦境的话 本王可以继续啊 打住 等等 你来了 那孩子们呢 留在夜王府 圣上会好好照看这三个孩子 王府的侍卫 一时十二个时辰都守在孩子们身边 云丫头 老夫饿了 你们两个腻歪歪了吗 老夫也饿了 等你们夫妻俩一早上了 能不能先起来做饭味猪啊 小半个时辰之后 夫妻俩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三人是第一次和夜君爵见面 嗯 长挺帅 身份不错 家事也过得去 对云南月也好 可就是让人喜欢不起来 嗯 对 就是不喜欢 白墨仙和温天道 已经将自己带入了云南月他爹的角色 这老丈人看女婿的态度 通常都是不喜欢的 他们也是 云丫头 这 这就是你爷们 啊 我相公夜君爵 这位是温天道 这位是白墨仙 这位是江临南 这个你认识 搅骨炎炼 夜君爵 还真是五年前 把云南月扔到十八楼宇 自生自灭的九皇叔 原来真的是傅心汉啊 怎么着 现在折腾媳妇了 当初干啥去了 温天道和白墨仙 当真不知道夜君爵是谁吗 批 当然不是 昨天晚上 他们就察觉到 有人进入了云南月的房间 而且此人武功出奇的厉害 本想看戏呢 可结果呢 哎呦喂 那一嘴的狗粮啊 本王夜君爵 见过三位前辈 阿月在十八楼宇的日子 多谢三位前辈照看 本以为夜君爵会暴怒 然后三个人撕破成一团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夜北国的封批九皇叔 竟然双手抱拳 以礼谢过三人 这让白墨仙和温天道一愣 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 要从何下嘴去嘲讽他 咳咳咳咳咳 干咳了几声 温天道上前一步 仰头看着夜君爵 你还知道 云南月在十八楼宇 生活的苦啊 哎呦 云南月的负心汉 怎么长这么高啊 是什么长大的 一旁的胡言烈 乖乖地坐着 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必要掺和了 哎 尸瓜看戏 最安全 就在这时 圣山山庄的大门 被人敲响 咚咚咚咚咚 海门 真的能以为 有独圣人 闻圣人坐镇 我们就怕了你吗 咱们可都是 刀尖上舔血的家伙 今儿 你们若不给一个说法 谁都比想好过 当当当当当 圣山山庄的大门 越来越响 已经从桥 改成了踹 这要不是大门结实 早就被踹烂了 哎 坏说咱们现在 不是挑衅的时候 要不要先去解决一下 门外那群人 呃 云阳都说的对 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暂且搁置 等解决了门外那群王八犊子 老夫再与你说道一二 走吧 也是时候了 阿月莫咬由心 看在阿月的面子上 本王也会尊敬长辈的 最好如此吧 山庄大门 缓缓开启 最先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文圣人 温天道 那不愧是七国的文圣人 一出场 哒哒哒哒哒 气场全开 瞬间将躁动的闹事者 咻 压制下了 一群小憋三 张口就是国粹 温天道 礼仪地看着所有的人 文圣人 我们敬您德高望重 您怎能开口就是污秽之言 污秽 早付污你奶奶个爪子 原本就在汽头上的温天道 把火撒在了无辜的倒霉蛋身上 还不等那人说话呢 白沫贤皮 飞气蔓延之际 连同这倒霉蛋和周围的几个倒霉蛋 一起遭了毒手 老温开口简化 你们安静听着就好了 刀什么刀的 你说说你们 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来寻宝 行 就算找到了宝藏 有命花吗 温前辈 在下父子牧 有点熟悉 哦 你师父是不是无量身的老宁头 宁上言正是家事 师父曾多次提到您 说温前辈 德高望重 仁慈心善 诶诶诶诶 别说那些没用的拍马屁话啊 你师父为人老实木讷 根本说不出这些话来 你们不就是想让云鸦土 带你们去藏宝地吗 啊 还有你们 云南月 九皇叔怎么会在这儿 我的天 还有五圣人 我去 大家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是靠在门边 一脸冰冷的男人 不正是五圣人江临南吗 还有 这九皇叔叶军爵 不是在叶北国吗 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如果只有温天道和白墨仙 那他们也许还有胜出的机会 这两个人虽然武功捉绝 可是年迈 耗不过他们 靠着车轮战 也能把他们耗死 到那时云南月还不是任他们拿捏 任他们去世 可是谁能告诉他们 这江临南和九皇叔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的天哪 七伯两个最能打的男人站在他们面前 要想从他们手中抢走云南月 这是难如登天哪 各位安静 我知道 诸位都是为了宝藏而来的 我作为知晓宝藏真正地点的人 也一直在等着诸位 等着我们 什么情况 对 诸位应该知道 我娘亲是苏月儿 是苏家宝藏钥匙的持有者 但诸位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并不是云年昌的女儿 我真实的身份 是江氏益族的后裔 江氏益族 对 江氏益族 也是守护燕月国宝藏的一脉 今日诸位能来到这儿 都是缘分 而我呢 也不想守护什么宝藏 只想和大家一样 分得宝藏 只是靠我一个人 根本无法搬动那数之不尽的财富 严王妃 那您的意思 是想让我们一起 一同寻找宝藏 各位兄弟回答正确 我会开启地宫 但我有一个要求 严王妃请说 你说一个要求了 就算是十个要求 我们也会答应的 严王妃你尽管说 上天入地我们都会帮你 是这样的 等到诸位寻找到宝藏之后 我想分得宝藏的冰山一角 足以让我们夫妻二人 安稳后半生便可 严王妃 您太客气了 您作为宝藏的守护人 至少要分得冰山两角 他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冰山两角的成语 人才 那真的是人才 地宫在什么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去地宫 几日后我们便前往地宫入口处 寻找宝藏 至于地宫在哪 只能我亲自带队前往 不过在此之前 每个人要交五百两银子的押金 押金 什么意思 什么押金 诸位也看到了 你们呢 在圣山的这段时间 又是吃又是喝 还狩猎了不少野生动物 我们这圣山雪林的树皮 都快给你们吃光了 怎么着 五百两是不是少了 那可就一千两了 理当如此 是我们坏了规矩在先 一王妃 那我们的押金给谁 押金啊 给他就行 顺便提一下 只有交了押金的人 才有资格和本王妃 去地宫寻宝 云南月指着身后不远处的胡言烈 被点名的胡言烈 见面一条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事实证明 他猜对了 不仅仅是胡言烈 跟着胡言烈的南炎十三军 也都遭了殃 只见圣山山庄的大门前 五十张桌子一字排开 南炎十三军的侍卫 手中拿着毛笔 一边收钱 一边登记交钱人的姓名和来历 这来寻宝的也是听话呀 排着队交钱 要不然怎么办呢 云南月说了 不交押金 不让去地宫寻宝 什么时候交完钱 什么时候再动身 整整三天的时间呢 堂堂杀人不眨眼的南炎十三军的侍卫 那时一个个眼窝都陷下去了 像被人吸走了灵魂 无精打采 怎么跟描述中的不一样呢 找到地宫是一回事 进去又是另一回事 原本以为十把钥匙 是一层一层开启地宫的大门 可是没想到竟然一次性开启十座石门 叶王妃 这要如何是好 诸位淡定 现在分成十座 在云南月的指挥下 数万人排成十个队 为了安全起见 云南月将十把钥匙 分别交给了叶军爵 白墨仙 温天道 忽炎烈 以及南炎十三军的人 十个人一同开启地宫的大门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十条深不见底的通道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各位 地宫神秘莫测 且陷阱遍布 进入地宫的时候 一定要万分小心 切不可随意出动位置上的物品 否则会出动机关 多谢叶王妃提醒 咱们地宫宝藏剑 见到地宫大门开启 这寻宝之人早就按捺不住 一窝蜂 冲了进去 老夫有一种感觉 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地宫 那能活着出来一百个 那都是祖坟爆炸冒清烟了 你怎么不进去 晚辈跟着你们一起进去 比较安全 是啊 忽炎烈想要宝藏 这不假 可是不代表他是个傻子呀 我的天哪 跟在云南月的身边 那是最安全的 即使得不到宝藏 也不用把小命打进去 走 进去瞧瞧 进去之后 定要小心 放心 放心 有本王在 这石门的后面 是一片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空间 无限的大 我的天哪 这就是炎月国的宝藏吗 天威官职啊 就连对钱财不动心的江陵南 在看到那一地的金银财宝时 也发出了一声 哇哦 若是信我的话 你就别动 一样东西也不要动 这么多的钱 只能看着不能拿 老夫不甘心呢 有剧毒 白墨仙看上一眼就知道 这些金银财宝 被涂了一层剧毒 你要是敢随意的碰 你就会特别的死 来人 快点抓 把死有宝藏都装走 这多钱 莫败了 莫败了 那些看不上我的人后悔去吧 此时此刻 寻宝者已是让贪面 蒙地了双眼 唯有那一滴滴 顺着七窍流出的黑血 招视着他们 正在逼近死亡的深渊 寻宝者一批又一批地涌入 将金银装满了所有的口袋 准备从地宫带走 唉 都是贪之一自害的呀 能拿走也是他们的造化 一声巨响 回荡在天地之间 整个地宫十八层 摇摇晃晃起 下一刻 各种嘈杂的声音响起 只见石道门外 源源不断地涌入黑龙盘蛇 毒蜘蛛 剧毒油盐 还有不知名的毒虫和猛兽 几乎是轻客天 那重巢所获之地是一片的白骨 此时回过神来的寻导者 想要逃离炸 想要逃离炸 微时已晚 安月 我们走 叶军傑抱着云南月 跳入湍急的河水中 急速冲下去的水流 带着几人走过长长的洞穴 山林外的一座小山村 日出清晨 上山砍柴的老农夫 看到小河边昏迷着几个人 带着全家老少将云南月他们 抬上了牛车 咱们农家院里 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各位 别嫌弃啊 不嫌弃 不嫌弃 老人家 这是哪啊 这里呀是小寒村 我们村这是大漠边境的一个小山村 好家伙 咱们都来大漠里 他们这是漂流了多久啊 白墨仙算了算距离 他只记得他们坠下来的事情 一声声咕咕咕的声音响起 这是南岩石三军联络的暗号 不挽留我吗 想死 月儿 你啥时候和叶军爵过够了就来找我 我娶你 或者当上门女婿都可以 话音落下 霍言烈纵身一跃 跟着南岩石三军 消失在了黑夜中 这小子很勇嘛 敢当着叶军爵的面表白啊 你看你看 某花叔吃醋了 哎呀 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三人组 说着风凉话 在胡言烈离开不久 南岩石三军给云南岳送来一辆马车 在农家院休息了三天 一行五人换好了衣服返回叶北国 临走之前 温天道从怀中拿出几个金元宝 留给夫妻来 就当做他们这几日的费用 江陵南驾着马车 时不时回头看着温天道 马车里的温天道缩在角落 不敢和大家对视 开场 有什么好看的 老夫并行欲结一个小老头 你们不要用这样恶心巴拉的目光看着我 还有什么都拿出来吧 是你自己拿 还是我们搜身 拿什么 你老夫不知道你来说什么 什么 既然自己不主动上交 也别归我们不客气了 白墨仙卷起衣袖 一脸奸诈 像极了要对狂花儿闺女下手的恶棍 是是是住手 你住手 老夫拿就是啊 受不了白墨仙上下乱没 温天道从怀中 拿出了一件皮布包着的东西 这个是一件长方形 纯金打造的金属物件 上面镶嵌着价值连城的宝贝 还有呢 按照温天道的脾气 既然拿了 就不会只拿一件 白了云南月一眼 他又从腰间摸出了另外一件皮布包着的东西 没了 真没有了 你觉得我们信吗 叶 叶 叶军雪 你媳妇要对一个老头子耍流氓 你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阿月坐着便是 动手的活儿交给本王 阿隽你好贴心啊 沈家爱你啊 摸摸哒 这狗男女 你们 你们真是一对狗男女 好了好了 拿 老夫拿就是了 燕寒热泪 在几人目光的威逼下 温天道拿出了一件又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好家伙 我去 看着桌上大小不一的宝贝 白墨仙眉头都拧成猫花了 你怎么穿怀里的 不是 明明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 这老温头是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 拿了这些个好东西 就那么拿的呗 你那臭妆子拿开 这可是老夫给三个娃娃的礼物 哼 好像就你想安排烟浅室的老夫也有 啥 白墨仙也从怀里甚至腰间 或是头发里拿出了藏着的宝贝 瞧瞧 咱拿的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宝贝 哪像女性拿一些俗气的金钟宝 老江也是拿了不少 而且拿都是挺好的东西 温天道 白墨仙和江陵南 给叶君爵云南岳夫妻上了一课 爱这课的课题就叫 不要相信老人家的话 你们真是 阿绝 我好后悔啊 快 阿岳有本王 比起那些虚无缥缈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珠宝 本王会一直陪在阿岳身边 生生世世爱着阿岳 你们夫妻俩 能不能好好说话 别开口闭口 生生世世秀恩爱 尊重一下我们可以吗 温天道被夫妻俩秀得反胃 那真的是像兔 从大漠边境前往叶北国 从叶北国的边境抵达都城 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 娘亲亲 小星星好想你啊 云年云夜 虽然没有拿言语 表达出对娘亲的思念 可是眼底的红意说明了一切 就连一旁的老叶头 那都在抹眼泪 平安回来就好啊 圣山的事 她已经知道了 还是那句话 平安就是最好的结局 事业 厨房中忙碌的云南月 一回头 放在桌上的菜 就剩下盘子了 盘子里哪儿还有她炸的园子呀 唐川 不是备制 来来来 见者有分 叶江月将偷来的炸丸子 分给了温天道 白墨仙 江陵南 四个人分赃 吃着丸子 要是有一壶酒就更好了 要不要 再给你们老个儿 几个炖上的大肘子 那感情好 最好是冰糖肘子 再来一碗白米饭 把肘子汤浇在大米饭上 再来一口肘子皮 那味道 绝了 温天道还幻想着美食入口的感觉 可下一秒 就觉得脑袋上凉嗖嗖的 像是有谁盯着呢 麻布 不是像 就是有人盯着呢 别远了 赶紧跑啊 看着四人消失的身影 越难越好笑 加起来几百岁了吧 这怎么跟小孩似的 经过了一番波折 晚饭总算是弄好了 来 老夫作为大哥 给三位老弟绣一个 温天道起身 手中拎着大酒坛子 抬头就挂了 好 旁边三个人拍手叫好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 夜王府请了杂耍班子吧 云南月的脸呢 那是要多黑 又多黑啊 娘亲亲 我吃饱了 我去做作业了 娘亲 我也吃饱了 娘亲爹爹慢用 我去做作业了 云星辰 云言云夜 见状不好 赶紧撤 一摊子一摊子的酒啊 那是撒得哪哪都是 啪的一声 温天道摔碎了酒摊子 指着云南月嗷一声 云丫头 老夫 老夫人你好酒了 我告诉你 老夫好歹也是十八楼月子常年住户 七国堂堂的闻圣人 是人们眼中的大文豪 可你呢 你说你一个小娘们 十八楼月的大老爷们 被你打了个遍 瞧瞧 瞧瞧咱们五圣人江临南 更是在和你决战的时候 闲些变成了太监 老四 别怕 有哥在 今儿有什么委屈 头说出来 哥哥 给你做主 你呜个屁呀 你这边去 好用没有 老二 你说 你说 云南月 他是 怎么欺负你的 云南月你不是人 哎呦喂 这一句话说完 白墨仙趴在桌上 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被云南月十万钟气了呢 阿月 白前辈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 能为啥呀 还不是他在幽冥河钓了几条鱼 分说这鱼和他有缘 是他上一辈子的儿子就养在屋子里 这我又不知道 就给他断了 他就一直记恨在心里 老夫也有话要说 你要做什么 云南月不解 可是下一秒 叶江月伸出了手 食指微弯 在云南月的脑门上 弹了一下 得逞的叶江月 笑出声来 碰的一声 不给叶江月逃走的机会 云南月一挤左勾拳 打得老头是嗷嗷直哭 哭嚎声是此起彼伏 知道的是温天道哥 四个喝醉了酒发酒疯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死人了呢 唐川 贺东 周延 大刀 叶军爵挥了挥手 叶王府的侍卫走上前 四个人 一人扛一个 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乖 等明日 本王便将四人赶出去 再也不扰了阿月清静 我是真服了 这闻圣人 武圣人 独圣人 还叶北国 资历最老的王爷 这么大岁数了 还跟个缺心眼似的 赶紧滚蛋 是是是 不气不气 一日 云南月睡到大中午才起了 同样的 温天道 叶江月 白墨仙 江临南 拖着沉重的身体 那像是丧尸一样 聚在院子 头等 头特疼 头疼炸了 那人是不是云丫头啊 是 这是要做什么去啊 别管做什么去 跟上去就对了 你要干嘛去 我 他们要去原家别院 你们跟着我去干啥 一起去呗 我也好久没见老原头了 一起一起 就是 一起呗 早就听说原家的家主 给我们介绍介绍 多一个老头 多一条路啊 真想把你们踹下去 踹死算了 别人出门是前呼后拥 要么是年轻的 水灵灵的丫鬟 要么是微风扒面的侍卫 他呢 他TM倒好 出门身后跟仨巴老头 有病啊 你好你好 我叫温天道 你好你好 我叫白墨仙 江临南 娘娘 我叫叶江月 你好 在下原封 见到传说中的文圣人 独圣人 武圣人 甚是荣幸啊 我嘞 您出门 是不是忘吃药了 何止啊 老夜头不仅没有吃药 连屎都忘了吃了 被四个人阻隔在外头的云南月 坐在长椅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他怎么觉得带了四只猴啊 南月 平安回来就好啊 事情解决了就好 以后的日子平安顺遂 能说 八大家族的事情如何了 这一次地宫寻宝的队伍中 八大家族也在集中 而且死伤惨重 八大家族的事情 南月不用担心 南燕十三军昨日来了消息 忽延列会联合原家一起行动 趁着八大家族重伤的机会 对他们发起进攻 忽延列这人能处 有事真上 也不忘你们夫妻安人救了他一命 这次的地宫之行 可有什么收获 伦叔 您还是问他们吧 你边去 老夫跟袁老弟说说地宫的精彩瞬间 这接下来的两个时辰 这温天道白莫先 那就像叔叔先生 从他们在圣山山庄说起 就说到大雪封山 说到两个人的高光时刻 说着他们进入地宫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 袁南越坐在一边 一手撑着下巴 一边喝着奶茶 耳边不断地回荡着两个人像苍蝇一般的嗡嗡声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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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俗话说得好啊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但是眼前的三个半老头 也着实闹腾的欢 袁老弟 不如怎么五个结败如何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若是温老哥白老哥 和江老弟不嫌弃的话 袁某荣幸知之 喂 为啥没有老夫啊 叶江月拧着花白的眉毛 凭啥忽略自己啊 更不爽的嘛 接下来的时间 几个人就年岁 重新排行着自己 在五人结败中的地位 云南月就在一边 静静地看着 嗯 真热闹 真闹腾 事业 墨色弥漫在天地 叶王府的小院 云南月靠在他老公怀里 看着天上的星辰 云言云叶下着旗 平星辰在一边 歪着脑袋看 至于叶江月 温天道 白墨仙 江陵南 四个人 则不知所踪 只要不惹事 他们想去做什么 就做什么 阿绝 我好喜欢 现在的小日子 平淡 而温馨 有你和孩子们在身边 我好幸福 阿月 有你和孩子 本王才是天下间最幸福的人 那我们一起幸福 一直到永远 好 一直到永远 天下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